她本是个平平无奇的实习教师 只因课上没收了一本 ABO小说 居然一招穿越成了书中恶毒女反派 看着发热期 被自己折磨得落难的白月光女主 都要吓尿了 她是知道 未来的女主有多强大的 也是知道自己的会 被魏清于以牙还牙 为了活命 她打算把白月光女主 当祖宗供起来 抱紧女主大腿 为其端茶倒水 发热了 就给抑制剂 病了 咱就端茶倒水伺候着 虽然是自己的地盘 有人欺负她 我也会帮她出头 这样以后 应该不会报复我了吧 这天上一秒祭宵 还躺在草地上听着 蛙叫虫鸣 同禅一起祈祷 这个夏日快点过去 下一秒 她就觉得周围的寒气 直往自己的天灵盖钻 小姐小姐 醒醒 小姐 一个陌生的声音 从祭宵的耳中传来 那声音小心翼翼地 充满畏惧 那小心翼翼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这次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只手 她轻轻地拍了 祭宵的肩膀几下 又很快地收了回去 再次伸过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 不明物品 祭宵不明所以地 睁开了眼睛 却发现视线里 一团漆黑 小姐 先把这个贴上吧 那个声音说着 就凑到了祭宵身旁 她也在这个时候 适应了视线里的漆黑 勉强地看出了 面前人的轮廓 以及房间的状况 跟自己说话的 是一个穿着庸人装的女佣 她对自己的态度 十分恭敬 甚至还有一些畏惧 这个时候 一个不明状的东西 被女佣贴到了 祭宵的后脖杠 祭宵不知道怎么的 从来都没有 这样敏捷的她 在这个东西 触碰到自己后脖杠的 一瞬间 警惕地缩了一下脖子 反手就将 女佣探过来的手掐住 女佣被祭宵捏得吃痛 忙解释道小姐 我只是 给您贴一下一只贴 一只贴 祭宵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小姐 还有就是时候不早了 要不把卫星雨处理了 咱们去休息吧 女佣说着 就站到了一旁 祭宵这才发现 原来房间里 还有另一个人 那名少女正贪坐在 房间中央 胸口迟缓 剧烈地起伏着 仿佛正在经历 什么难熬的事情 少女看起来很难受 仿佛随时都要支撑不下去 却又倔强地强撑着 不肯让自己倒下 而我只有一个感觉 就是 好美 她好美 前一刻 她还在震惊 魏清雨的美貌 下一刻就突然愣住了 魏清雨这个名字 怎么那么熟悉 好像是 那本ABO小说的 白月光女主啊 一天之前 她从班上一个 上晚自习偷偷看小说的 女孩手里没收来的小说 一本最近爆火的 虐女主的ABO小说 在那个世界里 人类的性别不单单是男女 还有三种附属性 Alpha Bet 欧米加 Bet类似于普通人 在人类中占大多数 而Alpha跟欧米加比较少有 且具有性稀素 可以依靠它来相互吸引 不得不说 这本书的女主 真的太惨了 一直被父母寄予厚望的 天之娇女 大师所望的分化 成了属性最弱的欧米加 女主的父母 也在不久后意外出车祸去世 本该归她的遗产 也被父亲的好友 寄清云侵吞 就这样 女主被迫寄住在寄家 受到了本书 第一女Alpha反派的 虐待欺辱 甚至还被强迫标记了 给强拆了 不过 最后结局还是很解气的 白月光逆袭 反派计消被弯曲线体 为了鲨鱼 想到这里 就想哭啊 小姐 小姐最后一支 意志剂拿来了 魏清云 这可是你梦寐以求的 意志剂 你想要吗 你求我啊 走到魏清云面前 嘴上说着 最强硬的话 心里想的却是 怎么保密 咔 人家穿越我也穿 可是我穿成什么了呀 我不想死 不想喂鲨鱼啊 无私乱想奸 女佣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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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说 就不如把她丢在这里吧 磨一磨她的性格 看以后还敢不敢咬您了 女佣在季消身旁提议到 就是一个破落户欧米家 还敢跟咱们小姐抢一致计 还敢咬咱们小姐 真是不知好歹 不知死我 闭嘴出去 可是小小姐 您不是说女佣正了一下 不解地看着季消 出去 季消重负道 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股阿尔法的狠力 上集说道 季消让仆人都退下之后 贪坐着的魏青鱼感知到了光源 勉强地抬起头朝门口看去 光不偏不已地打在了她的脸上 将她整个人笼罩在其中 那白色的长裙松垮地挂在她的身上 季消提醒自己冷静 按照剧情 现在应该还没有临时标记魏青鱼 一切还有机会挽回 拿起了原主随手放在柜子上的最后一支 欧米家一支剂 魏青鱼 季消青换着朝魏青鱼走去 许事听到了有人换自己的名字 亦或是察觉到了有人靠近自己 魏青鱼转头看向了季消 那额前的汗珠打湿了魏青鱼额前过长的刘海 浓密细长的睫毛 挂在几颗不由她控制就分泌出的泪珠 那蒙着一层湿润的雾气的青绿色的铜仁里 写满了一个发热漆欧盖的脆弱警惕 每眨一下都令人分外心疼 越靠近魏青鱼 越能感受到一种清凉 过河的味道萦绕在季消的周身 这原来是魏青鱼性吸塑的味道 没想到 欧米家和阿尔法的吸引力会这么大 一定要克制住 季消小心翼翼地蹲到了这个 备受发热漆折磨的少女身边 轻声安抚到没事了 魏青鱼 你现在是安全的 谁承想 季消在伸手想替魏青鱼注射抑制剂的下一秒 却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将它扑倒在地 一只手用力地攥住了 她的手腕 最后一只抑制剂 碎了 无法疏解的欲望的薄荷性吸塑 就浓烈凶猛地将它包裹住 魏青鱼竟然用嘴把季消的抑制贴 撕下 令自己的性吸塑也无法压制了 桃子白蓝帝的味道充盈敌枪和过河互相作用 堆叠的白色衣料笼罩在季消的视线中 一双如上骨般的手从其中露出 将她的双臂死死地钳制住 束缚在头 而在她视线的正上方 魏青鱼正齐坐在自己身上俯视着自己 那双标志的青绿色的童子水光炼焰 潮湿感隔着轻薄的布料 正在她的身上蔓延 魏青鱼已经失去了意识 桃子白蓝帝 好想尝一口 上集说到 女反派被反推 少女苍白的唇绊 滚在季消娇嫩的肌肤上 将鲜血与性稀素一同带入主人的口腔 薄荷与桃子白蓝帝 在这寂静的小黑屋中交缠 铺满了这狭小房间的每一处 突然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脑海 标记她 不行 这可是反杀女boss的 白月光女主 现在标记她 不要命了吗 冷静 在狂风咒语中 给予了你一个温柔的吻 温吞的气息吹入你的口腔 化作薄荷 与白蓝帝的刺激感 同时放大了你的神经 在感到痛楚的同时甘愿沉迷 终于 在某一个临界点 狂风咒语褪去 房间里那几近失控的薄荷性稀素 逐渐趋于平静 依靠在桃子白蓝帝的气味中 安静地被她包裹住 继小感觉到 紧咬着自己颈尖的压力 一点点释放 最终在一下略重的痛感后 为轻语抬起了头 还好 你吸收了阿尔法的性稀素 应该清醒一些了吧 她眼中的朦胧雾气退去 炼焰的情素也消散殆尽 青绿色的眼瞳 又重新恢复了 她原本的清澈与乌高 继消松了一口气 她知道魏轻语 从激进失控的发热器中 清醒了过来 魏轻语 你没 也就是在继消出生的一瞬间 魏轻语松开了 紧扣着继消的手 而后她如同一只 断了翅膀的蝴蝶 坠落在继消的怀里 魏轻语发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间位于地下的小黑屋格外了 继消感觉 为清语的额头鬼烫 继消瞳孔皱缩 烧成这个样子 怕不是要出人命 芒将为清语打横抱起 冲出了小黑屋 继消从地下一层的小黑屋上来 被房间里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睛 小姐 您这只陌生的声音传了过来 继消眨了几下眼睛 这才从光亮中辨认出这也是个女佣 她立刻吩咐到去找医生来 小姐哪里受伤了吗 还是被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冲撞了 就该狠狠地教训她 女佣正在担心之时 就听到 继消说是给魏轻语找医生 闭嘴 继消一时没有压住原主的脾气 抱着高烧昏迷的魏轻语吼道 叫你去你就去 女佣被继消这一吼 吓得三魂去了七魄 盲点头道我 我这就去 刚把魏轻语安置到别墅客房 这时 听到女佣通传陈医生来了 上集说到 女反派刷好感度 给魏轻语找来了医生 季家的家庭医生陈匙刚进了客房 继消急忙说到她好像发烧了 你给她看看 陈匙仿佛没有听到一样 目光注视着继消的脖梗间 小姐伤口方便 让我看看吗 好 继消点点头 撩起了自己的头发 那洁白纤细的脖梗上 赫然上下两道人类的齿印 尤其是其中一个还凝着血珠的原点 让周围在围观的女佣倒吸一口凉气 太深了 这个女人也太不知道 好歹了 怎么能咬得这么深不如 叫她滚到楼下跪着算 果不其然 屋子里的女佣七嘴八舌地 讨伤起了胃轻雨 你们说够了没 伤口有些深 我去给你配些药 等等 你看看胃轻雨 她在发烧 看着不像是感冒 我引导她 让她喝了些含有着我性吸塑的血 那就没问题了 注入S级阿尔法性吸塑 是这样的 会有体温升高的现象 她的体质也会比往日更好 更强壮 不用吃药吗 我看她的身体真的有些不好啊 继销问道 别人不知道以后 魏清雨会成为怎样可怕的人 她继销可知道 所以在尝试 努力亡羊补牢 陈时有些意外 斟酌到魏小姐的身体的确不好 要不我开一些中药 给魏小姐调养一下 回想自己的作为 回避了临时标记的剧情 还给你调养好身体 应该能增加点好感度吧 看着床上虚弱的女子 真的不容易 身上那么多的伤 平时还要硬撑着 维持所谓的尊严 睡吧 折腾完这一圈 已经凌晨一点了 继销看着将陈医生 刚送出别墅 自己也欲起身 回房间 跟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床 来一个亲密拥抱 却发现自己的手 依旧被魏清雨握在手中 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欧米家 察觉到带给他安全感的阿尔法 要离开 攥着继销手腕的手紧了几分 别走 继销不敢再逃脱 魏清雨前置的时候 使用蛮力 几次尝试 基本上是白费功夫 别怕 我不走 望着床上的人 轻抚他轻瘦的脸颊 你是不是 只有在睡着的时候 才会对我露出 这种不设防的表情啊 上集说到 魏清雨用很暧昧的姿势 跨坐在继销的身上 但是手上的动作 却充满杀鸡 了解了经过以后 魏清雨有点 不好意思地道歉 魏清雨低头看了一眼继销 他一言不发地收回了茧子 起身从继销的身上下来 一双匀称雪白的长腿 划过了季销的视线 那圆润的膝盖 还因为方才的 贵坐微微泛着粉红 不愧是女主啊 昨晚的事情谢谢你 这个人情 我会还你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走了 他不知道 昨晚季销脑袋里 哪根弦坏了 没有折磨自己 但是心中警惕着季销 不愿意他在同一空间 多待一遥 说罢就不坐停留 朝门口走去 季销一想到 魏清雨要回那个破烂杂物间 连忙伸手拉住了魏清雨 阻拦到挨别回去了 以后你就住这间卧室 目光猛地看到 魏清雨的眼瞳 他的脚步一下就停住了 我把他咬伤了 他没有折磨我 季销还要把这样好的房间 给自己住 他又想干什么 是为了给我养好伤 在折磨我吗 季销清楚地 看到了魏清雨眼瞳中的差异 他意识到自己这个行为 又不符合原主人设了 硬着头皮到 让你住你就住 哪那么多废话 他这是有什么阴谋 是想让自己先把伤养好 然后再继续折磨自己吗 先让自己沉沦这样好的环境 然后再一下 把自己拽进地狱 猛地季销 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魏清雨的唇角 瞬间就落了下去 你那些东西 我会让人给你收拾了送来 这一身伤 别走半路上摔死了 他倒要看看 这位季大小姐 还会使出什么样的招数 季销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第一件事 就捂着自己的小心脏 吓死我了 坏人好难当啊 他真的不是一个 当恶人的料 光是对着魏清雨 说的那两句话 就让他腿都要软了 抱着自己 亲爱的枕头 还在忐忑不已 自己刚才应该表现得 很像原主吧 没有让魏清雨看出 自己有什么不对劲吧 他真的是捣了血眉 川叔拿到第一反派的剧本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 还是未来会黑化的女主 她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 即将大肆毕业的 未来高中人民教师 简直是一个大写的惨啊 上集说到 我们的女教师 穿越成了大boss 回忆一下结局 觉得自己的人生 就是大写的惨 不过好在穿越的比较早 一本正经的分析到 现在正处于 魏清雨家破人亡 寄居即家的第一年 原主才折磨了 魏清雨不到半年 甚至连致命的 第一次临时标记 都在昨天被自己阻拦了 也就是说 一切还有救 魏清雨对自己的仇恨 还没有到 一定要追杀自己 到天涯海角的地步 继销兴奋地摸了摸 自己脖子后面的腺体 好痛啊 果然腺体是 ABO世界最脆弱的东西啊 突然觉得 在魏清雨被临时标记之前 传过来是多么的幸运 砰 哗啦 一阵什么东西 摔到地上破碎的声音 从一墙之隔的旁边房间传来 你算是什么东西 还敢在这里砸碗 真以为自己 还是大小姐呢 女佣尖锐的声音 钻入季霄的耳朵 将她从恐惧的情绪中拔出 她这才想起 隔壁房间 不正是魏清雨的房间吗 季霄赶到魏清雨房间的门口时 就看到两个女佣 掐着腰骂骂咧咧的 指着被她们暴力 扯到地上的魏清雨 干什么呢 吵死了 是魏清雨 她不仅不合成医生 给她开的药 还把碗给摔了 这两个女佣 愤愤地指着魏清雨 魏清雨则倒在地上 头昂着 那双青绿色的毛子 始终毫无波动地接受着 这两个女佣的乌言会语 这些耻辱 我早晚会还给你 季霄 屋外的蝉鸣 依旧叫嚣着这个夏日的炽热 季霄却感觉自己 紧厚的腺体 隐隐作痛 妈的 我的腺体怕是保不住了 小姐 你可要严惩魏清雨啊 你看她越来越放肆了 季霄靠在门框上 看着这两个蠢货 把所有的错事 就堆到了魏清雨的头上 依我看越来越放肆的是你们吧 看着两个庸人 季霄就头大 她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这种 给自己反向充分的庸人 妈的刷点好感 不如你们败得多呢 搬弄是非 也不学点高明的手段 无疑 把他们赶出去 免得成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看得我心烦 季霄学着原主的口气 任性又随意地打发道 小姐 这无疑有些迟疑 这两个人虽然蠢 但平日最得季霄的心 这怎么忽然就厌烦了 季霄偏头 看了无一眼 恐吓到怎么你也想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无疑忙否认 一手一个 连两个女佣求饶的机会都不给 就令他们离开了 上级说道 我们的反派大人 为了女主把庸人都辞退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增加点好感 无疑想着 他们家小姐向来殷勤不定 看来以后 对魏清语还不能轻慢了 等等 无疑闻声忙停下了脚 即消止了只一片狼藉的地上 叫人收拾干净 再煎一碗要过来 是 伸手去掺魏清语 但是也被冷冷地拒绝了 季霄则翘着二郎腿 监工似的看着新进来的庸人 给魏清语收拾她的房间 心里想的却是 我可要好好地盯着这些人 别偷偷地折磨 我们女主大人 阳光微微偏移 还没有到正午 旧拙的人睁不开眼睛 魏清语依旧笔挺地坐着 手里捧着一本厚重的书 乌黑的长发垂在她的脸侧 苍白阴郁 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危险 又脆弱的病态美感 季霄怎么还不走呢 还在想着 折磨我的招数吗 季霄偷去着 心里在想 我做了这么多 有没有 简轻一丝丝 她对我的敌意呢 忽而 魏清语青绿色的眸子 猝不及防地抬了起来 跟偷去的寄箫撞了一个结实 那双眼睛里写着厌恶 写着警惕 更写着对自己滔天的恨意 看来并没有 好像还更讨厌了一点的 无疑很快就捧来了 温度适宜的中药 毕恭毕敬地端到了 魏清语面前 魏小姐 趁着温度适宜喝了吧 不然待会凉了药效 就没有这么好了 魏清语 轻抬了下眼 语气平淡放着吧 待会我会喝的 看来 她警惕自己送给她的一切东西 只是这样 真的是用来给她调理身体的 季霄觉得自己好难啊 她对无疑摆了摆手 那先下去吧 喝了 季霄推了推药碗 学着原主的口气命令道 果不其然 得到了魏清语的无视 她抬起头 注视着季霄的眼睛 声音漠然 我待会会喝的 怎么 怀疑我会在里面给你下毒 季霄使用激将法 我这么卑劣吗 魏清语手顿了一下 轻蔑的抬眼 分了两分视线给季霄 那青绿色的毛子 前所未有的平静 安静得像是一潭死水 季霄在里面 读出了两个字 是的 为什么我好心给她送药 她竟然会觉得 我会下毒 我是那么卑鄙的人吗 事情还要送昨天说起 看到她的伤势 我找医生给她开了不养的药 魏清语竟然不知好歹 不领情 还怀疑我的用心 于是 季霄心一横 在魏清语的视线里 拿过了那碗药 养头喝了一大口 全当给自己也补一补了 真的太苦了 季霄被苦到表情失控 却在意识到 魏清语还在自己面前的下一秒 极力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 她将自己尝过的药 推到了魏清语面前 强做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我说了没毒 魏清语看着面前药碗里 荡起的微微波纹 表情有一秒的微症 季霄这是在干什么 亲自试药 只为了给自己证明 这碗药没有问题 给 料你也没有本小姐这么厉害 说着季霄 就下意识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颗糖 拍到了魏清语面前 赶在自己表情 再次失控前 大步离开了魏清语的房间 魏清语起身 拿过那碗季霄 证明过没有问题的药 将他倒进了一旁的绿植中 纵然这碗药没有问题 他还是不能放下 对季霄的戒心 魏清语默然地站在小桌前 想要将糖果丢进垃圾桶里 却鬼使神差地 将这颗糖放在尼端 淡淡的桃子酒味 从糖纸的缝隙溜出 小女孩稚嫩的声音 从她的耳边响起 拿 给你颗糖吃 我爸爸说了 吃了糖就不苦了 就这样 时间来到了开学的日子 用过早餐 季霄在车上 看到魏清语 从车窗外 背着一个蓝色帆布书包 身形笔挺地掠过 朝别树前的小路走去 季霄 无法无视他 就这样走掉 对前方的司机命令到 停车 司机闻声 迅速将车子平稳地停了下来 黑色的车身 探出一只玉白的手臂 季霄扶在车窗上 冲后面的魏清语昂了下下巴 上车 真是的 明明腿伤还没痊愈 快上车 他靠着座椅 一副吊锒铛的二式组样 今天本小姐心情好 快点 魏清语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今天既然上车了 没有防备我 魏清语的到来 让本就安静的车内更加安静了 两个人 中间不到二十公分的距离 就好像两个世界 司机的心态都要崩了 好尬啊 我要下去 夫妻是同床一梦 他们两个现在 也是个怀心思 明明是那么出色的人 远主继销为什么那么讨厌他呢 而魏清语心里想着 今天这么好心 是不是又在想着 怎么折磨我 你们相信吗 刚穿越过来 我们的大boss就迎来了大危机 别想歪了 就是一场考试 故事还要从开学说起 车子终于快到学校了 司机都松了一口气 气氛太冷了 车子很快就停在了继销 跟魏清语就读的师大附中门口 虽然师大附中是功力高中 却是A市内公认的附加子弟聚集地 车子停好后 魏清语并没有等继销一同进校 他物资背上他的帆布书包 身姿笔挺地走进了校门 继销想让魏清语等一下 魏清语好像没听到一样 走进了校园 一道阳光穿过身后的梧桐树 落到从车上下来的继销眼上 哟 今天小姐怎么跟魏清语一块来的呀 一声带着些调侃的声音 从继销的身后传来 继销回头一看 一个裙子卷到膝盖往上 一个手掌长度的女生 正跟另一个女生笑着朝自己走来 那一头如海藻般卷曲的长发 被风吹得微微浮动 张扬似火 在暑假继销用手机 恶补原主身边的人物关系时 她就注意到了这个 经常在空间发自拍的女生 她叫琪琪 是个阿尔法 也原主最好的朋友 而她身边 那个女生是房一鸣 也是个阿尔法 是仅次于 琪琪的原主的朋友 不行啊 继销用原主的口气 咱问道 当然可以 不过今天有分版考试啊 你要加油 努力啊 不过也不用压力太大 别倒数了就行 反正第一 肯定是魏清语 继销看着手机里的考场 分布名单 来到了高一一般的门口 看着考场里 熟悉的身影 由衷的感叹 太厉害了 在原主的折磨下 竟然还能保持班级第一 就在胡思乱想间 听到老师说道 这位同学 请你回到自己的座位 马上就要开始考试了 坐在座位上 季销心想 他一个高中预备艺数学老师 分版考如果考倒数 岂不是很没面子 不过看到试题的那一刻 心态都崩了 小明的爸爸是个β色盲 拥有色盲基因报 母亲是个欧米家 拥有色盲隐性基因欧米家 请问小明 有几率分化成α吗 小明的妹妹色盲的可能性 并写出推理过程 季销感觉自己的眉头 都要皱成一团麻花了 还是看不懂这个题目 为什么当生物附加 ABO属性后 基因变得这么复杂了 第一天上学 季销就感受到了 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季销 感觉自己的眉头 都要皱成一团麻花了 还是看不懂这个题目 为什么当生物附加 ABO属性后 基因变得这么复杂了 夕阳西下 暮色衬得季销的背影 格外萧瑟 他一雪前耻的宏图大智 被生物捶得一败涂地 司机看到季销进来了 立刻启动了车子 刚才魏小姐走路回去了 要去追他吗 司机道 季销听到司机这么说 竟没来由地松了一口气 他现在心情有点不好 一点也不想面对这位大魔王 摆了摆手示意到司机 可以直接回家了 这时候叮铃铃手机响起 一看是好朋友琪琪的信息 怎么样啊 好的好吗 烂透了 你也不用太沮丧 我数学最后 那俩大题都没写了 房一鸣安抚道 季销看了眼房一鸣 说道 我的生物 乐观估计 分数应该在个位数 房一鸣 跟琪琪哑然 他们知道 季销原本就学习不好 没想到 这次能这么的不好 琪琪只能干巴巴的宽慰 倒也不用这么悲观 其实季销住的别墅区 距离学校很近 走路也就十来分钟的路程 季销走进房子的时候 正好碰上走路回来的魏清雨 她的走姿还是有些勉强 一路走来 额头上敷着一小层细腻的汗珠 季销糟糕的心情 已经缓和了些 现在 看到魏清雨这样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她记起了上午发生的事情 刚叫了一声 喂 就听到魏清雨 先踩一步 对身后的人打招呼 季叔叔好 季销抬头 就看到正对玄关的客厅里 正站着一个身形挺阔的男人 季销也不认识这个人 听见魏清雨叫季叔叔才意识到 面前这个男人 就是他在这个世界的 阿尔法便宜爹 季销云 也就是那个背信弃义 将好友 留给自己女儿的遗产 据为己有的伪君子 潇潇 你今天跟清雨一块回来的 季销云关切地问道 季销看着面前这个男人 心里满是对他的厌恶 礼都不想礼 可是碍于他现在的身份 没办法只好回答 没有 回来的时候碰上了 季销云很自然地 坐到了他身边 爸爸也是今天回国 才听说 你把那两个女佣开除了 怎么回事 他们惹你不高兴了 跟爸爸说说 季销看着身边 这个陌生男人 身子一僵 大哥 你凑得是不是太近了 今天 见到自己 在这个世界的 便宜老爹了 看着 还是人母狗样的 听到老爹 问词退女佣的事 想起这两个 给自己反向充分的人 季销就有些无语 头也不抬地敷衍到 没什么 就是烦了 话从口出 季销才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语气 有些不尊重人了 他对面的 可是他的便宜爹 只见季青云闻声 皱起了眉头 沉了一下 大手一挥 烦了就换 说着 他就揽住了季销的肩膀 一边讲道 你也长大了 我把你每个月的零花钱 涨到三十万 你想吃什么 玩什么都自己做主 开心最重要 季销听到脑袋里 响起了一阵金币 哗啦啦倒入口袋的声音 他觉得自己这辈子 都不一定能一次性 见到这么多钱 嘴上却说着 不用不用 刚想起来 原书中 季青云 是一个女儿奴 要不是他灌着季销 原主也不会那么无法无天 骄纵傲慢 季青云见季销没有回答 像是明白了什么 嗯 三十万是少了 还是六十六万六千六吧 吉利 季销从三十万的巨款中 缓过神来 差点又一脚 掉进季青云口中的四个六 扶着季销的肩膀 季青云说 不用给爸爸省钱 爸爸的 以后都是你的 你花你自己的钱 不用这么客气 最近市场行情好 家里的新项目 又赚了不少 放心花 季销看着季青云 这么豪爽的样子 忍不住扯了扯嘴角 爸爸 这新项目 其实是 魏清与爸妈的遗产吧 男人的手 带着一些厚重 贴在季销的肩头 满是潮湿的热 再加上季青云 这一番猛汉柔情 让他格外不适 挣脱便宜老爹的手 说了一声 我饿了 我去吃饭了 结束了尴尬的交流 季销看着餐桌上的 两幅餐具 鬼使神差地 看了一眼二楼 那扇紧闭的房门 心情有些微妙 考试日 消耗大 一会想办法 给魏清与弄点吃的 季青云却在此时发话了 无疑 怎么不叫清与下来吃饭 无疑推诿到 魏小姐好像有些不舒服 季销看着自己 对面这个父亲 突然觉得 他还有点良心 魏清与 其实一直都在门后 听着楼下的对话 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魏清与伸手 重新按了一下 贴在自己线体后的意志贴 让他更贴实地贴住 走到楼下 果然是躲不过 再怎么样不想面对 魏清与 还是下楼来吃饭 清与 好久不见 快坐下吃饭吧 季青云看着魏清与下楼 面容更加和善了几分 魏清与 恩了一声 坐到了季销身旁的位置 季青云也不恼 自己给自己台阶道清与 还是跟潇潇关系好 他看着沉默用餐的魏清与 不知道 如此厌恶自己的他 为什么会坐到自己的身边 餐桌有些安静 很多时候 都是季青云自说自话 今天的分班考试 都怎么样啊 没人搭理他 季青云的每一次发言 魏清与都正正好好的 往自己嘴里塞一口饭 仿佛就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吃饭机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餐桌上的气氛 逐渐诡异起来 甚至于在某一瞬间 季销闻到了一阵 分外突兀的香气 像是雄鹿身上的 摄香味道 却又纯度不够高 闻着有些令人作呕 他表情困惑地抬起头 却注意到 季青云看向魏清与的脸上 那心怀不轨的笑意 那低纯度的雄鹿摄香味 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季销终于知道 魏清与为什么 宁可坐在自己身边 也不坐在季青云那里了 合着他这个 看起来人母狗样的便宜爹 居然是个 基于自己好友女儿的死变态 而且还一点都不顾虑 正在自己面前 坐着的阿尔法女儿 人渣变态臭流氓 季销在心里疯狂地 骂着季青云这孙子 耳边却传来了 哒的一声 筷子敲击盘子的声音 魏清与低着头 长发垂下 遮住了他的半边脸 靠在桌子上的右手 虚虚地握着筷子 葱白的手指正微微颤动着 季销知道他 这是被季青云的 性吸塑影响到了 怎么 清语看来 真的有些不舒服啊 要不这样 叔叔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季销当时心里一紧 他季青云想的是什么 他还能不清楚吗 这孙子 是想把魏清语带出去 行不轨之事吧 说着 季青云起身过去 带无力反抗的魏清语走 臭流氓直接就开始上手了 而这时的 魏清语被性吸塑影响的 已经不能思考了 万分危机的时刻 季销忙抬手 按住了魏清语的手臂 你哪里不舒服了 我怎么没看出来 季销扬声道 魏清语抬头看了季销一眼 青绿色的眼瞳中 写满了冰冷的警惕 季销继续到位 别在这里 给我装可怜 今天考试 我还有些题要问你呢 你得给我一道道 都讲明白了 别想着装病躲过去 季青云对自己女儿的意图 十分不解 柔声问道 你真的没事吗 清语 季青云 他无法辨别 季销这话的目的 只是相对于 跟着季青云 去那所谓医院检查身体 他更愿意留在 他较为熟悉的家里 有人知道 季青云的结局吗 评论区告诉我 我太想抽他了 表个脸 上集说道 季青云要带魏清语去医院 被季销给解围了 季青云 对自己女儿的意图 也十分不解 柔声问道 你真的没事吗 清语 魏清语强称着声音 语调如常的 嗯 乐医生 我在家休息一下就好了 季销见状松了一口气 可道 那还不回 你房间准备去 我可没有耐心 等你思考半天再给我讲 好 魏清语咬了咬牙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是S级的欧米家 很容易受 阿尔法性吸塑的影响 魏清语扶着 通往二楼的楼梯 远离季青云的性吸塑后 他恢复得很快 现在心头的煎熬 已然消解了大半 魏清语下意识地 摸了摸紧后的抑制贴 他还从来没有过 像这样的情况 就好像身体里 还有另一个阿尔法的性吸塑 奋力地跟季青云的性吸塑 缠斗着 护着自己不被他影响 另一个阿尔法的性吸塑 魏清语陷入了沉思 一步留神脚步就迈空了 他感觉自己脚下一滑 就要扬倒过去 下一秒 一双清秀的手 却搭在了他的腰迹 将他牢牢地护在了怀里 季消面无表情地看着魏清语 道 看在你给我讲题的份上 我跟你上去给你画个范围 你自己站好 我可松手了 季消提醒道 魏清语不动声色收回了视线 轻声道 谢谢 你好好走路 就是对我最大的谢谢 别老是麻烦别人 季消说着 就将手抄进了一侧口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魏清语望着季消向上走去的背影 青绿色的眼眸 第一次闪现出了不一样的情绪 夜晚如约来到魏清语的房间 情急之下 想到的这个办法 可是要和魏清语独处 谁能来救救我 他从书包里随便抽出了 张今天考试的卷子 在上面胡乱地画了几个圈 扔给魏清语说道 你先看 我玩会儿 这粗鲁的动作 让魏清语眉间隐隐有些不满 但很快就消散了 季消全然没有注意到这点 抖着腿 打量起了魏清语的房间 季消看着魏清语 放在床头的一盏精致的小夜灯和绿植 心中感慨 纵然身处环境恶劣 魏清语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体面 不放弃生活 还真的挺让人佩服呢 贵冷漠果然是棒棒的 拿到地狱剧本会怎么样 今天我们的大boss季消 就演给你们看 他给魏清语解尾以后 来到他的房间 看着魏清语放在床头的绿植 心中感慨 纵然身处环境恶劣 魏清语依旧保持着过去的体面 没有放弃自己的生活 令人钦佩了 可以开始了吗 魏清语的声音冷淡地从季消身侧传来 只是令季消想不到的是 魏清语的第一句话 不是讲解题目 而是一句质问 这个题 你确定不会 季消看着魏清语指着的倒数第二道选择题 心脏骤停 真是要了命啊 他拿来的 居然是他答的最完美的数学卷子 季消看着空白的卷面 点头反问道 对啊 怎么不行吗 魏清语没有说话 那双青绿色的毛子 像是能动穿谎年一般看着季消 他反手将第二张卷子拿出来 郁杰式的手指 落在最后一个大题上 那你告诉我 这道题你是怎么算出来 季消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魏清语看了季消一眼 毫不留情地拆穿道 不要装了 这些题你都会 你想干什么 说吧 我只是想帮你摆脱季清语那个人渣 你信吗 园主之前对魏清语那恶脸 就算说了实话 怕是他也不会行 兴许还会觉得自己又是在耍什么花招 季消看着面前卷子上的解题步骤 意识到自己又一次将自己哼了 这卷子可不是重要 吃下去也证明不了他的清白 当当 屋的房间里传来两声敲门的声音 无疑站在门口 小姐再麻先生有事要走了 小姐下去送送吧 季消灯时 宛如握到了救命的稻草 蹭的一下站起来 好 他第一次感觉季清语这个人渣还有点用 飞也是地逃了 魏清语知道这张卷子是季消自己做的 所以也更疑惑 他为什么让自己给他讲多会的题 难道只是一时兴起为了羞辱自己 那为什么会在自己拆穿他食牙口无言 而不是同一网样 抱起给自己一巴掌 仔细想 季消提出要自己给他讲题这个要求 是季清云要将自己从家里带走时说出的 那个时候 季清云这个无耻的阿尔法 释放了他的信息素 要带走自己的目的根本不纯粹 他可以确定季消这个阿尔法 也绝对闻到了季清云的信息素 释放信息素 无理地将自己赶走 季清云计划落空 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推断 季消让自己给他讲题 好像是要替自己解围 上集讲到 昨天给魏清语解围了 不过好像又给自己挖了个坑 我也真是个人才啊 一日天朗气清 走在校园的走廊 季消没来由地有些低落 魏清语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情 更厌恶自己了 甚至连跟自己坐一辆车都不愿意了 早上好呀 琪琪依旧笑容名艳又张扬 从身后拍了一下季消 对季消打着招呼 早上好 季消也露出一个格外元气的笑容 走吧 听说已经放榜了 是生是死咱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琪琪说着 就拉着季消 就朝一楼天井的公告走去 房一鸣已经等在了公告前面 小姐快点 咱们一块找 他们三个来得有些晚了 公告栏前已经为了很多人挤了半天 才挤到了最后一栏 季消拿不准自己的成绩 便跟房一鸣一起 在最后一栏寻找起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 季消的耳后传来了一些 稀稀苏苏的对话 是他吧 他不是不学吗 怎么考这么高 不知道啊 不会是作弊了吧 就这时就听见 琪琪的声音就从公告栏的另一头传来了 喂 季消 要说了你他妈怎么考了年纪第三十五 你这要进实验班了 季消站在原地正中 他忙朝琪琪那边走去 却看到自己的名字的的确确写在数字三十五的后面 他的成绩格外漂亮 语文一百二十一 数学一百四十七 英语一百二十三 物理九十一 化学七十六 只是那该死的生物 达了个数学的零头七分 赤条条地站在一堆雪霸中间 显得格外突兀 你拿手机进去了 琪琪戳了戳季消 我要是拿了手机 我的生物就不会考七分了 季消望着自己的成绩 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 是啊 他要是拿了手机还考七分 这得傻到什么地步 万一是抄的周围人的呢 大哥 他倒数第一 周围的人也是倒数 你看看他数学多高 TMB差三分满分 周围的人听到季消的话 纷纷议论了起来 并在他是自己考出来的 跟作弊抄来的之间反复横跳 这时 一个欧米家 从教导处走了过来 他扯了扯季消的袖子 小声道 季消 孙主任让你去一趟 教导处办公室 声音落下 周围一片寂静 大boss被质疑了 会不会反击 还是会忍下来 有点小期待呢 刚刚一个欧米家 来叫季消 说刘主任找他 刘主任 是学校里 出了名的古板严格 格外针对季消 这种不学无数的顽固 尤其是这一次季消 还考出了这样奇怪的成绩 还不知道他会怎么为难季消 季消推开门 走了进来 刘主任坐在办公桌前 一旁的沙发上 坐着几位季消 并不熟悉的老师 几双眼睛盯着他 扑面而来的不友好的气息 向他涌来 这是要审犯人吗 季消来了 过来吧 为首的刘主任示意 季消过来 好 季消点点头 不卑不亢地坐到了椅子上 兴许是少女表现的 太过正气 房间里突然诡异地 安静了下来 一位女老师 轻咳了一声 道 季消 根据你这次的成绩 我们可能需要 对你做一个测试 换班的事情 你先暂且跟着原班 等几天结果出来 再说去实验班的事情 可以吗 他说得极其委婉 季消却听得明白 等几天 季消反问道 如果我在接受测试 考出的成绩 该怎么评定 如果我的水平 就在能进入实验班的水平 你们该怎么补偿我 在等待结果的时候 所经受的其他同学的非议 季消又继续问道 刘主任抬眼反问道 季消 这真的是你考出来的吗 是 季消笃定地回答道 季消同学 做人要有羞耻心 不要以为自己的小聪明 能瞒得过所有人 考场里面有监控 只要你看过 就能知道 我没有作弊 你们好歹 也是为人失表 这样的随便怀疑 就不怕伤了学生的自尊心吗 为什么就 没人相信我 此话 一出全场安静 我真的是自己考出来的 但是谁能给你证明啊 我能证明 一声清冷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为清雨手里拿着一张卷子 身形笔体地站在门口 怎么会是她 办公室中 所有老师的眼睛中 都闪着诧异 就连季消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清雨啊 你可是好学生 不要被计消这样的插声带坏了 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质疑 我的时候 魏清雨挡在了我的前面 帮我挡下了所有的冷言冷语 和嘲讽 魏冷漠 你就是我的英雄啊 我能证明 计消不是插声 魏冷漠会不会是对魏清雨最大的误解呢 因为有事的时候 她是真上啊 真的有担当 在一群老师 围攻计消的时候 她会勇敢地站出来 大声地说 我证明 那一刻 我都有点泪目了 不是 恋爱文吗 怎么把我弄得热血沸腾的啊 所以 姐妹们 别听那么臭男人说什么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 我就是比较慢热 比较稳重 比较理智 都是扯淡 就是不够爱 真的爱了 去TM的理智 好了 私货夹带完毕 上级说道 魏清雨说我作证 继消不是插声 刘主任眉头促起 她没想到 自己向来喜爱的 好学生会替这个作弊的 插声作证 你说 你可以证明 你怎么证明 这个 说着 魏清雨就将手里的卷子 放到了刘主任面前 那是昨天 季消落跑后 落在魏清雨房间的数学卷子 第二页的大题上 还写着她简略的解题步骤 这是季消昨天考试的数学试卷 这上面的笔记 可以证明 这是她的思考过程 如果是作弊抄袭 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 可以拿走的卷子上做痕迹 那声音轻冷寡淡 却又富有力量 其他老师听到 也觉得很有道理 窗外一阵风吹来 带着清雨身上的薄荷的清香 清澈冷静 让人生那么的安心 卷子上的解题步骤 如果也是 假 还没等刘主任说完 就听到 一声敲门声 哎呀 我说主任 怎么绑这么快就放了 不是说等我来 学校咱们再讨论吗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也从门口传来 一个衬衫 半扎在裤子里 领带记得松散的男人 懒洋洋地扶着门框 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 他看来有些不修蝙蝠 头发也乱糟糟的 像是个鸟窝 这是位清雨所在的 实验班的班主任 风铭 小风刘主任 有些诧异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怎么可能 我昨天晚上 联系老师 帮忙看着孩子的卷子 搞得有点晚 今天早上起晚了 说着风铭 就毫无掩饰地 打了一个哈欠 奇怪的是表面上 看起来这么不修蝙蝠的 一个男人 呼出的气息 却有着淡淡的古龙水味 来 清雨 这张卷子 是你带来的 你来说 上级说道 魏清雨来给继销证明 不过好像也是分量不够 这时他的班主任 风铭赶到了 而且 针对继销的这次审查 好像还有不一样的意味 来 清雨 这张卷子 是你带来的 你来说 魏清雨点点头 继续接着风铭打断的地方分析道 我们可以看卷子 最后一题的第一问 他先用了这个公式 直接省略了证明垂直的步骤 然后再带入的这两个公式 直接就出来 这条边的边长跟角度了 跟网上所查到的步骤 全然不同 魏清雨的声音轻轻 有条理又理性 继销悄悄抬抬头 看向魏清雨 第一次 在自己在场的时候 没有看到 他眼瞳中的警惕与厌恶 青绿色的眼眸 写满了专注与认真 第一次继销感觉到 魏清雨是个多么可靠的人 风铭接着说 然后生物我看过了 这孩子的生物 也是写得满满当当的 知识没有考虑 悲态以外的组合情况 这才导致他只考了七分 你这不行啊 复习功课 只记住了最容易的 这今年的会考可很危险 风铭说着 就毫不收力地 揉了两把计销的头 揉得它 马尾都不知能了 刘主任 看着摆在面前的事实 紧领着 纯坐回了自己的椅子 心里似乎还在打算什么 可是 风铭见状 忙打断刘主任 接着说道 而且主任 这一次 成绩进步很大的不止 有纪销艺人 还有刘美娜同学 她从年级中游 一下进步到了 年级前36名 而且她的答案根 后面还没说出来 就被刘主任 匆忙打断道 她的情况我知道 暑假她妈妈 给她请了一个 家教补习过 小风啊 我们还是要相信学生的 纪销看着两个人的样子 傻子也知道什么情况了 刘美娜 刘主任 这两个人怕是有什么关系 风铭就顺着她方才的话讲道 既然主任都这么说了 要相信学生 那这件事 不如就到这里 刘主任抿了下唇 看着面前 季销的卷子 板着脸点了下头 好吧 额脸 那我这就带他们回去了 风铭说着 就带着季销同位 金鱼 两人出了办公室 上级班主任出马 把两个小坏蛋给接了出来 明媚的阳光 洋洋洒洒地扑在连廊上 晒得人觉得心里舒畅 风铭打了一个哈欠 对季销道 你们先去新班 我回办公室 睡会 为了你这孩子 昨天我可以熬了一个大夜 以后 在我班上可得乖点 季销感激方 抬风铭为自己证明 爽快地点了点头 老师放心 风铭点了点头 抬脚朝另一边的长廊走去 长廊里只剩下了季销 跟魏清宇两人 悠悠的风 徐徐穿过连廊 聊起魏清宇的长发季销 看着两人不断拉开距离的影子 心绪复杂 虽然他不知道魏清宇 为什么会来帮自己 但他知道 魏清宇对自己仍有劫 季销清敏了下唇 看着就要离开的魏清宇 带着园主的高傲免事道 谢谢你 那声音来得急促 又分外轻妙 就像是骤然 被风吹到空中的蒲公英 可是 落在魏清宇的耳中 却坠得他的步子 明显烧顿了一下 顽固如季销 傲慢如季销 竟然也会有一天对自己说 谢谢 魏清宇轻眨了下眼睛 突然有些看不懂面前这个人了 季销敏锐地察觉到 自己这个有些偏离人设的行为 让魏清宇起疑了 他一手抄近口袋 昂起下巴 找不到 怎么本小姐跟你说 谢谢 你还不满意 魏清宇微微醋眉 你不用谢我 我只不过还你昨天帮我的人情 那声音声冷漠然 眼神都没有分与季销半个 干脆地 将两个人之间 本就不存在的友好关系 摘得一干二净 季销闻言 震了一下 果然 自己昨天 帮他逃离季销云的事情 被他察觉到了 他这也太敏锐了吧 季销有一种 再跟魏清宇待下去 就会被他看穿的错觉 甩了下手 丢下一句 随你便 便大步扬长而去 魏清宇看着季销 逐渐远去的背影 神情晦涩 他只是不想欠季销什么 不想昨天的人情 会成为后面季销 拿着来一刀刀地 折磨威胁自己的借口 所以 在听风鸣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立刻拿着卷子 去了教导处 可是真的仅仅如此吗 魏清宇的心中 突然冒出了这么一个声音 转集又随风而逝 现阶段作者更新的漫画内容 我都剪辑完了 后面每周作者发新 我都会剪辑解说 喜欢的关注明天争取开心作品 魏清宇从隔间出来 心里一直在疑惑 季销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殷勤不定 顽固放纵 暴力自虽 世间所有负面的词语 魏清宇觉得都可以放到他的身上 也正因为如此 当他在隔间听到厕所门口 传来的那声 分外熟悉的声音时 才觉得分外诧异 他的脑海里 都是方才季销同那位同学 对质的声音 他说欧米加是令他敬佩的存在 他说欧米加不是阿尔法的猎物与奴隶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有着独立思想的人类 他带着他特有的说话语气 正义凛然地 呵斥着那个 在厕所对欧米加群体持轻蔑态度的女孩 每一句都站在欧米加的角度 条理清晰 坑腔坚定 就像是一位疏人君子 少女的眉间 攒起一座小山 这样的人 怎么能说出方才那样的话 魏清宇甚至觉得方才在外面的人 只是一个跟季销声音很像的同学罢了 忽而 少女涣散地同人一下 收回了焦点 在视线的中央安静地 竖着一支长玻璃杯 魏清宇一下就认出来 那是季销的杯子 真的是他 魏清宇犹豫了一下 拿起了季销落在洗手台上的杯子 走进了开水间 透明的玻璃杯 被放到了接水台上方的架子上 沉默着帮季销抹 除了他这个阿尔法 去过欧米加厕所的证据 哟 这不是魏清宇吗 真巧啊 呼的一声尖锐的女声 从魏清宇的背后传来 魏清宇心里不由地一惊 放杯子的手暗暗一顿 刘美娜 这个刘美娜同季销一样是个顽固 欺负人手段 却比季销还要下作 仗着自己大伯是教导处主任 经常在学校对同学进行校园暴力 很多同学都躲着他走 这么差一干什么 二楼没水 我就不能来一楼接水了 刘美娜笑着走进了开水房 一步一步朝魏清宇逼近着 可以 魏清宇生冷地达到 握着计消的杯子 佐诺一步躲开了凑过来的刘美娜 哪成想刘美娜早就预料到一样 伸手直直地握住了魏清宇的手臂 偏头看向她 哎 别着急躲我嘛 放手 魏清宇警告道 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刘美娜 即使发热期被季销关在小黑屋里 她也不曾畏惧半分 更何况是刘美娜 刘美娜冷笑了一声 将魏清宇的手腕紧紧攥着 讥讽道 怎么 季销碰得了你 我就不行 谁都不行 魏清宇冷冷地讲道 看来 季销这些日是忙于学习 没空折腾你 骨头都硬了 刘美娜说着用轻浮的眼神 在魏清宇的身上游走 英雄救美加分部 我觉得既怂怂和魏冷漠 好事将近 上级说道 在卫生间魏清宇遇见了刘美娜 刘美娜语言轻浮 看来 季销这些日是忙于学习 没空折腾你 骨头都硬了 刘美娜说着用轻浮的眼神 在魏清宇的身上游走 刘美娜轻视了一下唇半 别有用心地问道 你是不是还没有被季销临时标记过 这样吧 你让我尝一口你性稀素的味道 我保证你 一个月不被计消欺负 好不好 刘美娜说着 便朝魏清宇的耳垂吹了一口气 裹着橘子味道的气息 铺在魏清宇的耳廓 腐烂的味道 在魏清宇的鼻腔扑展开 你这什么表情 刘美娜看到魏清宇皱眉 心情很不爽 她那新鲜橘子的性稀素 被多少欧米加夸好文清新 怎么到魏清宇这里 反而是这副表情 魏清宇 强忍着身体的不适 沈笑一声 嘲讽道 看不懂吗 你让我很恶心 恶心 刘美娜眼睛里有了些怒意 刘美娜紧钻了魏清宇的手腕 将她强行朝自己拉近了些 怕是你跟季霄在一起久了 分不出好赖了吧 本小姐今天就亲自帮你掰回来如何 空气中弥漫着的腐烂橘子的味道 愈发浓重 魏清宇强撑着警告道 刘美娜 我警告你 在学校里随意释放性稀素 是会被刘孝查看的 刘美娜听罢 轻笑了一声 那我们就试试 说着 她就俯下身子 撩起了魏清宇后颈的长发 看有我大伯在 我会不会被刘孝查看 魏清宇感觉到自己 贴着意志贴的线体即将暴露 一直拿着计消水杯的手紧了几分 碰 一声清脆的响声 从开水房响起 惊起了窗外 停着的麻雀 一束的麻雀 击扎着阵翅高飞 藏在其他绿营里的鸟 像是连锁反应一样 扑扇着翅膀飞了起来 教室依旧安静 比肩磨过纸叶 发出稀疏的沙沙声 没有人注意到 远处开水房里发生的事情 除了继消 少女在写下 最后一个答案的时候 丢下了笔 她看着窗外 忽然飞起的大片 鸟儿心里觉得奇怪 她一边观察着 鸟儿飞来的方向 一边拿起了 放在桌子上的水杯 一伸手 却扑了个空 继消看着自己 本该放着杯子的桌面 猛地从椅子上坐直了 方才跟那个高一女孩 对峙的时候 她好像是把杯子 随手放在了 女欧厕所的洗手台上 要是被别人发现 自己一个阿尔法 去了欧米家的厕所 会被当成变态 叫家长IP的吧 继消脚步飞快 不消片刻 就从最西边的实验班 走到了东边的厕所 风从远处的窗户 吹过撩起少女的长发 急走之中 继消似乎还闻到了一丝 令她感到不适的味道 自己走时 还开着的开水房 分外突兀地关上了 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你敢拿玻璃瓶砸我 你信不信我 让我大波开除了你 闷尘的声音 从紧闭大门的开水间 传了出来 那令她不适的味道 也在这一刻 变得更明了几次 是阿尔法性稀素的味道 继消当即心中一紧 正义敢让她一脚 踹开了开水房繁琐的门 吼道 干什么呢 灰蒙着亮光的开水房里 瞬间被阳光涌进来 在里面的两人 纷纷朝继消这边看去 四目中皆是差的 继消 刘美娜难以置信地 看着站在门口的人 这人是谁啊 竟然还认识自己 等等她旁边的事 下一秒继消的目光 挪到房间的另一边 心脏直接漏跳了一拍 魏清宇正贵坐在一滩 泛着红色的水渍之中 手里紧紧地握着 半截碎掉的玻璃茶子 锋利的碎片 直直地冲着面前这个阿尔法 她被这个阿尔法的 性稀素压制 浑身颤抖 沾湿了的裙摆衬衣 贴在她的身上 狼狈无堪 只是 她依旧脊背挺直着 浑身散发出 大如恶鬼一般的可怖 继消寻着班牌后 去到位于一楼的实验班 刚走到门牌下 就看到 琪琪跟房一鸣抱着书 正朝教室后门走去 你们怎么过来了 继消颇有些意外 帮你换教室啊 琪琪道 我们俩都坚定 相信 这成绩是你自己考的 所以打算先下守围墙 房一鸣 对 就算刘主任不承认你的成绩 咱也一定要在 这实验班待着 刘美娜肯定是刘主任的什么人 准时和刘主任说了什么 不然她的破成绩 能到了36名 说不定这次是她 想进这个实验班 结果被你截胡了 这才找你麻烦 她看着 琪琪跟房一鸣 同仇敌忾的样子 心里不由的暖暖的 哪里还要去管这个刘美娜 季霄揽过房一鸣的脖子 笑道 谢了 来 把书搬进来吧 季霄说着 就进到了教室里 她无视着实验班 所有同学好奇的目光 竟只指向最后一排 靠窗的空位 那儿吧 你做这鸡脚嘎啦干什么 你还真被刘主任 从实验班里划出来了 琪琪紧张地问道 把你的心放回肚子里 本小姐现在 可是这儿八斤的实验班学生了 季霄拍了拍琪琪的肩膀 这个位置可是动漫里主角 常坐的位置 班上的同学文生 纷纷侧目讨论了起来 房一鸣的脸上 更是又惊又喜 拉着季霄问道 哎哎 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刘主任怎么相信你们 季霄码着书桌上的书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季霄 咱出去说 三人走到了教室外 季霄将方才发生的事情 给两人讲了一遍 琪琪跟房一鸣 瞬间震惊 两双眼睛都写着差异 什么 魏清宇 他疯了 要我 恨不得你被刘主任 记大过 赶出学校去 琪琪说 你跟魏清宇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 季霄苦笑 我倒想知道 我跟魏清宇发生了什么 他这么恨我 房一鸣只当季霄 再假装记不得 掰着手指头数了起来 也不知道 上学期是谁 掰断人家的二臂铅笔 故意撞掉人家打好的饭 琪琪继续补充道 还有把人家 关在厕所里泼冷水 把人家放在教室的白羽绒服 藏到了操场雪地里 还有 行了行了 打住吧 季霄听着一阵心惊肉跳 后颈隐隐作痛 别再说了 再说我的心脏 都要承受不住了 就这样 魏清宇今天还肯来帮自己作证 真的是大善人啊 完蛋又被抓包了 背后说人坏话 被当事人听到了 好尴尬 琪琪细数了过去季霄的行为 看着季霄脸上懊悔的表情 打拒到 怎么心疼了 知道自己过去 做的不是人事了 你俩暑假 是不是真的发生了什么案 我倒是听说过 欧米家会因为迷恋阿尔法的性吸塑 而对阿尔法改变态度 房一鸣抛给了季霄一个暧昧的眼神 迷恋阿尔法的性吸塑 迷恋到 差点把自己咬死那种 哎 你这里 我还没问你呢 怎么回事 琪琪说着 就指向了季霄脖子上 被衣领挡住的纱布 是不是暑假 你跟他 季霄心敌一紧 忙捂住了自己 还没有好彻底的伤口 不是他 他没有 别乱说 这个耻印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 自己 就彻底洗不清了 嘖嘖嘖 哪个他 他的性吸塑 是不是也把你迷住了呀 屁 季霄识口否认道 他的手紧捂着脖梗 假作不屑地扬言道 魏清宇那破性稀疏 对我都不起作用 不然 季霄觉得 背后一阵凉风窜过 那钻心的薄荷味 紧贴在他紧后的线体上 魏清宇 从走廊走来 正面无表情地 站在三人身后 表情比方才跟自己说话时 还要冰冷 魏清宇面无表情地 看着这三个聚在门口的阿尔法 眼底闪过一丝寒光 方才季霄跟琪琪他们的对话 他都听到了 抱歉 让一让 哪里还有比说女主坏话 被女主当场抓包 要尴尬的事情 琪琪跟房一鸣躲在 季霄的身后 一个耸字 大写加措地贴在脸上 堂堂A级别的阿尔法 能被一个欧米家下的软了腿 这两个人 还是第一次碰到 小姐 我们信你了 嗯 这水太深 不是你我能把握得了的 祝你好运 教室外禅明健若 丰富过浓绿的树 带下几片青黄色的落叶 季霄就这样 带着一份 极尽满分的数学卷子 跟个位数的生物 进入了实验班 成为了一名 被重点培养的尖子生 除了他听天书一样的生物课 高一的生物书 比他的脸还要干净 课本就在封面 洋洋洒洒地写上了 季霄 两个字 而后一片崭新 不知道 还以为是从书店新买来的书 季霄就像是在摸索 一个新世界一样 从零开始学习生物 累了 毁灭吧 他放下了手里的笔 拿着桌边的杯子 打算出去接杯水 放放神 这是他们实验班级部的特区 季霄慢吞吞地走着 远远地就听到 女A厕所与女欧厕所 中间的开水间 发出了一声清脆的 低一声的电子音 这表示方才课间 被接光的热水 已经烧好了 季霄笑了笑 难得自己运气这么好 冒着腾腾热气的开水 呼啦啦地注入季霄的杯子 掀起一阵水泡 季霄又把杯子挪到一旁 对了些凉水 悠闲地靠在门口 咕咚咕咚喝掉 享受着这难得的忙里偷闲 我觉得改变都是从小事 一点一滴开始的 对季霄的观感 也是慢慢地在改变吧 上集说到 季霄在开水间喝水 呼得一个小女生 骄纵的嗓音 从隔壁女欧米家厕所 传了过来 欧米家怎么能跟 阿尔法相提并论 他们连闻不到信息素的β都不如 是妥妥的信息素的奴隶 难道你不清楚吗 现在有了抑制剂 欧米家已经 已经什么 抑制剂也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好不好 阿尔法只要释放信息素 就算欧米家注射再多的抑制剂 都不管用 你不会不知道吧 可是天不遂人怨 纵然计较不想听 这两个人的对话 居又传了过来 他们渴求被标记 渴求被征服是 没有用的下等生物 厕所外间 洗手池前站着两个 穿着军训服的小孩 一看 就是还没有分化的高一学生 那个高一点的小姑娘 还在对自己的观点侃侃而谈 继消听着觉得好笑 双手抱胸 抑在了门框上 我说 你这么看不起欧米家 有本事别来欧米家的厕所呀 这声音带着些低沉 在安静的空间里 显得格外轻 两个女生被吓了一跳 文声立刻朝继消看去 高个女孩明显就继消不满 高声反问道 你谁啊 你管我是谁 继消答道 那你管我 女孩毫不示弱地反驳道 我说的又没错 继消打量了一下 面前的女孩 声音放得和善了些道 妹妹是择笑声的 女孩以为继消意识到 自己家里非富极贵 惹不起 便点头成认道 算你实相 继消笑眼弯弯地看着女孩 道 我就说嘛 这点常识都不懂 不花钱怎么进得来 你胡说什么 女孩被继消这一句嘲讽 戳到了废管子 小脸又气又骚 我胡说 继消笑着挑了下眉 阿尔法 β同欧米加是不可分割 平等共存的关系 不是政治必修的内容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考进俗中来 女孩被这个不认识的 高年级学姐教训一通 格外不服 反驳道 但是欧米加 就是容易被阿尔法的 信息速控制 这是铁打的事实 继消冷哼一声 带着些轻蔑与不懈反论道 你没上过必修课吗 难道阿尔法 就不会受信息速的影响了吗 女孩张了张嘴 竟然发现自己 被继消这句话对得有些哑然 没有谁高人一等 不管阿尔法 还是欧米加 都是一样的令人钦佩 而不是像你这种 以信息速论高低的野蛮原始人 女孩被继消这一通 说叫说的心里发虚 气急败坏 你先收拾吧 是不是有病 抬手就要给继消一点教训 继消盯着女孩 出于阿尔法的原始冲动 在这女孩抬手的下一秒 就将她的手死死地 扣在了一旁的水池台上 女孩有些怕了 无能叫嚣着 恐吓继消放手 你 你给我放手 你知不知道 我爸爸是谁 继消默然地看着面前的女孩 冷声道 我不管你爸爸是谁 她没教过你尊重人吗 学姐 你放开她吧 我们马上就要集合了 她本意 也只是要给这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二世祖一个教训 说吧就 松开了手 乔尼 咱们走吧 马上就要集合了 一旁的小姑娘 见状懒过女孩 忙到 那个被同伴 叫做乔尼的小姑娘 抬头狠狠地瞪了继消一眼 那写着不服的眼眶 微微泛肥 一旁的小姑娘 拽了她两下 乔尼这才 分外憋悶地 甩着手跟自己的同伴 离开了 继消目送这两个小姑娘离开 不懈地 歇 被一声 也抬脚朝教室走去 初秋的风轻 清爽爽地 吹拂过少女的面庞 将她并边的碎发吹起 添几分潇洒 在继消没有注意到的厕所内间 一扇隔间门 被人从里面轻轻推开 魏清雨眼神晦涩不明地 从里面走了出来 抽鸭的 抽她的嘴啊 继消 气死我了 上级说道 继消来到卫生间看到 魏清雨正贵坐在一滩 泛着红色的水渍之中 手里紧紧地握着 半截碎掉的玻璃茶子 锋利的碎片 直直地冲着面前 这个阿尔法 她被这个阿尔法的 性吸塑压制 浑身颤抖 沾湿了的裙摆衬衣 贴在她的身上 狼狈不堪 她深吸了一口气 质问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不知道 学校不允许阿尔法 擅自释放性吸塑吗 刘美娜觉得好笑 到几日不见 你继消居然开始 遵守校规了 她胆了胆 自己肩上的碎玻璃茶 靠在一旁的水杯架子上 理直气壮到 你家这个小贱人 我想帮你教育教育 谁知道她气性这么大 往我肩膀上砸了一杯子 疼死人了 你可带好好教训教训 魏清宇 听着面前这个阿尔法的 颠倒是非 眼瞳里又加了几分恨意 她声音音哑 我没有 只是这像是说给继消听的话 魏清宇一眼都没有看向她 她甚至可以预料到 继消会如何借着 刘美娜的这个由头 把自己关进小黑屋 然后狠狠地折磨自己一通 我知道 一声格外出乎意料的声音 从魏清宇的头顶传来 继消伸出了她的手 拉起了还坐在地上的心声 绝望的自己 魏清宇微微抬头看向继消 青绿色的毛子中 装满了不可思议 继消却没有注意到魏清宇的诧异 将扶着魏清宇起来 扬声道 是我让魏清宇来给我接水 不知道 怎么在某人口中 就成了鬼鬼祟祟做小动作了 她的确是不知道自己的杯子 是怎么落到魏清宇手里的 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 应该相信谁 继消你学傻了吧 你偏袒她 刘美娜愣住了 眼睛里写满了不解 怎么不可以吗 继消抬眼看了刘美娜一眼 眼里满是堂而皇之的厌恶 她本身就是个顽固 懒得跟烂人讲道理 继消不理会刘美娜还在缓冲 她对魏清宇这180度的态度转变 转身伸手捏住了魏清宇手中的玻璃碎片 声音放缓 咱先把这东西放开吧 怪瘆人的 乌黑的长发下 闪出一双写满戒备的青绿色眼瞳 魏清宇看着站在面前的继消 一言不发 刘美娜释放的腐烂橘子的信息素 还在空气中游荡 她做不到清醒的分析继消 这么做究竟有什么目的 手中的碎片刺破了她的肌肤 无端地向她压来钻心的疼痛 这既是她唯一反抗的武器 也是令她清醒的道具 她不能放手 不能松险 更不能将自己交给任何人 想到这里 魏清宇那握着碎片的左手 就又紧了几分 继消芒放开了 黏着魏清宇手中碎片的手 火鞋道 好了 我不抢了 你别钻这么紧了 则则这么多血 继消你不会是心疼了吧 刘美娜远远的观看着 继消脸上的表情 打趣道 她看着一地的玻璃碎片 极力压抑着这种冲动 沉声道 心不心疼与你无关 但是我警告你 离她远一点 什么 刘美娜震了一下 明显地感受到了 继消语气里的不满 扫心这位大小姐说吧 又看了眼位清宇 下次不要让我再抓住 那眼睛中 带着恐吓跟轻浮 涂烂橘子的信息素 故意地被她释放出了些来 而后她就像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自顾自地 朝水房的门口顶去 只是令刘美娜 没人想到的是 她以为她说结束 就应该结束了的事情 并没有如她所愿 你的暗下击数键 就在她刚转身的一瞬间 手臂被继消死死地扼住 你干什么 刘美娜看着被继消 紧钻着的伤势 不满地喊道 事情没完 刘大小姐 怎么就要走了 继消将放 那笑着的眉眼中 透着一股阴侧 刘美娜心里不由得有些发力 她强装淡定地看着继消 道 你什么意思 也为亲子道歉 继消冷声命令道 刘美娜觉得可笑 一边挣挫着继消的前置 一边吼道 她不过是个克斯斯基地 叶玛塔 继消听着她这阿渣话 眉头一皱 等钻了一下 被她的手指扣住地瘟 脆弱的关节 瞬间传来一阵猛烈的疼痛 刘美娜一句话没有说完 就哀嚎了一句 你有病啊 刘美娜好道 她尖锐的声音 像是要穿破人的耳膜 锋利难听 谁叫你不说人话 继消冷冷地讲道 你的小别孙啊 哎呀 疼死我了 哀嚎声再次响起 继消冷眼看着刘美娜 手里的力气又大了 S级阿尔法 爆发力极强 刘美娜这种养尊处优的 A级阿尔法 根本挣扎不脱 只得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手腕 被继消牵在手里 争鸣地疼痛遍及全身 道歉 继消再次中足道 继消还是靠谱 让我很解气啊 如果继消一直这样 保护魏清雨 魏就不会那么冷漠了吧 上级说道 继消让刘美娜道歉 刘美娜怒目原睁地 看着继消 宁可忍着这份疼 也不说一句话 离下课 还有三分钟 她想要熬到下课 逼继消不得不放手 可是时间不愿配合她 变得愈发慢了起来 刘美娜的额头上 秘密地支上了一层汗 抬头一看开水房的钟表 这难熬的时间 居然才过了半分钟 我道我道 而后她就像一个 被牵着的犯人 在继消 微微放松地手静下来 到了魏清雨身边 刘美娜紧咬着嘴唇 对不起 含在喉咙里 怎么都说不出口 嗯 继消鼻音哼了一声 刘美娜感觉 手腕上的疼痛 又重新袭来 畏惧地 忙将喉咙里的 那三个字丢了出来 对不起 那声音又急又促 刘美娜的自尊心 在这一刻 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继消却没有理会 刘美娜 而是询问着魏清雨 怎么样满意吗 厚重的云 慢慢飘过了太阳 金光不偏不倚地 落在继消的身上 思绪混沌的魏清雨 看着她 站在自己面前 青绿色的眼瞳 微微颤抖 方才 刘美娜被继消折磨的 全过程 她都听到了 这是她经历过 那些事情后 第一次在被人欺负时 有人 替她撑腰出气 继消见魏清雨 迟迟没有回答自己 拿出自己顽固的气势 踢了一脚刘美娜 声音再大点 这么小的声音 谁特摸听得见 刘美娜眼睛里 满是屈辱的恨意 却又不得不再次 妥协于继消的前置 就在 对 自刚要出来的那一瞬间 魏清雨打断了 可以了 魏清雨本来也对刘美娜 对自己的这个道歉 不作要求 她这样顽固骄傲 道歉只不过是 受胁迫的妥协罢了 只是 魏清雨吃力地撑着自己 看向那个 站在阳光下的少女 她没有想到 那个为自己讨回公道的人 会是继消 滚吧 继消说着 就松开了刘美娜的手 刘美娜猛地抽回了 自己的手腕 红着眼睛跑到了门口 她扣着门框 狠狠地留下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继消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去找我大伯 我让他把你开除 继消看着料了话 就跑得刘美娜 依旧是没有想起 他是哪号人物 他大伯 他大伯又是谁啊 欺负欧米加 还有理了 呸 没本事的东西 废物点心一个 真给阿尔法丢脸 继消碎碎念者 语气里满是对这个阿尔法的不屑 继消 忽耳 继消的耳后 传来一声魏清语的呼唤 那声音比方才还要轻 雷若无力地 像是从门外吹进来的风 继消忙转过身去 看向魏清语 却见他吃力地 扶着一侧的接水台 向来鼻挺的脊背也塌了下来 凌乱的长发被汗水打湿 黏在少女苍白的小脸 越是浓黑越是 趁得他毫无血色 继消知道 魏清语支撑不了多久 大步朝魏清语奔去 继消在魏清语腿软倒下的一瞬间 牢牢地接住了他 就在这时 那一直被魏清语 遏制在体内的薄荷胃性吸塑 失控地爆发了出来 糟了 他的发热气来了 魏清语 你发热气到了 继消难以置信地 看着瘫倒在自己怀里的少女 那浓烈的薄荷胃性吸塑 侵入她的身体 继消从未感觉到 自己的心跳如此之快 魏清语分外勉强地 从继消的怀里 撑起身子来 艰难地在唇缝里 哼出一个阴结 嗯 她方才就感觉 自己后颈处的意志 贴不起作用了 不过是 一直在用碎玻璃片 强撑着 刘美娜的离开 让魏清语紧绷着的神经 骤然放松 瀕临崩溃的线体 也在这次突破 临界点怦然爆发 你戴一只剂了吗 或者身上有新的意志贴吗 继消强忍着心间的悸动 询问道 魏清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摇了摇头 将手撑到了一旁的墙上 可是 魏清语现在哪里还有力气挣扎 她四肢发软 连推开继消的力气 也变得软绵绵 继消分外紧张地护着魏清语 一把扶住了又要倒下的她 过河的味道 铺了满怀 少女白皙的肌肤泛着异常的桃红 打湿的衬衫 激进透明地贴在身上 几下就勾勒出她纤细的腰肢 继消明白魏清语这是不信任自己 要是她是魏清语 怕也是不会信任一个长期折磨自己的人 她紧揽着 想要挣脱的魏清语 着急的声音 不由的音量变高 你想去哪里 你连点力气都没有 发热气的欧米加分外敏感 魏清语被继消这一声下的一颤 继消心间不由地跟着颤了颤 我见油脸也不过如此了吧 沉了一下 继消将声音刻意放缓了些 外面都是未成年的α 你这样出去 不是会引起骚乱的 我知道α的性吸素 可以缓解欧米加的发热气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舔一舔我的线体 继消讲道 他刚复习了生物最难的基因学 对这一类知识格外熟悉 这种行为的确可以起到 缓解欧米加的发热气不假 但是稍有不慎 α就会被欧米加挑逗 反压欧米加 继消看着魏清宇眼瞳中的警惕 但是这是短时间内 最快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 他扬作脑溢 怒道 怎么 你以为谁都跟刘美娜娜 你要稀罕你这破性吸素 我要想标记 还用得着绕这么一大圈子 我告诉你 本小姐可不是刘美娜那种 趁人之威的人 别把我跟她放一管 魏清宇紧掐着自己手心 看着继消在自己面前 表现出的羞恼 魏清宇看着继消 感觉到自己心里的躁动愈发浓烈 理智在逐渐走向崩溃 性吸素涌动成的波涛 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魏清宇的身体 像是要将她吞没一样 与其这样跟继消耗下去 自己失控 不如舔射了她的性吸素 让自己缓解过来 这样哪怕她要对自己做什么 自己也有力气反击 就在魏清宇要动摇的时候 继消聊起了自己紧后的长发 她扭过头去 毫无防备地将自己的腺体暴露给魏清宇 杨作耐烦 快点 一股鸡蛋的桃子白蓝地 味道也随之 散发了出来 魏清宇望着视线里 那颗比欧米佳药 小巧很多的腺体 纤细地脖梗上下滚了一下 她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提前剧透一下 这集有点甜啊 血糖高的谨慎食用 魏清宇微微张开嘴 探出了一枚全尺 几乎出于原始冲动地吻在了季霄的脖梗上 桃子白蓝地的味道 顺着魏清宇的舌尖滑入了她的喉咙 酒精的烈与白桃的清甜 瞬间布满她贫瘠的身体 凌烈却温柔地将她包裹住 填满了她心中所有的无力感 少女柔软的舌尖 勾起银成一滴的信息素 贪婪又满足地将她含入唇中 给季霄留下一抹挑逗般的微氧 她真的很想把这个逐渐放松警惕的少女压在身下 看了口气 任凭魏清宇在自己的心上肆意撒野 慢慢地 魏清宇感觉到那种 不受自己控制的无力感正在消退 夕阳明晃晃地挂在窗外 她也看清楚了这一世狼藉 还有被自己压在地上的季霄 在那纤细的脖梗中央 雷弱的线体被折磨得泛着红肿 上面还隐隐有一个小拳齿印 季霄真的就这样被自己舔视了信息素 少女的脸颊被熏得泛红 眼睛不然自然地眨了两下 谢谢 魏清宇轻声道 嗓音有些沙哑 季霄将手里的马尾便放开 重新垂在了线体上 举手之牢 两句话落下 开水房里迎着一丝尴尬 魏清宇沉默着从季霄的身上起身 勉强吃力地站了起来 发热期刚刚退去 魏清宇的身上没有一丝力气 她站得越久就越发觉得手脚无力 可她还是不能允许自己 在这里跟季霄待在一起 就在魏清宇耗尽大半力气 终于扶着墙壁站起来的时候 她感觉到自己身体的一轻 抬起脚的动作都变得容易了 一道修长的身影落在魏清宇的身上 真是没用的欧米家 季霄嘴里说着满是嫌弃的话 手却牢牢地搀扶住了摇摇欲坠的魏清宇 少女纤细的右手臂被一个坚实 而富有安全感的力量挽了起来 扶着她跨过了门槛 不用麻烦你了 她那一截而瘦弱的手腕被季霄脸着力气控制着 怎么也挣脱不得 先去校医院吧 季霄干脆无视了魏清宇的话语挣扎 自顾自地扶着她朝校医院的方向走去 魏清宇停住了脚 我要去校长办公室 季霄 你的伤口还没有处理 魏清宇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虽然血已经止住 但那钻心的疼痛依旧在持续 她不是不疼 只是一直都在忍 她不会让刘美娜就这样逃脱责任的 她要让那些伤害了自己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季霄将自己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披在了魏清宇的身上 先去校医院 我向你保证 不会让这件事就这样结束的 夏克林在教学楼响起 天井下停在树荫里的麻雀 被这声音惊起 扑扇着翅膀划过天空 魏清宇还是被继销带着来到了校医院 外科诊室坐诊的是一个年轻的女Veta 看到魏清宇左手手心的伤口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小同学 你这是怎么弄的 玻璃划伤 魏清宇回答道 玻璃划伤可不会这么深 是有人故意的吗 医生一边准备着消毒棉签 一边讲道 魏清宇单调的 嗯 魏医生 道 但这个伤是我自己弄的 还麻烦您帮我处理一下 这声音冷冷清清的 有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医生震了一下 拿起手里的棉签 行吧 既然你不愿意 说我也不问了 接下来会很疼 你忍耐一下 魏清宇淡淡地点了下头 将手心摊开放好 端正地坐在桌子前 任凭医生处理 沾着棕褐色点酒的酒精棉 慢慢地在伤口周围打转 不过一圈就被血迹染红了 既消忍不住 看了一眼一旁的魏清宇 却见她面容淡定 清冷的眸子安静地注视着 医生为自己清理伤口的步骤 没见 她脸上带一点痛感 不亏是女主 魏清宇是该拥有一颗 多么强大的心脏 过了一会 拖盘发出 哒 被医生清响 医生放下了手中的镊子 叹了口气 这伤口要是再深一点 就得缝针了 嗯 魏清宇淡淡地应了一声 医生像是适应了 魏清宇的淡然 叹她这个反应笑了一声 我处理这么多伤口 大的小的都有 能这么淡定的 你还是第一个 有些人不是不会痛 而是不会喊痛 想到这里 季霄的心底就一阵酸涩 狗做着不做人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波感慨 拖动了季霄的心绪 或者是这一路 扶着魏清宇来有些重数 季霄站在诊室里 莫名地开始觉得身上 有些发虚 季霄强装着一副 规矩的样子 靠在了一侧的墙上 伤口结痂前 记得不要沾水 如果沾水 要迅速把纱布解开 让伤口透气知道吗 嗯 你这几天 不要经常弯曲手掌 医生跟魏清宇对话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里开始变得飘忽起来 季霄以为自己这是滴血糖 掏了掏口袋 果不其然 从里面拿出了几颗彩色流光纸的糖果 啪哒 季霄的手已经开始不受控制地抖 手里的糖没拿稳掉到了地上 怎么了 医生跟魏清宇都被这声细小的声音吸引了注意 没事手滑了 季霄说着 就扬作无事地摆了摆手 魏清宇却发现季霄嘴唇泛白 脸颊还泛着异样的红韵 提醒道 你脸色很不好 是吗 我觉得我还好 季霄断断续续地讲着 却觉得自己现在连喘息都变得沉重起来 少女的视线一黑一亮 一黑一亮 她看着朝自己走过来的魏清宇 还没有等她说完话 一头就栽进了她的怀里 上一秒还是救人的英雄 一下秒就人事不行了 不是装的吧 想要为冷漠的怀抱 是不是 灵媚的夏日阳光温柔地 铺满了整个世界 季霄的耳边 无形的风吹拂过季霄的长发 带来一阵清凉的薄荷味道 两个小孩子嬉笑着 追着一只胖嘟嘟的科鸡 跑进了季霄的视线 那笑声像是同龄一般 清脆响亮 小霄 你跑慢着点 小心跌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季霄看到一个 穿着休闲西装的男人 目光关切地 跟在两个小姑娘的身后 在男人身旁 还有一对夫妻 还是你们家清语 文文静静地多好 再看我们家萧萧 哎 抓到了 哎呀 差一点就抓到了 季霄一不小心摔倒 在地上她困惑地 看着面前 这只憨憨的科鸡 发现自己的视线 好像变矮了 浅紫色的裙边 垂在草地上 一双微微肉感的小手里 拿着一丛白色的花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不远处的草地上 蹲着一个小女孩 她穿着一条娃娃领的 粉点白裙子 手捧一大树花 季霄鬼使神拆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 小女孩文言嘴角微微上扬 介绍道 这是图米花 是开在夏日最末的花 灰熏的夏丰 带着淡淡的薄荷清凉 轻浮过季霄的脸颊 一双青绿色的眼睛 平静地出现在了她的视线 季霄眼瞳微微颤动 她认识的人里 就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眼瞳 魏清语 季霄心中一震 她从草地上站起来 想要起身走向这个 跟魏清语有着同样眼睛的小女孩 刹那 开满图米花的草地向下陷去 她想逃 却跟着一起地掉了下去 失重感遍布季霄全身 她不知道夏目的地在哪里 就这样永无止境地下坠着 啊 季霄狠吸了一口气 猛地睁开了眼睛 阳光刺拉拉地 直射入季霄的眼瞳 陌生的消毒水 未在她的鼻腔慢慢清晰 世界的真实感 也回归了她的身体 季霄看到窗边的椅子上 安静地坐着一个少女 干净合身的衬衫 修饰着她鼻挺的身姿 魏清语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校服 空气还游荡着一丝淡淡的薄荷味 就像少女身上的气质 魏清语敏锐地抬头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见到季霄醒了 从容地戴好了 放在膝盖上的手表 她神色淡淡 醒了 季霄点了点头 询问道 我这是怎么了 季霄看到那鹰粉色的唇角 罕见地勾起了一抹笑 某人不是说 我的信息速根本不起作用吗 果然 那天他们无误正业三人 组在门口的话 被她听到了 季霄轻咳了一声 故作淡定的 你都听到了 只听到了你那句 魏清语声音平淡 季霄文言也同样 回忆了她一个淡定的 哦 只是 心里狂奔过了一千匹草泥马 琪琪跟房一鸣 说了那么多 魏清语一句都没听到 偏偏就自己放狠话的这句 被她听到了 能不能念在今天 自己贡献出 自己腺体的份上 忘记自己那刺口嗨 有些人明明话说的理直气壮 耳根却红得彻底 哟 小同学醒了 这时 方才那位 给魏清语上药的医生 走进了病房 打破了这场安静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季霄稍微感受了一下 摇了摇头 虽然 为了解决同学的发热期 贡献出了自己的腺体是好的 但是也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你一感气快到啊 自己都没有注意嘛 季霄正了一下 他都忘了自己 身为阿尔法 还有一感气这件事了 上集说到 季霄直到晕倒才想起来 自己也是有一感气的 幸好只是晕倒 要是失控 你这个S级的阿卡 是会引发大乱子的 以后在日历上做好标记 就算现在有意志贴 也不能草率 季霄坐在床上乖巧地听着 配合地点了点头 医生很满意季霄的态度 将手里的药膏打开 道 这是药膏涂抹在腺体 头两天早中晚各一次 而后每晚一次 直到这次一感气结束 季霄点点头 询问道 那我这几天都得来校医院找你上药 我可没功夫给你上药 医生说着 就对魏清雨招了招手 以后你负责给他涂抹药膏 季霄听着这话眼皮跳跳 敢忙道 您没空也没事 我自己上药就行 他怎么敢让魏清雨给自己上药啊 那可是将来会把自己的腺体弯掉的人 你你自己怎么弄 你低着个头的看得见吗 药要是涂不匀 你的腺体恢复的效果就不好 最后导致释放信息速售足怎么办 那不就残废了呀 医生两问就把季霄这个题否决了 而后又看向魏清雨 你呢 你愿意吗 季霄盲看向自己最后一根稻草 故意表现出自己凶狠企图震慑下跑敌人的小兽 看惯了季霄 蛮不讲理 焦纵任性 现在看到他这份模样 魏清雨觉得有趣极了 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目光从季霄的身上挪开 嘴角抿出一抹微笑 对医生点头 好啊 季霄原本还鼻挺的肩膀 瞬间就踏了下来 金橘色的眼睛里写满了不解 魏清雨这么一个厌恶自己的人 怎么就答应了帮自己上药这件事 就是嘛 都是小姑娘有什么好害羞的 医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聊起了季霄散开的头发 不耽误时间了 现在开始 少女的手法分外轻柔 冰凉的药膏落在季霄 脆弱的腺体上 有种说不上来的舒服 慢慢的季霄彻底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垂着头微眯着眼 就像一只享受主子服务的猫 小姐 呼的一声高喊 打破了病房里的宁静 琪琪碰的一下 打开了病房的门 靠在门框上喘得上气 不接下气 房间里的三人 都被吓得僵住了 琪琪看着魏清雨 站在乡间半路的季霄身后 眼睛不自然地眨了一下 拉过门罢 对不起 打扰了 慧冷漠给季霄上药膏 竟然被误会 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琪琪做出一副 分外懂事的模样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季霄瞬间就明白 琪琪误会了什么 吼道 站住 季霄无奈 我们干什么了 你看不见病房里还有医生 琪琪震了一下 这才注意到 两人身后还有一个医生 切 没劲 季霄没有搭理 琪琪这个反应 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 琪琪没有回答 一屁股坐到了季霄床边 我先问你 那个水房摔碎的杯子 是不是你的 季霄点头 那地上的血 是不是魏清雨的 季霄还是点头 你是不是想要强行 标记魏清雨 然后摔了杯子 害得魏清雨割破了手 然后肇事逃逸了 季霄刚想点头 却瞬间瞳孔放大 什么玩意儿 琪琪一看季霄的反应 就知道传言是假的 说道 整个班级都传开了 我跟房一名不信 所以 我俩兵分两路 一个翻墙去了 咱经常去的那座桥找你 一个来了校医院 这谁传的 季霄有些气恼 刘美娜 琪琪分外诧异地 看向魏清雨 你怎么知道是刘美娜的 魏清雨依旧淡定地 给季霄上着药 道 开水房来不及收拾 肯定会在下课后被学生发现 上报给老师 刘美娜从开水房离开 一定回去找她大伯刘主任 这件事情 她肯定会替她擦屁股 只是 没想到 他们会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你 哇 神了呀 琪琪听着 下巴久久没有合上 不由得鼓起了掌 刘美娜 又是刘美娜 这个人到底是谁 怎么这个月发生的事 都跟她有关 呼的 季霄脑子里闪过一个关键字 她紧皱得终于松开了 她想起这人是谁来了 就是原文中 作恶程度 仅次于她季霄的刘家大小姐 指引约记起来 她想要搞魏清雨 结果聂力反馈 家里破产 自己被高利贷追债到大马路上 闯红灯 被扎土车撞死了 魏清雨对季霄道 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先去找校长的原因 季霄文言 沉沉地点了下头 但是 只要你去作证说不是季霄 而是刘美娜不就可以了 奇奇不解地讲道 没那么容易 水房的监控 首先就会被破坏 拿不出直接的证据 就无法证明 我做的证词的真实性 这么长的时间 刘美娜在开水间 释放的信息素早就挥散了 甚至他们 为了消除刘美娜 释放过信息素的证据 还会在开水间 放上具有干扰性的 空气清新剂 魏清语语气平静地讲道 在大家想对策的时候 医生在旁边 出起了主意 他也不想这个 有担当的阿尔法 被人诬陷吧 但是 可以做信息素采集 应该是逃不掉的 时间太长 等结果出来了 季霄已经被强行定性了 魏清语轻摇了下头 你放心 我跟你说过不会 让这件事草率结束 我就一定会做到的 魏清语有些诧异 看着季霄拿出手机 给不知道什么人发去了微信 行云流水的 仿佛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样 抬头看向了魏清语 我叫律师来了 由我家撑着 放心 再怎么说 我也是本书第一大反派 咱待会直接去找校长 少女金橘色的眼瞳 犯着属于阿尔法的坚毅笃定 满是突如其来的安全感 魏清语摸了摸手腕上的手表 略略点头 好 就在魏清语还想对季霄说什么的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病房门口传来 季霄 原来你在这里让我们好找 刘美娜带着刘主任 趾高气昂地来到了季霄的病房 刘主任带着刘美娜走进了病房 派头十足地讲道 你们几个 现在马上跟我去教导处 在我的律师到来之前 我们拒绝听从您的任何指令 季霄回道 刘主任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茶 若有所思道 清语 我记得这学期的奖学金 是不是还没有评选 此话一出 病房里连空气都变冷了 刘主任表面上是询问 实际上是威胁 魏清语轻轻看了一眼刘主任 坐在季霄身旁不为所动 是的 不过 我向来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的确是应该实事求是 刘主任点了点头 你们这几个小姑娘 要不要听听这件事的目击证人士怎么说 琪琪文言 盲道 刘美娜也是当事人 她不能算目击者 刘美娜不懈地看了一眼 琪琪 脸上带着些得意 我当时不在开水房怎么会是当事人 我是听一位打扫卫生的大妈说的 她路过开水房的时候 看到了季霄拉着魏清语来校医院 季霄跟魏清语互看了一眼 两个人 谁都没想到初开水房的时候 被人看到了 看这个样子 这两个人肯定是买通了那个大妈 待会还不知道要听到什么颠倒黑白的话呢 但是 无论对方耍什么花招 都只能见招拆招了 上集说到 刘美娜恶人先告状 找到了刘主任还串通了 宝洁阿姨 要诬陷计消 进来吧 刘主任说着 一个穿着学校清洁人员 工作服的大妈就走了进来 这个人看起来不算朴实 趾高气昂地讲道 我可是什么都看到了 小同学 你们还是不要狡辩了 那你说说 你都看到什么了 魏清语淡淡地讲道 我当时正好拖完地路过 我就听到开水房传出声响 门却被反锁着 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姑娘 只是这话还没有讲完 魏清语就打断了 哪个小姑娘 大妈震了一下 被这个简单的问题难住了 她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根本也吃不准 哪个才是刘主任 让她一口咬死的 继消 是不是这个 魏清语指向继消 大妈知道 魏清语不是刘主任一伙的 自作聪明地以为 魏清语在框榻 摇了摇头 指着 琪琪道 你可别骗我 我知道 分明是这 说是时内时快 刘美娜抱起 大喝 闭嘴 继消跟 奇奇健壮 脸上都不约而同的 挂上了嘲讽的笑 奇奇晃着手机道 别想否认啊 我都录音了 刘主任看了眼 奇奇手机里的录音界面 神色一紧 方才狂妄语气收敛了些 这大妈年纪大了 眼睛昏花 事发又突然 记不清楚也是有的 那这样我们 不得不怀疑 这位目击者 所做陈述事情的真实性 毕竟 继消跟刘美娜的身形 也很相仿 魏清语平静地讲着 将死了刘主任的一步棋 刘主任暴毙笑了一下 道 可是我找遍了全校 也只找出这么一个目击者 开水房监控又年久失修 视频证据也得不到 能采纳的证据 只有这位大妈了 就在继消觉得 局势不利的时候 沉默的房间里 响起了一声清冷的声音 我有 他站起身来 平静地将正在播放视频的手机 放到了刘主任面前 这是当时 在开水房我用手表录下的视频 从刘美娜进门到继消来 都记录到了 这一句话出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继消看着着 魏清瑜手腕上的那块白色机械手表 恍然想起自己醒来时 他摆弄手机的行为 原来在那个时候 他就为现在这个状况 做好了准备 手机中清清楚楚地 拍到了刘美娜的脸 刘主任心里冬的一声 他猛地一个箭步过来 想要夺过魏清瑜手中的手机 却被继消眼挤手快地抬腿 就踹到了心窝子 继消真是功气十足 让人好有安全感 上级说道 刘主任冲上来抢夺手机 被继消一个窝心脚踹倒 大声呵斥道 你想干什么 继消牢牢地将为清语护在身后 那属于阿尔法的气势 在金橘色的眼瞳中 熊熊燃烧 就连齐齐看着也心生畏惧 继消你你敢踹我 刘主任护着钻心疼的心窝子 吃力地怒道 他这些年被人鳄鱼奉承 经了这么一下 还是当着学生的面 顿时觉得没面子急了 当即就要扬手给继消些教训 刘震 你要做什么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瞬间喝住了他 一位穿着松垮西装的老人 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校长 你怎么来了 刘主任扬起的手僵住了 校长没有理睬刘主任 看着继消询问道 继消没事吧 那语气和蔼可轻 全然没有方才的严肃 继消摇了摇头 与此同时 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也走了过来 对继消道 抱歉小姐 迟到了一分钟 继消震了一下 原来才过去了十一分钟 继消坐回了病床上 既然来晚了 就快点开始吧 是 律师点点头 刚才我已经收到了 公司技术人员的反馈 开水房被恶意破坏的 录像记录 预计半小时后 就会修复完成 包括损坏证据 恶意栽赃散布谣言 我们都会追究 相应的法律责任 刘主任听到律师这么说 心里慌了 他看着校长跟律师 缓和道 其实对孩子之间发生事情 还是希望得到一个和缓的处理结果 从缓从轻 这也是考虑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是不是 虽然国家对于未成年 还是抱有急于改过重新的机会 但是技嘉也不会为此放弃追溯其责任的权利 且据调查 事情的主导者并不是刘美娜同学 继消继续问道 其他涉事人员呢 学校绝对支持对这件事情彻查到底 您放心 学校绝对会站在公平公正的角度来 处理这件事情 校长立刻表态 脸上全是严肃 刘主任听着不由的手脚发凉 所谓的涉事人员 不就是指的自己吗 既然这样 几位小同学就先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课 有张律师跟我在全权处理 你们放心 校长体贴地对继消 跟魏清语还有齐齐讲道 也好 咱们走吧 继消起身 看向魏清语跟齐齐 三人在保镖地 护送下出了医院的大门 来到了停在门口的车前 齐齐看着这纯黑的座架 双眼放光 我靠 六二S 我老爹 平时都不舍得开 小姐你家还缺女儿吗 继消嫌弃地看着齐齐 余光却注意到不远处 魏清语独自离开的背影 当对魏清语拿出视频的感到的震撼退去 继消心里更多的是酸楚 这该是怎样的警觉 才让他在自己的手表上 装上了这样寻常人 根本用不到的东西 继消一手拦住了要上车的齐齐 看着魏清语渐行渐远的背影 道 走 陪我走回去 啊不要 为什么呀 小姐 我缠这个车好久了 你就不能改天 再半户花十折吗 继消看了 齐齐一眼 扬声反问 我护什么花啊 那你这带着我偷偷跟着 魏清语是干什么 齐齐无情揭露道 继消盲否认道 谁说我跟着他了 我趁着天气凉散步回家 锻炼锻炼身体不行吗 得了吧 齐齐才不信呢 继消见糊弄不过去 停下来反问道 就这么明显吗 嗯 是的 很明显 齐齐看着继消的影子 忍不住讲道 小姐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你 继消抬头 什么 你为什么突然对魏清语这么好了 就像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上学期 你突然对魏清语这么差样 继消敏锐地捕捉到了 齐齐话里的关键词 重复道 突然 齐齐点点头 对啊 明明之前 你还会帮他说话 还说一些 你们小时候的事 那为什么从青梅变成了仇敌啊 齐齐不解地问道 是啊 继消还在思考者 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份 硬核地点了点头 继消忙回过神来 唐色道 可能我那时候抽风了吧 现在都过去了 希望 你不是这一阵抽风 真的懂得疼惜欧米家了 齐齐说着 就笑了一下 说来 魏清语也挺不容易的 分化前 学习好长得也漂亮之前 家境也很好 是学校公认的校花 不知道多少人喜欢他 他分化成欧米家 他家又出了那事 学校里很多人都落井下石 不少人都跟刘美娜一样基于他 听到这里 继消就恨恨地骂了一句 那种人渣就该去死 齐齐看了继消一眼 小姐 继消从齐齐的眼神中 看出了他的提醒 哦 过去自己也是这种人渣 上集说到 继消跟在魏清语身后一路 和齐齐打的闹闹 一路保护他回家 快到家的时候 魏清语才发现 今天一路上的不同 回头看看 并没发现 继消和齐齐 还好继消躲得快 没有被发现 齐齐就惨了 差点窒息 走 继消说着 抬脚就走上了人行道 庞花砖 干什么去 齐齐不解 不是护送魏清语回家吗 这又要干什么 买点东西 话音未落 继消拐着 齐齐就进了一个 闪着绿色灯光的药店 月明星熙 秋风拂过路边的绿植 发出沙沙的声响 远离闹市的高级别墅区里 一片寂静 魏清语回到家 想到今天计消的 行为 有点疑惑 不过他的性格 本就不爱欠人人情 少女葱白的手指 轻轻地搭在一个本子上 由于迟疑的清清 将他们从书架中拿了下来 这家伙 好像一直在为生物苦恼 他今天帮了自己 这么大一个忙 是该还他这个人情的 两不向前是最好 安静的走廊 响起了一声开门的声音 魏清语走出了房间 他拿着那两本生物笔记 站到了计消的房门前 轻轻敲了敲门 换道 计消 平静的声音落下 魏清语并没有等来开门的声音 走廊又重新回归了寂静 少女犹豫了一下 又抬起了手 计消 是我魏清语 声音落下 又是一片安静 魏清语执着地敲着门 魏清语 安静的走廊里 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魏清语拿着笔记的手 不由得一紧 计消抱着两个箱子 出现在了一侧的楼梯口 歪着小脑袋满脸的疑惑 走廊的灯光 落在两人之间那一小段距离 明亮地照着两个少女的身上 魏清语的表情明显一致 他没想到 计消真的不在房间 想到自己就这样傻傻地 站在计消房门前 敲了半天的门 还被他看到了 魏清语藏在长发下的 耳垂微微发烫 你找我有事 计消疑惑地看着魏清语 率先打破了 这道诡异的安静 刚刚顺着楼梯上来 他就看到魏清语 在自己房门前敲门 好像找自己 有事情的样子 嗯 魏清语点点头 拿着本子的手 不由得又紧了几分 那去你房间说吧 计消说着 就抱着两个箱子 走向了魏清语的房门 计消抱着两个箱子 快累死了 没有顾及礼貌 静止走了进去 将这两个箱子 放到了空地上 你这是干什么 魏清语分外不解地 站在计消身后 时隔很久 他那不安的心脏 再次不规律地跳动起来 这些日 他对自己的反常态度 是不是要恢复原状了 那些他向自己 示语的援手 是不是都要通过 这个箱子里的东西 讨回来 你看看 我给你买来了什么好东西 少女的声音里 还带着些原主的顽固 得意随着得瑟瑟的语气 乌之欲出 只是计消不知道 这是原主 在每一次找理由 折磨魏清语时 最常说的一句话 锋利的刀刃划开胶带 发出刺拉的声音 他看着继消 背对着自己的背影 不知道怎么 紧动的情绪中 生出了许多失落感 可他明明应该早就 对继消麻木了才对 兴奋开箱的继消 丝毫没有注意到 魏清语的不对劲 他将这两箱子东西 统统打开 蹲着伸仰头 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魏清语 来 看看怎么样 魏清语面无表情地 走到了继消跟前 看向了他手旁的 那两个敞开的大箱子 灯光落在少女凉薄的眼瞳中 下一秒却在里面 闪过了意外的光 这两箱子里装着的 不是什么骇人的折磨道具 而是便携式意志剂 跟意志贴 这是 魏清语意识到 继消这是在干什么 可是却又不敢相信 送你的 继消拍了拍这两大箱子 意志剂跟意志贴 这次你是碰到本小姐了 我可告诉你 不是所有Alpha都跟本小姐一样 能有这么强大的意念 你运气这么差 老碰上些烂人 还是自己保护好自己吧 说着继消 就拿起一盒便携式意志剂 丢给了魏清语 魏清语呆呆地站在原地 下意识地 救生出手 接住了这个 朝自己飞来的东西 魏清语看着手里的便携意志剂 左手中那个 被他卷成结实棍棒的本子 被他悄悄地放松了 他知道便携式意志剂 要比普通意志剂贵三到四倍 另一箱子的意志贴 也是国内最好的牌子 这些都是他曾经想要 买给自己以防万一 却因为贫穷根本无法触及的 魏清语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东西 有一天会是继消给自己买来 而且还是成香成香地买下 这一次竟然是自己误解了他 魏清语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时劲嫩了起来 谢谢 你保护好自己 不给本小姐贴麻烦就是最大的谢谢了 继消说着便扬了下手 维持着他顽固大小节的样子 上集说道 魏清语误会了继消 以为他的箱子里会有一些羞羞的玩具 实际上都是他平时不舍得买的一纸贴 这时 继消也反应过来了 你找我什么事啊 魏清语震了一下 想起了手中的本子 道 这个给你 什么 继消好奇地 接过了魏清语手中的本子 我的生物笔记 听到这 继消眼睛瞬间一亮 魏清语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提醒道 不要在大海捞针了 会考复习这些就可以了 好的 继消消重重地点了下头 对魏清语讲道 谢了 看着活力四射的继消 魏清语不由地垂下了眼眸 他看着左手上的纱布 冷冷地补充道 还你今天的人情 说给继消 也说给自己 哦 继消文言脸上的笑意 少了几分 不再说什么 转身就离开了 魏清语的房间 有些人表面上酷酷地 出了房间高兴地 像个孩子 他终于不排斥我了 那我要趁热打铁 有的人在狂欢 有的人已经准备入眠 魏清语收拾完继消 送给自己的那两大箱 一支剂跟一支贴 就去洗了个澡 蒸腾的雾气 从浴室蔓延至卧房 魏清语穿着一条 橘粉色的纯棉睡裙 从浴室推门而出 半干的长发 被毛巾包裹着 露出一张精致小巧的脸蛋 就在这时候 魏清语注意到 自己放在床头的手机 亮起了呼吸灯 他走上前拿起了手机 一个熟悉的简笔 话头像跳入了他的视线 你的宇宙无敌即可爱 向您发起 好友深情 魏清语目光一致 鬼使神差的魏清语 点击了同意 斟酌了一下 他冷冷地发去了两个字 有事 隔壁房间正在打游戏的继消 瞬间点开了小框 傲娇道 没事 不能加点好友 魏清语看着继消发来的这一行字 眼瞳中闪过一丝 不可察觉的失落 沉了一下 欲几而逝的手指冷色地 敲过去两个字 可以 季消看着魏清语 隔了很久才发来的消息 认为他可能觉得自己 有些烦了 季消在床上滚了一圈 斟酌了半天 像观星像的 今天累了一天了 你快休息吧 改成了 今天累了一天了 我睡了 发给了魏清语 即使没有季消的声音 魏清语看着这条消息 还是挠不出了季消那大小姐的口气 魏清语又瞧了一眼 季消的那个头像 面无表情的关灯 准备睡觉 下一秒 黑暗的房间里 就亮起了一束光 手机屏幕发出的光 照亮了魏清 与清冷的面容 少女那青绿色的眼瞳中 浮动起了异样的光 手机上正显示着 你的宇宙无敌即可爱 送来的问候 晚安 清晨的阳光穿过窄长的落地窗 将明媚 灯温柔地洒进室内 季消坐在餐桌前 看着手机 长腿蹬在桌腿上 这时魏清语走下楼来 季消却发现他肩上 跨着一个包 似乎是要出门 喂 大中秋的 你要去哪里 季消靠在椅背上看向 掠过自己的魏清语 扫墓 魏清语淡淡地回答道 季消震了一下 顺口呜了一声 他好像记得书里是说 魏清语从来不过中秋节 因为他妈妈的阴历生日 就在中秋节 萧清揉了下鼻子 招手道 今天我心情好 我让司机送你去 魏清语换鞋的动作 轻正了一下 而后他不着痕迹地 接着换下了另一只鞋 冷淡地拒绝道 不用了 季消就知道 魏清语会这么说 他将语气放得交纵了些 严生道 我说了 让司机送你就让司机送你 这么多废话干什么 说吧 季消就不再给魏清语拒绝的机会 道 巫医去叫司机准备一下 开车库里最好的车去 是 巫医毕恭毕敬地达到 赶忙放下手里的活去 联系了司机 有豪车buff做依仗 不到15分钟魏清语就来到了墓园 少女捧着一束爸爸妈妈 都很喜欢的风信子 来到了墓碑前 双膝并拢 缓缓跪下 在他看到石碑上的父母照片时 青绿色的眼眸中 含上了滚烫的泪水 他紧抿着唇绊 勾起一抹笑容 带着颤音轻声道 妈妈 生日快乐 我过得挺好的 你们不用担心我 而就在这个伤感的时候 身后一道影子映了过来 耳边传来一道 让人有些发寒的声音 清语 我就知道 你今天一定会来的 清语 我就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的 呼得一个男人的声音 从魏清语的头顶落下 魏清语忙擦拭掉了 自己脸上的泪痕 抬头看去 季清语站西装革履的在一旁 魏清语心中一惊 季叔叔 少女的眼眉抹着一抹红 看得季清语分外心痒 他微微笑着 将手中的鲜花 放到魏清语母亲的墓碑前 你妈妈今天生日 我也来看看她 嗯 魏清语回答着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动声色地同季清语保持着距离 走吧 快到中午了 叔叔带你去吃饭吧 中秋节吗 就要一家团员 季清语说着 就要去拉魏清语的喝果 魏清语却假若无意地拿出手机 躲开了季清语的手 那我给季消发消息吧 让他也过来 魏清语真的给季消发去了消息 季叔叔要带咱们去吃饭 你准备一下 而后他看着季清语 道 我们去哪里 季清语看着魏清语给季消发的消息 单大地笑了一下 又道 不着急 咱们先去你以前的家看看吧 下周就要走程序拍卖了 今天不去就看不到了 他知道 他家的房子迟早会有一天被拍卖掉 只是没有想到居然会这么快 他不愿意跟季清语独处 但是无奈只有季清语能带他进去 魏家在A市虽然说不上是多么顶级的豪宅 但却是韵味氛围感最漂亮的一桩 红砖白瓦 门前的香樟树枝叶繁茂 魏清语站在爬满蔷藤的院墙后 只觉得过去自己跟爸爸妈妈生活在这里的日子 还是夺天 只是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 不像是发霉了的味道 也不像是信息素 让魏清语闻着皱起了眉头 清语 你瘦了 纪清语站到了魏清语的身旁 打量道 纪叔叔 魏清语警觉地后撤了一步 跟纪清语保持着距离 清语 叔叔真的想好好疼疼你 纪清语眼神真切 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子 你不如就跟着叔叔吧 叔叔什么都给你 不用了 我不需要 魏清语听着只觉得恶心 后退着躲开 只要你愿意 这幢房子我会拍给你的 纪清语利诱着 伸手便要拉住魏清语 我不要 魏清语皱着眉头喊道 那只抄近口袋的手紧握着一只打开的便携式一只剂 朝纪清语回去 锋利的针头 猛地划过了纪清语意图不轨的手臂 煞时间一道血痕就站了开来 纪清语吃痛地捂着自己的手臂 表情痛苦 鲜红的血顺着他的手缝流了出来 魏清语看着棕红色的地板上的血迹 大脑翁的一声 慌张地抬起腿朝楼上跑去 魏清语看着视线里近在咫尺的房间门 手搭在上面费尽全力才打开了门 原来纪清语早早地就在这个屋子布下了陷阱 只等着自己自投罗网 清语 你别躲着叔叔啊 魏清语吃力靠在房间门上 颤抖着手锁住了这不堪一计的门 清楚地听到 楼梯间传来的纪清语的脚步声 每一下都踩在他的心脏上 他在这个时候唯一能想起的人 居然是季霄 你收到信息了吗 他会来吗 和煦的风和温暖的阳光 笼罩着小别墅 季霄的卧室里 有一整面墙长的展示柜 小小的手办都摆在里面 他看着在这原世界 自己不舍得买的东西 一个个都出现在自己面前 且属于了自己 心神不宁的状况好了很多 在片中间位置的展示柜里 有一个很特别的木制的盒子 这难道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要不按照原主的性格 应该不会放在这个位置吧 难道原主在里面放了什么秘密的宝贝 这么想着 季霄就好奇地将这个盒子 从展柜里拿了出来 打开发现 那个盒子空空荡荡的 只有一条挂着一枚小陶兰的 红色编织绳 安静地躺在里面 就在这时 他放在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一下就打断了季霄的思路 季霄利落地解开了手机锁屏 却在看到魏清雨 发给自己的那条消息后 眼瞳一下就收紧 季叔叔要带咱们去吃饭 你准备一下 季清雨怎么会跟魏清雨在一起 难道他也去给魏清雨的父母扫墓了 就这么碰巧 他终于明白 在魏清雨走后 他心神不宁的原因了 季清雨这个孙子 今天又想要对魏清雨下手 这个该死的人渣 贱男人 季霄在心里狠狠地骂着季清雨 匆匆收拾了些必要物品塞进口袋 飞奔着出了门 拉开车门 坐了进去 魏清雨呢 司机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小姐 轻视了下唇半 道 小姐 魏小姐被先生带走了 接着询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 把他带到哪里了 司机忙道 我隐约听到是去了魏家 去魏家 季霄命令道 用他父母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威胁他 季清雨你真他妈是个混蛋 车子很快就到了魏家 他穿过杂草丛生的院落 刚在门前站定 就闻到了一股份外熟悉的摄像味 擦 什么玩意儿 季霄低下头脆了一口 他朝味道更浓郁的上方看去 顺手抄起放在楼梯间的棒球棍 就朝二楼走去 结果季霄还没有到楼梯转角 就听到了伴随着季清雨 那熟悉又伪善声音的敲门声 清雨你这是在干什么 给叔叔开开门好不好 我看你好像真的很不舒服啊 清雨 我知道潇潇平日里对你也不好 你与其跟着他 不如跟着我 叔叔什么不能给你 季霄站在楼梯口 听着这些话只觉得恶心 清雨 叔叔只是想好好疼疼你 真的 叔叔已经四十多岁了 只想找一个像你这样干净的小姑娘 好好过完剩下的余生 屁 共度余生 共度余生你也配 他再也遏制不住 自己心中对季清雨的怒意 紧钻着手里的棒球棍冲了进去 季清雨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就感觉到身后一阵凉风窜过 他警惕地停下手回头查看去 季霄却不给他机会 高高地挥舞起手中的棍子 用尽全力地朝那个他所谓的父亲回去 哼 房间里响起了一声分外害人的闷响 崭新的棒球棍 在过道中明亮的灯光照射下闪过一道刺眼的光 不孝女季霄看着昏死在地上的季清雨 眼底里都是厌恶与凉薄 基于魏清雨 你也配 东 一声细微的重物坠地的声音 雾得在这寂静的走廊中响起 季霄猛地朝季清雨方才垂过的门看去 他清清楚楚地听到这声音是从房间里面传来的 而在这房间里的就是魏清雨 季霄踢开了挡在门口的季清雨 瞬间就惊出一身冷汗 那被魏清雨抵着的门门把手已经被撬得松散 他用力一扯就直接扯了开来 一瞬间 房间内浓烈的的薄荷味道 不受控制地在这间卧室中浮动起来 季霄从勉强推开的半扇门中挤进了卧室 就看到魏清雨已经体力不支地跪倒在了地上 他无力地撑着自己到身体 肖瘦的身体挣扎着 想要从地上站起来重新抵住门 却总是无济于事 季霄刚要伸手将魏清雨抱起来 下一秒就被他吃力的挥臂推开了 少女的力气软绵绵的 季霄蹲在他身边 丝毫没有被他推到 反而是他自己 因为体力不支 又一次倒在了地上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魏清雨 将无力反抗的他揽住 柔声安抚道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安全了 看到魏清雨的肌肤 那细腻的雪白之中 透着染了欲望的微红 隐隐地散发着任何一个Alpha看到了都会失控的香甜 季霄心中一阵悸动 那好不容易压下去的灶火 再次被勾了起来 他强忍着内心的冲动 一遍一遍提醒自己 临时标记魏清雨会被他弯掉线体 而后 再用自己最轻柔声音 对魏清雨安抚道 魏清雨 你真的安全了 相信我 Alpha的信息速 缓缓地流入他的身体 抚平了他慌张不安的心绪 渐渐的魏清雨的挣扎 变得微弱了起来 柔软的脸颊 安静地枕在了季霄的腿上 把魏清雨在床上安顿好 季霄看着魏清雨 沉沉地松了一口气 看着熟睡的魏清雨 他想要是今天他去扫墓的时候 自己多一嘴也陪着他去就好了 他怎么就没有想到 季清云这个混蛋会挑这个日子 对魏清雨意图不轨呢 哎 多陪他一会吧 安顿好了魏清雨 季霄 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 看着躺在地上昏死过去的季清雨 眼镜里浮生一层又一层的恨意 他一定要想一个半 让季清雨这个人渣 彻底不敢再动魏清雨 原文中没有交代清楚的事情 就由他来交代 伴上之后 他拿出手机 给琪琪拨通了电话 姐妹 你是不是认识几个混世界的哥们 季霄打算给季清雨点教训 需要点人手 季霄放下电话 就联系了在楼下等着的司机 小姐 司机紧赶慢赶地跑了上来 正好跟要走出房间的季霄碰到 过来 帮我把我爸孕下来 季霄看了司机一眼 走进了方才的房间 司机对季霄这句话满是疑惑 但还是脚步利落地跟着季霄走了过去 一进门他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季清云 眼睛里满是诧异 先生这事 季霄没有解释 直到 运下去 是 司机知道自己跟季霄系在了一根绳上 唯命是从地扛起季清云就往下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间间隔太长 亦或者是下楼梯时 那剧烈的颠簸 季清云被司机抗在肩上 脑袋微微抬起似乎要醒 挣扎着扣住了司机的肩膀 季霄跟在后面 见状毫不客气地拿起棒球棍 又给了季清云一棒子 季清云嘴巴微微张着 正要睁眼的他一声 啊 还没有从嘴巴里喊出来 就在司机的肩膀上 又昏死了过去 司机满脸的惊讶与诧异 他看着走到自己前面的小姐 面对那根结实的棒球棍 不敢发一言 两人刚走出卫家院子 就看到不远处站着几个身着花里胡哨棒球服的少年 你就是小齐的那个朋友 为首的男人问道 他点了点头道 是啊 咱哥几个都到齐了吗 男人见面前这个小姑娘没有怕自己 觉得有点意思 男人抬了下手道 先说好 这一千我们可不负责打人 季霄脸上带上了笑容 道 当然不了 打人可不好 我们不打人 男人这下不解了 那你找我们干什么 季霄说着就指了指司机身上扛着的 昏死过去的季清云 帮个忙 把他运到这车上去吧 咱这就出发 五个人互相看了看 都搞不明白 面前这个小姑娘 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你待会就守在这里 不准让人进去 季霄看着那五个人上了车 对司机吩咐道 要是魏清云问你怎么回事 你就说我爸爸有时提前走了 叫你来接他回家 小姐为什么不告诉魏小姐实情 司机更为不解 季霄看了眼魏清云所在的二楼房间 眼眸深沉 你不懂 园主从来就不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 这样违背他人设的事情 自己怎么可以让魏清云知道 魏家东交临地 季清云恢复一下意识后 觉得自己的后果梗痛得要命 两侧的太阳穴也是一凸一凸的 自己这是被绑架了吗 他扭动着身体想要起身 发现自己的手臂 被绳子捆在身后 动弹不得 就连内腿 也被紧紧固定成弯曲的样子 勒得他空有一副蛮力 却挣脱不开 行了 你挣了15分钟了 绳子连根毛都没有起 季霄蹲在季清云面前 拿着一个变声器 用男人的声音提醒道 季清云听到这个突然响起了声音 当时心中一凉 你是谁 季清云紧张又害怕地问道 你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 季霄提醒道 季清云瞬间想起 自己失去意识是在魏家 想到这里 季清云的心跳猛的一致 他不敢相信地 循着声音的方向抬起了头 你 你是魏家的 算你识相 季霄说着 是一旁的男人 拍了拍季清云的脸 季清云被男人粗糙的手掌拍着 心中的慌张更甚了 不可能啊 魏家已经树倒胡孙散了 应该没有人在 季霄冷笑一声 你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吗 季霄将手里的棒球棍 抵在了季清云的肩膀上 居高临下地警告道 季清云 你不要以为小姐家里没有人了 就妄想对小姐做什么 那声熟悉的 小姐 让季清云心中一紧 眼前的黑暗无声地放大了他心中的畏惧 他强撑着质问道 你究竟是谁 季霄旁边的哥文声直接给了他一脚 什么态度 这位哥的角力囚禁 季清云直接被他踢着打了个滚 季清云不由得心惊 他口风一转 道 哥 有事咱们好商量 魏家同我交好 清云也是我半个女儿 季霄听着季清云这话 冷笑了一声 讽刺地道 对女儿下手 季清云 你可真是个人渣啊 你就没有想过这种事情让你女儿知道了 他怎么想 你就不怕我把这些事情 统统告诉你女儿 季霄有些愤怒 这样的男人不配做一个父亲 更不配做一个人 季清云听到 要将季霄牵扯进来有些慌了 忙道 我不会了 真的 以后再也不会了 我就是一时鬼迷了心窍 我今后一定会把清云当成自己的女儿捧着的 哥 咱有事好商量 别别告诉肖肖 别告诉他 季霄看着季清云听到自己的名字后 这副做低腹小的样子 心情有些复杂 他是真的是很在意原主啊 季霄轻叹了口气 很遗憾 他实在是没兴趣去理解一个人渣 人渣就是人渣 哪怕他其他方面做得再好 也改变不了他脏透了的内心 他被迫抬起脑袋 呼吸耸动的喉结上方 落下了一个什么良而锋利的东西 刀 那是一把刀 季清云瞬间就慌了 季霄是一身旁的男人 掐住季清云的脸 则用最凶恶的口气警告道 你不用对我说这些没用的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再做出这种事情 小心你没命花那些贪来的钱 话音刚落 那刀子一下又逼近了季清云的喉咙 肌肤被划破的刺痛感 骗得涌进季清云的脑袋里 黑暗的世界里 他仿佛看到了一抹鲜艳的红色 季清云本就没有经过什么风浪 耸得一劈 这下更是双腿住不住的打着颤 头一痒 再也支撑不住均了过去 还是个阿尔法呢 真够丢人的 季霄愤外嫌弃的 朝季清云踢了几脚 可不吗 胆子连我们都不如 季霄身旁的哥 也对此十分不屑 他看着胆识谋略都一等的季霄 道 小姑娘 今天哥哥我交了你这个朋友了 我叫谢勇 你叫什么 季霄听到这个名字挣了一下 他终于知道自己第一眼看着这人 是为什么会觉得眼熟了 原文中最后跟在魏清云 跟男主身边的保镖就叫谢勇 好几次他都保护着魏清云逃离了危险 我叫季霄 季霄握住了谢勇的手 今天事情就到这里了 以后谢哥碰到什么事情 尽管来找我 行 谢勇点了点头 那 咱走吧 说吧 谢勇就招呼自己的弟兄 给昏死过去的季青云松了榜 向来时那样避开摄像头离开了这片灵地 夕阳西下 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从灵地阴影处出来 先生 咱们 一个男人上前 帮他们处理干净 小姐 安全了 围首的男人戴着墨镜 面色沉沉地目送着几人离开 魏清云迷蒙地睁开了自己的眼睛 房间里那淡淡的清香 无形地流入了他的鼻腔 这种熟悉的感觉 让他有些迟滞 他现在正躺在平时家中自己的卧室中 房间里的一切都是自己熟悉的样子 魏良的穿堂风吹入室内 携着魏清云昏迷之前发生的事情 飞速地涌入了他的脑海中 自己失去一时钱 季青云那令人作呕的声音 都还响彻耳边 魏清云一下就震住了 颤着手探到了紧后 当那苍白的手指 触碰到那柔软的线体时 少女的眼角瞬间就犯上了微红 线体上没有一丝被标记的痕迹 季青云也没有对他做任何事情 魏清云脱力地靠在了墙上 在这寂静无人处 第一次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忽然 魏清云觉得自己的手好像按到了什么东西 他拿起疑惑地摊开了手掌 光影透过窗外的树叶 不偏不倚地落在少女的手心 一条坠着美小桃兰的红色手绳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 这个小桃兰 是他妈妈当初给他跟季霄的出生礼 礼物虽轻 却饱含着他对两个孩子深深的爱意 只是后来 这个一直被魏清云带在身上的小桃兰 在父母出世后就丢失了 他翻遍了家中各个角落 直到被法院驱赶出来 也没能再找回他 谁知道 今天他居然就这样 又重新回到了自己手里 一定是爸爸妈妈在保佑我 质押 就这时 房门被人从外面推了开来 魏清云忙连起了情绪 警惕地拉开橱柜 拿过了一把西式尖刀 贴着墙朝门口看去 来人并不是季青云 而那个今天送自己去墓地的司机 魏清云找准时机 一个箭步上前 刀子抵在了司机的脖子上 他冷声道 你想干什么 我 我想借用一下厕所 魏小姐 司机将着身子 有些欲哭无泪 他在屋外守着魏清云 守了三个小时 守得膀胱都要炸了 无奈 他只好推门走进了这幢别墅 谁知道厕所没找到 倒先被魏小姐按墙上了 魏清云微微皱了下眉头 警惕地问道 季青云呢 先生 司机想起了季霄临走前对自己的吩咐 道 先生 刚到别墅没一会儿 就接到紧急电话走了 他 他他让我来接您回去 魏清云闻言 微微松了下眉头 原来是这样 魏清云没有在问什么 抬起另一只手指向进门口那扇隐藏门 厕所在那边 你走反了 说吧 魏清云微微抬了下手腕 将刀子架得离司机脖子远了些 司机见状忙紧绷身子 横着挪了出去 而后一溜小跑 跑向了厕所 就像是湖面偶尔炸起的一阵涟漪 随着司机推门关门的声音 一楼又恢复了安静 魏清云面无表情地走到壁炉下面 攥着手中的小陶兰 仰头看向了面前的这张照片 那个时候的魏清云认为他们一家三口 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会一直这样幸福下去 后来啊 也算是一辈子 他像所有为人子的人都要经历的一样 穿着黑色套裙 在那个大雨磅磅的日子 送走了他的爸爸妈妈 只是 是在他还没有成年的年纪 妈妈不在了 爸爸也不在了 他的家也很快就要被拍卖了 他不能哭 更不能软弱 他该把爸爸妈妈 留给自己的东西都拿回来才是 魏清云回到记家 默默地坐到客厅沙发上 给口渴的自己倒了一杯水 哎呦 累死我了 快过来搭把手 随着一声暴力的开门声 季霄出现在了门口玄关 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魏清云放下杯子看向了玄关 而无疑跟另一个庸人 更是放下手里的活飞也试得跑了过去 只见季霄还穿着早上的那身白T牛仔短裤 脚下却是一双沾满泥巴的运动鞋 那娇嫩的手里拎着两大兜 不知道从哪里买来的水果 跟一整只精华火腿 勒得通红 我的天啊 小姐你这是去干什么 无疑不由的惊呼一声 季霄被无疑这尖锐的感叹刺的耳朵疼 喝道 大惊小怪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 我去找琪琪了吗 这是一个兄弟送的过节礼物 待会做了他 季霄一边将自己的鞋子踢掉 一边指了指那一整只精华火腿 不得不说谢勇这位大哥太够意思了 季霄给了他双倍的出场费后 他转身就带自己去了他自家的店 水果腊肉 送了自己一大堆 这东西可不能多吃 我做个烟肚先吧 冰箱里还有些春笋 无疑讲道 都行 都行 季霄敷衍的摆了摆手 累脱了的他穿着拖鞋 就奔向了客厅的沙发 却在看到魏清雨脊背挺直的坐在沙发上 身子一下就挺起来了 季霄扶着沙发 坐到了魏清雨对面 道 你回来了 魏清雨瞧了一眼沙发上脏兮兮的季霄 轻轻的 嗯 了一声 他捧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湿润的唇抿了又抿 还是没忍住 问道 你去打架了 季霄顿了一下 便顺着他的话点头道 嗯 不可以啊 魏清雨听着季霄这个口气 微醋了下眉 他觉得自己这份对季霄关心来的可笑 便不打算再问下去 说了句 可以 就潦草的了结了他们的对话 季霄心中一阵懊恼 正要捶眸之时 却呼得定住了 魏清雨的左手手腕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系上了一根红绳 一颗精致的小桃兰 就垂在他纤细的手腕上 而这个小桃兰 看着怎么这么眼熟 季霄脑海里闪过一段回忆 他想起自己当时收到魏清雨信息后 立刻就跑出去了 而那个刚刚被自己发现 小桃兰好像也在那个时候 被自己顺手就塞进了口袋里 不会这么巧吧 季霄心中一阵乱跳 忙朝自己的衣服口袋摸去 结果唐纸倒是摸出来不少 就是那个他慌乱中放进口袋里的小桃兰不见了 魏清雨看了眼自己的手腕上 那个被季霄盯了好一会儿的小桃兰 声音淡淡 怎么 季霄抿了下唇 道 没 没什么 就是觉得有点眼熟 他轻轻摸缩着自己手腕上的小桃兰 道 我妈妈在你出生的时候 也送了你一个 你怕是现在已经忘了吧 那声音分外平淡 不坠一丝感情 所以说这个小桃兰 魏清雨应该也有一个 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认成了他的那个 这就是自己拯救女主的福报吗 我累了 回房间了 魏清雨站起身来 静止离开 打断了季霄的庆幸 小姐 刚才先生来电话 说今晚的团圆宴台有事 来不了了 无疑走到季霄身边 讲道 季霄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视线收回 冷漠地 哦 勒一声 无疑 那咱今晚 该做菜一道都不准少 月饼糕点也都给我摆好 季霄看着隔壁邻居家的灯火通明 和家团员 命令道 别人家有的气氛 咱们家不能没有 无疑不明白季霄又在卖什么关子 依旧听从得点点头 好的 小姐 夜幕降临 圆圆明亮地挂在天空之上 向世间洒下一片皎洁 魏清雨早早地洗漱完毕 坐在自己的床上 准备休息了 当当当 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轻巧的敲门声 魏清雨从床上坐了起来 道 谁 是我 魏小姐 小姐让你下去吃团圆宴呢 她冷淡地回道 谢谢你们小姐 我累了 不下去了 无疑忙道 魏小姐 我们小姐说了 您不下去 我就得被开除 您就赏个脸下来吧 魏清雨在屋内听着 依旧无动于衷 她自己的生死过去这帮人都没有在乎过 如今还要自己在乎他们不成 无疑见那边魏清雨迟迟不说话 捏着手心道 我们小姐还说了 那个 那个混蛋没有来 魏清雨听到这里 神色微微有些动容 她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笃定 继销口中的那个 混蛋 是季清雨 并且为继销口中的这句话 感到一丝快意 无疑在门外坦克地等着 手心里满是汗 呼的 一束明亮的灯光 被从里面的房间投出 魏清雨穿着一条简单的白色裙子 出现在了门口 走吧 无疑连连点头 简直欣喜若狂 走在魏清雨前面 狗腿子一样为她领路 只是下了楼 她却没有像往常一样静止走向餐厅 而是朝一侧通往后院的玻璃门走去 通往后院的玻璃门 发出一阵沉重的推拉声 无疑毕恭毕敬地对魏清雨 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魏清雨有些迟疑 不知道继销在搞什么鬼 小心翼翼地抬脚朝后院走去 古人都说月明星夕 站在后院这片夜空下的魏清雨 却看到了星星 那些被人特意挂在树上的白色小彩灯 一闪一闪 明明如星 璀璨又漂亮 季霄站在琳琅满目的晚宴前 对魏清雨张开手臂 金橘色的眼瞳里 满是张扬灿烂的笑意 愣着干什么 快过来吃饭啊 季霄见魏清雨愣站在门口 忙招呼着就坐在主位上了 你不饿啊 魏清雨闻声 不动声色地收回了自己的视线 撵着裙摆坐到了季霄左手边的副作 季霄看着这满桌的珍羞美味 道 怎么样 是不是很丰盛 那双眼睛晶晶亮着 那金橘的颜色 第一次没有令人生畏的气势 更多的是炽热的期待 魏清雨眼睛不自然地眨了两下 瞬间就把视线挪到了餐桌上 他诧异于自己内心 竟然对季霄做出了正面的评价 点了下头应付道 嗯 季霄在得到魏清雨的肯定后 笑了一下 他撸起袖子 拿起刀叉 道 那就开始吃吧 今晚也没那么多规矩 过节吗 想怎么来怎么来 本小姐是不会跟你计较的 说吧 季霄就不等魏清雨拿起刀叉 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向面前的傲龙下手了 喂 想什么呢 眉头紧皱的 季霄的声音 呼得从魏清雨的耳边响起 视线中一个包装精致的方形小盒子 朝他袭了过来 魏清雨忙伸手接住了 听说是什么过去专门攻几公里的月饼 给你一个尝尝 季霄 一副顽固不羁的样子 魏清雨早就习惯了季霄这副样子 魏清雨想着 便仰头看向了天空中的月亮 心中不由地想起了一句诗 惊人不见古十月 季霄别有腔调地吟诵着李白的诗句 魏清雨眼瞳中酿起一丝波澜 就在刚刚她的心中 要赢的也是这句诗 魏清雨诧异地看向季霄 听着她慢悠悠地吟出的后半句 今月曾经照古人 夜风一阵轻浮着周围的树叶 撩动着月影洒下的皎洁 桃子白蓝地的味道 看夜空中微微浮动 星星点点地啄在魏清雨的心头 魏清雨 中秋快乐 1500米 要不要试一试 我觉得这个挺适合你的 其实1500一点都不累 我到时候会全程跟着你 给你加油的 试一试 万一呢 魏清雨拿招数学卷子 刚从办公室出来走到班门口 看到班李继销站在一个 Omega同学的桌前 表情诚恳地说着什么 就算是接了班级的任务 按照以前的做事风格 也是强行抓一个人抱上去了事 怎么会这么耐心 一个个的好言 劝说 哎 我记得去年清雨 你不是跑了1500米第一吗 你不去吗 再拿一个第一名多厉害 女孩怂恿到 魏清雨闻言 不动声色地将目光 从教室里的季销身上挪开 淡淡地讲道 她没有找我 阳光透过厚重的云层 遮盖住了少女身藏着的目光 她走进班里 在自己的书柜上 看到了一张被刻意忘记的报名表 这时 琪琪跟防疫名拎着三杯奶茶走了过来 远远地就看到季销坐在楼梯上发愁 怎么了 愁成这个样子 琪琪说着把手里的奶茶递给了季销 季销道了声谢 接过奶茶大口地喝了一口 才道 还不是因为运动会的事情 其他的我们都搞定了 Alpha的1500我上 就是Omega的女子1500 圈了一圈了 没有一个人抱 季销苦闷地讲道 呼的 齐齐大腿一拍 道 哎 干脆 你直接拉一个你们般的Omega应付过去不就完了 季销知道这是原主惯用的伎俩 但现在是这种伎俩 他却不肯苟同 当即就否定道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不能玩强制那套的好不好 我记得去年你们实验班女子1500不是魏清宇上的吗 好像还拿了第一名 齐齐突然想起来 他今年不上了吗 我没找他 季销摇摇头 替魏清宇找借口推托道 他身体不太好 我就把他划出1500米预选名单了 哟 你这算不算以权谋斯啊 齐齐说着就撞了撞季销的肩膀 什么以权谋斯 我们班被我排除的身体不好的Omega又不止他一个 季销看着齐齐充满调侃的眼神 否认道魏清宇手上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你们这群alpha都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吗 季销又道 可是跑步关手伤什么事情啊 防一鸣悠悠的讲道 就是齐齐附和道 季销实在是受不了这两个人的挪业的眼神 大声道 哎呀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你也不看看魏清宇那小身板 看着就不行 万一出了事情 到时候我还得对他负责 烦都烦死了 季销 一声轻唤 在季销高昂的语气后响起 魏清宇薄唇清起 道 这是我的1500米报名表 魏清宇安静地站在季销身后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其实对于他来说 1500米根本不算什么 就像齐齐说的 我去年就参加了1500米 你可以来找我的 魏清宇看着面前这三个alpha 平静地讲道 我也并没有你说的那样不堪一击 季销看着魏清宇 平静而深邃的青绿色眸子 声色且艰难地滚了一下喉咙 果然又被他听到了 季销秉承着 原主书人不能书气势的人设 找不到 没有就没有吗 我不也是好心 万一呢 说吧 他就强装淡定地 快速拿过了魏清宇手里的报名表 少女的手伸得太快太急 魏清宇握着报名报的手 猝不及防地被那柔软的拇指指腹擦过 被alpha触碰过的肌肤 落下星星点点的温热 就像是白兰蒂侵入了肌肤 留下一片 如同酒精撒在伤口上的细密刺激感 他很不喜欢这种事情超脱自己掌控的感觉 面无表情地对季销讲道 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说吧 季销还来不及反应 魏清宇转身就离开了 少女的背影一如既往的单薄 白衬衫透过光朦胧地勾勒出他心瘦的腰肢 嗡嗡 呼得魏清宇口袋里的手机传来一阵震动 你的宇宙无敌既可爱 你训练的时候叫上我 别自己死扛 魏清宇看着季销发给自己的消息 眼眸深沉 季销那瞧不起自己的话 怀音尤在耳 他迅速地打出两个 不必 可是还没有等发出去 季销的消息就又来了 你的宇宙无敌既可爱 还有 你的宇宙无敌既可爱 刚才说你的那些不行的话 都是假的 魏清宇悬在发送件上的手指停住了 风吹过少女披散在脸色的长发 遮住了她青绿色的眼眸 那葱白的手指 轻轻敲击着屏幕键盘 不消片刻 季销就看到坐到教室里的少女 将手机重新放回了口袋 魏清宇到时候再说 有了魏清宇这张1500米的报名报 风鸣交给季销和体委的任务就圆满结束了 两人将报名表分门别类整理好 一块去数学组办公室 找风鸣交差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上课点 办公室里空空荡荡 只有风鸣一个人坐在他的位置上 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脑屏幕 老师 季销说着 就将整理好的报名表 放到了风鸣桌子上 不知道是不是风鸣太过聚精会神 甚至都没有察觉到季销来了 这突然一只冷白的手 探到他面前 吓得他差点将手里的小饼干扬了 哎呦喂 我说季销 你进来怎么也没个声音呢 季销有些无语 指了指风鸣耳朵上的耳机 我敲门了 是您带着耳机没听见 这样呀 哈哈 风鸣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 伸手关上了电脑里播放的血狐琳拉的视频 老师你在看什么 体委好奇地凑了过来 风鸣拿过小体委手里的报名表 一边看一边道 就是H国那个末日片 便意丧失 你平时可别看 容易做噩梦 影响状态 放了寒假可以 到那时候也完结了 正好 好嘞 季销觉得风鸣这个人真的很神奇 虽然是省十家班主任 却是学校老师中 最没有规矩的那个 他能跟带过的每一届带的学生 都处得像兄弟 也能在同学心中树立一定的威严 几乎没有学生说他不好 其实成为像风鸣这样的老师 也是季销在那边的那个世界里的目标 对了 季销 风鸣跟体委交代完 又将话音转到了季销身上 现在十月了 十一月底会考 你这两次的生物成绩 虽然有了明显进步 但是离拿到A还有些距离 你得多努努力了 把数学物理的重心 向生物再多倾斜一些 考的等级越高 对你以后高考出国 都有很大的好处 嗯 季销没想到自己来交个表 还要被提起生物成绩 苦闷的点了点头 阿波世界的生物真是太难了 他拿起自己桌上一袋 没有拆封的小饼干 放到了季销手里 鼓励道 给 这个挺好吃的 你也不要着急 回去好好努努力 你这一个月的进步 都是有目共睹的 月底还有一场是模拟测试 要加油 季销拿过风鸣地给自己饼干 在手心里攥了攥 点头道 好的老师 我知道了 安静的走廊里 响起了一声沉重的关门上 季销跟体委一同离开了数学组的办公室 体委看着表情沉郁的季销 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季销 你要是需要的话 我可以跟魏清宇说 让他把笔记给你 他知道季销跟魏清宇关系不好 所以想趁这个机会 好好的讨好一下季销 季销文言眉毛微微挑起 看向了一旁的体委 还让他给我 季销看着面前这个表情分外轻松的人 心想 这是在跟他装逼吗 于是真的持有魏清宇的笔记的他 装作很需要的样子 试探道 听你这口气 你跟魏清宇关系很好 体委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以前 的确还不错了 季销敏锐地察觉到了 他话音里的不对 追问道 那现在呢 体委看着季销的眼睛 眼神飘忽 犹豫了一下才道 你也知道 就他家出了那事后 主要还是他分化成了Omega 我就跟他保持距离了 毕竟我分化成了一名Alpha吗 季销冷冷地呜了一声 想要看体委笑话的心情 瞬间消散了 主要的不是他魏清宇分化Omega 而是他魏加倒了吧 如果魏加没有倒台 他分化成Omega 怕只会招来更多所谓倾慕他的人吧 还没有成年 就学会了视力 体委见季销的脸冷了下来 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忙找不到 其实不止我 以前跟他关系好的也这样 而且大家这是在尊重他 所以才跟他拉开距离的 毕竟他分化成了一个Omega O有别吗 季销的N更加冷淡 走得也更快了 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花言巧语 屈炎富士的人 因为尊重 所以主动疏远他 因为尊重 所以忽视他的无助 季销只是听着 就觉得这些围绕在魏清宇身边的负面 令他窒息 体委忙追着季销的步子 加快了速度 季销 你要是真的需要 我一定会给你借来的 季销猛地杀住了脚 面无表情地看着体委 不用了 他早就借给我了 还有 如果只是以一个人的地位视力交友的话 是交不到真正的朋友的 说吧 季销抬脚扬长而去 只剩体育委员一个人 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微凉的穿堂风 吹拂过季销的长发 远离教室的厕所 传出哗啦啦的水声 他站在洗手池边 静静地看着流水冲刷过他的手背 思绪万千 魏清宇身边到处都是恶人 季青云 一个刘美娜 一个体委 这就好几个了 魏清宇他自己不强大起来 以后遭受的危险会更多 总不能等到高三男主转学来拯救他 才让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好起来吧 这太久了 如果可以 他真的希望 用自己去多帮一帮他 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深思 季销就忽然在浮动的空气中 闻到一股浓浓的芒果味 清淡却不低劣 是最纯粹的果香 季销将自己后颈处的线体 又贴了一记意志贴 小心翼翼地看向厕所的视线 站在门口询问道 同学 请问需要帮忙吗 季销 一声带着些疑惑的熟悉呼唤 从厕所里传来 季销心里咯噔一声 魏清宇 急忙推开门就看到 魏清宇跌坐在光洁的瓷砖地面上 乌黑的长发有些凌乱 而就在他身上 正压着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小姑娘 那浓郁的芒果味道 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 季销看着厕所的一幕愣住了 这时魏清宇吃痛地揉了揉自己的腿 道 这位同学 他好像分化了 帮我 一下我得给他注射抑制剂 当手指刚一触碰到他腺底的瞬间就发现 信息素具有攻击性 这正是Omega分化时初次发热期的特点 魏清宇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便携式抑制剂 季销点点头 二话不说就将这个快要失去意识的小姑娘翻过身来 靠在了自己身上 就在这时话 季销的耳边传来了小姑娘雷若细微的声音 不要 我不要注射Omega的抑制剂 求求你 不要 那声音细微如文银 带着绝望 小姑娘苍白的手 无力地攥着季销的衬衫 传达出来的 满是对着他分化成Omega这件事的拒绝 季销听着不由地觉得心疼 轻声安抚道 你已经分化了 不注射抑制剂身体会垮掉的 魏清宇听着季销轻缓又柔和的声音 鬼使神差地看向了搂着这个小姑娘的季销 阳光落在她的头上 蒙着一层柔和的金光 可能是感受到了脆弱的后颈被暴露 小姑娘在季销怀里的挣扎更甚了 我不要 我不要在这里 我不变成Omega 我不要抑制剂 季销忍着小姑娘指甲 划过自己手臂的痛感 忙安抚道 注射后你就会舒服很多 听话 Alpha的安全感 被季销恰到好处地释放出来 季销 轻拍着小姑娘的后背继续道 我陪着你 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魏清语听到这句话 聊开小姑娘头发的动作 顿了一下 桃子白兰蒂的味道 缠绕在她模糊的记忆里 思绿的轻柔 在她的心腔翻涌 她好像在什么时候 也感受到过这份温柔 魏清语 魏清语 呼的两声呼唤 传入魏清语的耳朵 将她从记忆的漩涡中拉了回来 魏清语有些茫然的抬头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抬头看去 却见季销的脸上都是紧张 芒果的味道 顺着风又吹到了魏清语的面前 她看着手里的抑制剂 这才意识到 自己方才居然走神了 问好了 她一会就没事了 季销帮小姑娘 整理着脸前狼狈的头发 那张精致小巧的脸露了出来 在看清楚这个小姑娘面容的瞬间 季销的眼瞳 不由地缩紧了一下 魏清语看到了季销眼睛里 明晃晃的诧异 问道 你认识她 季销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说来你可能不信 我上次见她 也是在这间厕所 解释的话一出 季销就立刻闭住了嘴 这可是Omega厕所 自己一个Alpha进来 会被不知情的魏清语 当作变态的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季销看着魏清语平静的目光 忙慌张地解释道 我没进去 我就站在水池那里 没进来 我不是偷窥变态 我是听见到她 我知道 魏清语轻声 打断了季销的解释 你难道不奇怪 你放在Omega厕所的水杯 是怎么到我手里的吗 季销愣住了 卡在喉咙中解释的话 被她生生咽了下去 原来那个时候 魏清语也在厕所吗 她难道不会觉得 自己人设崩了吗 走吧 还得麻烦你背着她去校医院 魏清语起唇 打断了季销的思绪 少女的表情一如既往的平静 说着就面无表情地 从地上站了起来 季销稳稳当当地 背着昏过去的小姑娘 无言沉默地 同魏清语一起朝校医院走去 枯黄的树叶铺满了道路 季销不中不清地踩在上面 听着清脆的破碎声 传入自己的耳朵 早知道那天在救了魏清语后 就不溜走了 白白错过了一次刷好感的机会 魏清语也在想事情 她真的是我认识的季销吗 主动帮欧米加说话 对待陌生人也那么温柔 很快 校医院就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季销还在门口看到了一个眼熟的人 上一次帮魏清语清理伤口的医生 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远远地就对季销调侃道 哟 你背着别的Omega过来 女朋友不吃醋啊 说着 那目光还落在了魏清语的身上 有那么瞬间 周围的风都静止了 季销看着站在旁 面色比方才更冷了的魏清语 直觉的厚薄耿扬 求生欲满分 让她迅速否定道 不是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啊 医生正了下 你们难道不是吗 我还以为你们 是先看病人吧 魏清语神色冷冷地打断了医生的话 这个小姑娘分化成了Omega 昏过去了 昏过去了 那快跟我来 医生文言面色一惊 放下了对季销跟魏清语的调侃 忙领着两人向里面走去 不用喊人吗 季销站在侧疑惑地问道 我是急诊医生 你们的病 我基本上都能看 说着医生就抬手 将自己胸口的胸牌亮了出来 季销凑上前定睛看 急诊科副主任 好会 他看着最后像血压剂上显示的数字 道 在腺体上直接注射抑制剂 是最正确的处理方法 处理得很漂亮吗 说着好会就认可的 给季销竖起了大拇指 季销却摆了摆手 拍拍了拍身旁魏清语的肩膀 好医生 你应该夸他 是魏清语给这个同学 在腺体注射的抑制剂 我就是在旁边打下手的工具人 医生边收起工具 边看着还在昏迷中的小姑娘 询问道 那你们知道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吗 出了这种事情 得通知他的家长跟班主任才行 季销文言皱起了眉头 开始尝试回响 上次见他听过同行的女孩喊他的名字 隐隐约约的好像记得 他姓乔 季销 我记得他姓乔 其他我就不知道了 好会推断道 这样你们出个人跟我去电子查阅试 查下这个孩子的身份 然后负责通知他的家长跟班主任 剩下个在这里守着点他 有什么情况好及时通知值班护士 那我去吧 魏清语主动讲道 他经常帮风鸣处理这种事情 做起来也比季销得心应手 行 那小同学 你就在这里看着吧 好会说着就带着魏清语走出病房 好嘞 季销说着就食指与中指并拢 放在太阳穴上 对就要出门的两个人行了个礼 阳光不偏不倚的落在少女金橘色的毛子上 明明亮如星辰 一说 这样的Alpha是不是有很多Omega都喜欢 好会说着 辨别有意味的朝身旁的魏清语看去 感受到好会视线的魏清语 没有回答 他只当这句话是声感叹 不予回应的 而房间里 小女孩已经醒来 乔尼迷茫地看着这间充满消毒水位的房间 道 我 这是在哪里 这是校医院 季销解释着 起身去给乔尼倒了杯水 你刚刚分化成了Omega 现在已经去联系你的家人根 还不等季销句话说完 乔尼就情绪激动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行 不能告诉他们 我分化成了Omega 小姑娘的脸上写满了惊慌 说着就要从床上下来 季销见状忙放下手里的杯子 各剑步上前把他按回了床上 你现在去也已经晚了 他们这时候 肯定已经通知你的家长跟班主任了 乔尼听到季销这话 瞬间心凉了半截 脱力地跌回了床上 乔尼自嘲似地笑了声 你现在定觉得很痛快吧 我分化成了 我最瞧不起的Omega 而你却是我想成为 却成为不了的Alpha 季销听着小姑娘带刺的话 看到的却是她脸上的吉利 在隐藏的难过 她想起了乔尼方才在厕所时的表现 不由地沉声反问道 你就真的这么厌恶Omega吗 厌恶到不惜自毁身体 来拒绝这个事实 乔尼对季销轻摇了摇头 道 你不明白的 季销虽然不知道乔尼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却意识到 这孩子对于Omega的偏见 似乎并不是单纯的瞧不起 而是在她心里 对这个属性存在着什么抵触 季销轻敏了下唇 道 我知道 Omega在某些事情上 是有天生的弱势 你害怕因此被欺负骚扰 但生活不会总是按照你的预料去进行 我们要学会面对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抗争 让她变得更美好 季销对乔尼引导着 也将直藏在自己心里的话 说给了自己听 怎么可能 乔尼怀疑着 声音阴雅 你见过能抗争过阿尔法的欧米加吗 我当然见过 季销肯定地答道 乔尼听着季销这脸两个坑枪的回答 眼里有些动摇 谁 魏清宇 就是这样的人 他可是我们高二级步的年级地 竞赛拿奖拿到手软 年年三好学生优秀团之书 长得还特好看 是我们极不公认的吉花 他真的是我见过的所有 Oh My God 最值得敬佩的那个 季销说着 语气表情中 都不由地带上了几分自豪 乔尼听着季销的形容 原本抗拒的心有些动摇 他犹豫到 那 那我是不是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当然 季销信誓旦旦地保证到 他的手指交叉 有些羞懒地讲道 谢谢你 学姐 我 我可以抱抱你吗 季销上秒还是笑着的 下秒就挣了下 虽然他们都是女孩子 但怎么自己无常给人家做心理辅导 还要附带着出卖叉叉的 这得是另外的价钱吧 可是还没等季销开口拒绝 乔尼便大着胆子叹过身 朝他抱了过去 小姑娘纤细地双臂 绕过季销略大点的骨架 紧紧地在他的背后会合相扣 季销活了二十多年 这还真是第一次碰到 有小姑娘对自己主动投怀送抱 他手足无措地看着 分外依赖地抱着自己的乔尼 而就在这时 呼得震凉风从窗口涌了进来 淡淡的薄荷味道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季销的后果梗 季销下意识地就朝门口看了过去 顿时心里咯噔下 夕阳下昏暗的光打在门口 朦胧地勾出两个人影 魏清宇跟医生好会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门口 两人回到病房看到这么一幕 风无声无息地吹过这一场寂静的房间 就连窗外沙沙作响的树枝 都停止了摇晃 尴尬在小小的病房里狂舞 季销忙从乔尼的怀抱中挣脱出来 解释道 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我懂 我懂 年轻人吗 一见钟情很正常吗 更何况还是英雄就美 你说 是不 好会说着 便单手撑着门框 一副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样子 就是 你这英雄就美的次数 是不是有点多啊 好会调侃道 薄荷的味道 浅浅吹拂过季销的肌肤 魏清宇依旧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外 青绿色的毛子 比初见时还要冷 季销顿时觉得 自己的心脏 一吐一吐地在心口乱跳着 乔尼 就在季销想要开口 向魏清宇解释的时候 一声他分外熟悉地呼喊 从门口响了起来 琪琪急急火火地 从魏清宇跟好会之间的缝隙 冲进了病房 后面还跟着跑得上气 不接下气的防疫名 季销诧异地看着琪琪 你们怎么来了 只是琪琪罕见地忽略了 季销的存在 大不流星地走到了乔尼的床边 道 乔尼 你怎么样 身上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去做一遍全身检查 乔尼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琪琪 皱起了眉头 抬手就将琪琪放在自己额头上的手推开了 你不要凑我这么近 离我远一点 令季销意外的是 向来不容许人冒犯的琪琪 竟然没有被乔尼这个行为点诈 他收回了自己被乔尼拍开的手 语气依旧平静 那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有 乔尼敷衍地丢了两个字给琪琪 被子一裹 身子一翻 不再理琪琪了 琪琪看着乔尼丢给自己的背影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 道 那你要吃苹果吗 我尝过 特别甜 听到琪琪这句话 半上 小姑娘蒙着头 闷闷地从被子里发出了一个阴结 药 阳光从窗外斜斜的头下一缕金光 落在琪琪眼睛里 悦出了些笑意 他顺手拿起了 方才好会没来得及收进去的医用刀 坐在椅子上削起了皮 琪琪远远地看着 甚至可以闻到从琪琪的身上 散发出的野玫瑰的味道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 居然真的安安静静地坐在床边 给乔尼削着苹果 琪姐性格这么烈 竟然能这么惯着她 他们可是青梅竹马 房一鸣在琪琪身旁讲道 琪琪看着房一鸣 震了一下 乔尼跟琪琪从小青梅竹马 他妈妈以前被家暴实在忍不了了 才离婚跟了琪琪妈妈 乔尼的自尊心重 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 我明白 怪不得她那么害怕分化成欧米家 季琪点点头 不消片刻 琪琪手里的苹果就消好了 在不被季琪注意到的门口 魏清宇也从房间外走了回来 魏清宇将要递到琪琪面前 道 琪琪 这是给乔尼的药 琪琪忙接过来 谢谢你啊 我会提醒她 吃药的 不用谢 魏清宇淡淡地讲道 她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决定不再久留 一声不响地抬起脚离开了病房 跟房一鸣讲话的季琪 像是察觉到了什么 鬼使神差地回头看了一眼 但是想见的人 却没在房间里面 季琪知道魏清宇又不留一句话地离开了 想起方才好会地打去 季琪忙抬脚 朝病房外追了出去 空荡荡地走廊里 分外安静 狭长之中只有魏清宇一个消瘦的背影 魏清宇 你等一下 一声故意压低的声音 穿过寂静的空气 魏清宇一下就停住了 她回头看去 季琪不知道什么时候 从病房里也走了出来 夕阳灿烂 给她披了一身的光芒 有事 魏清宇不动声色地 将自己的诧异收起 平静地问道 季琪 有 说着 她快步走到魏清宇跟前 解释道 刚才你看到的那些都是误会 你也不要听好会的调侃 我对乔尼绝对没有非分之想 更不存在什么狗屁一见钟情 魏清宇没有想到 季琪会因为方才的发生的误会 特意过来给自己解释 不明白季琪此举目的的她 回道 你其实不用跟我解释 你自己清楚就好 那语气淡淡 听不出信任 说吧 魏清宇转身就要离开 季琪心里没来由的慌忙了起来 她一下就拉住了魏清宇的手臂 脱口而出道 可我不想让你误会 寂静地走廊安静地可怕 季琪看着被自己握住手臂的魏清宇 顿时察觉不妙 季琪忙放开魏清宇的手臂 努力找不到 我的意思是 本小姐说没有就没有 你不要误会 而且 不只是乔尼 如果你有需要 我也会慷慨帮助 话音落下 空荡的走廊里 又陷入了久久的沉寂 魏清宇看着季琪 久久没有出声 方才还幻想大结局 不用领盒饭的她 现在只希望魏清宇 弯掉自己腺底的时候 能轻一点 最好能给自己打个麻药 半晌 魏清宇终于轻轻发出一个阴结 嗯 然后脸色也是一扫阴霾 你之前说过要陪我训练 明天早上我会去跑步 希望到时候你不要迟到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 却像是一阵温暖的春风 扶过季琪心中即将哭死的草眼 她点头道 当然了 本小姐向来说道做道 一日清晨 晴空万里 季潇似梦未醒的 穿着一身白绿色的运动装 推门等在别墅外 这时看到魏清宇走了 过来 早 季潇打了个哈欠 对魏清宇打着招呼 明明她昨天晚上早早就睡下了 身体还是抗拒早起这件事情 魏清宇乌黑的长发 被她高高抒起 平常披散着长发时的清冷感觉 被马尾的活力微微冲散 看着魏清宇的样子 季潇轻视了一下嘴唇 方才还昏昏沉沉的脑子瞬间清醒了 因为今天是季潇晨跑的第一天 魏清宇特意没有选择很远的距离 只领着她在附近住宅区的人行道上 不快不慢地跑着 清晨朦胧的阳光 毫无阻挡地落在魏清宇的身上 鼻挺的后背 隐约露出一对漂亮的蝴蝶骨 那纤细的脖梗微微上扬 在人群之中 就像是一只美丽的白天鹅 优雅又高傲 季潇偷去着 不由地在心中发出一声感叹 她真的很漂亮 这时一阵传来惊呼 小心 季潇和魏清宇晨练时 一辆山地自行车 就在季潇的视线中 直直地朝着她冲了过来 季潇躲闪不及 失去平衡地朝后面的花坛石垣扬去 也是在这时 那清凉的薄荷胃 突如其来地包裹住了她 魏清宇一只手握着自己的手腕 另一只手护住了季潇的后脑 牢牢地将自己护在了怀里 季潇正正地看着视线中那名压在自己身上的少女 清楚地听见了自己那疯狂乱跳的心跳声 季潇万分诧异地看着魏清宇 在这样的危机的情况下 她居然会主动伸手保护自己 魏清宇也毅然 魏清宇滚了下喉咙 冷着脸放开了季潇的手腕 你没事吧 她摇了下头 道 没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姑娘们 就在这时 一个粗犷的声音在两人身旁响起 打断了季潇刚组织好的对魏清宇的关心 魏清宇闻声看向了这个男人 向来冷静的眸子 震颤了一下 震惊与激动 交织在那青绿色的眼瞳中 汇聚成了不可思议 小姑娘没有受伤吧 我刚才没有仔细看路 不小心骑到了马路牙子上 这又是山地车 直接给冲上来了 实在抱歉啊 男人面不改色地将车子往树旁一靠 关心地问起了差点被她撞伤的季潇 季潇摇摇头道 我没事 那真是太幸运了 你运气真好 男人笑着 转身感激涕零地握住了魏清宇的手 小姑娘 这可真的是谢谢你了 男人粗糙的手掌 在同魏清宇接触的一瞬 就将一个折得结结实实的纸条 塞到了她的手心 那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看不出一丝表演的破绽 而后男人礼貌且迅速地松开了魏清宇的手 依旧还是那副夸张的感激样 对魏清宇讲道 要不是你 说不定这个小姑娘 今天就遭遇不测了 你以后骑车要多注意 魏清宇将手里的纸条紧钻了几分 保持平静地回道 当然 男人点了点头 又看向了季霄 小姑娘 叔叔去前面的蛋糕店给你买个蛋糕压压惊吧 那边的蛋糕可好吃了 季霄文言 摇头婉拒道 不用了 家里佣人已经买了不少 叔叔下次注意就可以了 说吧 季霄还对男人露出了一抹人畜无害的微笑 如果这抹微笑 没有夹杂着胆战心惊就更好了 就在方才 这个男人给魏清宇递纸条的动作 被他看到了 他突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根本就不是意外 如果不是魏清宇 我的脑袋就开花了 他的命好苦啊 不止未来的魏清宇 会杀了自己魏鲨鱼 现在魏家的亲信 也要置自己于死地 可明明他现在想做个正派角色啊 既然这样 叔叔就先走了 公司还有事情 我们陈老板今天回国 男人打断了季霄心中的哀嚎 对两个人讲道 如果是园主 肯定会骂一句 这男人在说什么狗屁 谁感兴趣他们老板姓什么 但季霄通过魏清宇的表情 可以推断 这个男人跟的魏陈老板 绝对是魏家的亲信 因为原助理帮魏清宇翻身的陈灵记 就是从国外回来的 看魏清宇的反应 应该是认出了这个人 能帮他脱困的人终于来了 他要帮助魏清宇 更早地联系到这些未来能够帮助他的人 插曲过后 街道又恢复了原有的忙碌 当两人回到家 刚坐到餐桌上 无疑就笑咪咪从二楼走了下来 手里还拎着两个书包 季霄正诧异无疑这行为 就听到了他黄鼠狼给鸡拜您的话 先生说今天下午 魏家就要被拍卖了 问魏小姐有没有兴趣去看 季霄刚一听到先生二字 就警惕地竖起了耳朵 他看着坐在对面犹豫不决的魏清宇 想在他回答前 反问道 爸爸怎么不叫我呢 先生说 他将小姐一直想要的那个手办买来了 今天中午就能到 去拍卖会就不能第一时间拆封了 季清云这一个手段耍得漂亮 他捏着自己女儿喜好跟魏清宇的软肋 既讨得了女儿的欢心 又得到了跟魏清宇独处的机会 季霄将这一切看得透彻 故意做出刁蛮任性的样子 同原文中那样对吴依讲道 这样也不行 手办什么时候都能拆 又不会坏掉 爸爸不能偏心 不让我去 魏清宇也不能去 吴依文声 满脸的难为 小姐 我觉得还是征求一下魏小姐的意见吧 怎么 我现在说话不好使了是吗 你们所有人都要听魏清宇的了是吗 季霄扬怒 打断了吴依的话 季霄心里冷笑 用魏家老宅要挟魏清宇 我怎么能让他得逞 而那场拍卖会 也会出现一位神秘人 以碾压季清宇心里最高价的价格 拍下魏家这幢别墅 这位神秘人 就是后来在男主的帮助下 跟魏清宇取得联系的陈灵记 如果自己不像原主一样 阻挠魏清宇去这场拍卖会 是不是就能让他提前跟陈灵记联系上 他看着坐在对面 已经沉默着吃着三明治的魏清宇 决定不跟无一再扯 只高气昂地对魏清宇道 拿着你没吃的东西 跟我去上学 魏清宇眼眸平静地听从着季霄的话 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早就看透了季清宇的真面目的他 即使面对陈灵记的秘密邀约 也是决绝不能答应 不如先和季霄去上学 自己还有一上午的时间 一定可以想出一个万全之法的 正午时分 校园里一片寂静 一阵刺耳的铁制物品拖动声 在校园的东北角响起 一个熟悉的背影 搬动着桌椅 再试图爬上桌子 只可惜少女没有翻墙的经验 技巧不够 几次攀登都以失败告终 季霄看着魏清宇 一直在做无用功 没忍住从他身后走了过来 你这样翻到猴年马月都翻不出去 他扬作淡定地 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却看到季霄正含着一个棒棒糖 看着自己 你什么时候来的 魏清宇从桌子上跳下来 强装淡定地问道 你拖桌子的时候 少女向来波澜不惊地脸颊 第一次微微发烫了起来 只不过思量着怎么翻墙的技巧 没有注意到 他随手解开了领口束缚着他的扣子 对魏清宇道 你看好 翻墙还得这样才好翻 话音落下 魏清宇就感觉自己面前吹过了一阵风 少女那修长的腿 划过魏清宇的视线 轻盈而有力地踩上了椅子 双手便稳稳地扒住了墙头 稍稳一用力 便侧身压着裙摆坐了上去 一套动作行云流出 干净又利落 正午的阳光 像是聚光灯一样 打在季霄身上 来 把手给我 季霄说着便微微低下身子 自然而然地朝魏清宇伸去了手 魏清宇闻言 就要抬起自己手臂 却在下一秒停了下来 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真能相信 这个折磨了我半年的人吗 季霄在墙头 微微低下身子道 来 把手给我 然后朝魏清宇伸去了手 魏清宇闻言 就要抬起自己手臂 却在下一秒停了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在这种关键时刻相信季霄 而季霄将魏清宇迟疑的动作 全都看在了眼里 他也清楚地知道魏清宇不信任自己 他有一点点神伤 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啊 而就在季霄难过之时 他的手心突然传来一阵紧贴的温暖 将那要叹出的气 又压了回去 季霄猛地睁开眼睛 魏清宇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上了桌子最上方 而那只葱白的手 正放在自己的手上 微凉地散发着薄荷的味道 快点 魏清宇表情平静地对季霄讲道 他还是把自己交给了他 季霄的嘴角抑制不住地扬了起来 季霄用力把魏清宇拉上墙头 嘱咐道 你快坐好 我下去接你 季霄不等魏清宇回答 先一步从墙头跳了下去 那动作潇洒利落 格外干净 季霄稍稍拍了拍 沾了尘土的手掌 在魏清宇的注视下转过了身 下来吧 我接着你 风拂过魏清宇的脸颊 缭乱了他的长发 视线下方的少女对自己敞开了双臂 金橘色的眼瞳里装满了灿烂的星辰 坚定又可靠 这一次 魏清宇没有迟疑地就跳了下去 失重感瞬间就在魏清宇的身上汇聚 圆形道上的花砖 在魏清宇的视线中快速放大 就在他觉得自己要站不稳狼狈摔下去的瞬间 他跌入了一个温柔的怀抱 桃子白蓝地的味道 在少女的身上一下腾起 落在了他的鼻尖 凶猛的温柔麻痹了方才落地时 膝盖与脚上的疼痛 让他只感觉到桃子的甜 那柔软的指尖 紧贴在他的腰际 透过轻薄的衬衫 传递过独属于他的安全感 季霄就同他跟自己保证的那样 稳稳地接住了自己 魏清宇脑袋中 突然有一幅模糊的画面闪过 让他突然觉得此刻的这种感觉好熟悉 好像在某一个自己差点跌倒的时候 面前这个人也这样互助过自己 可是 究竟是什么时候 他察觉到自己好像在某一个时间段里 忘记了些什么 脑 呼的一声随性的声音 打断了魏清宇混乱的思绪 魏清宇忙抬头看去 却见季霄正扬起手 向自己抛来了什么 他又一次下意识地伸手 接过了季霄向自己抛来的东西 柔软的掌心猝不及防地 就被一颗坚硬的东西砸了一下 脚麻了吧 季霄看着魏清宇 昂了下下巴是一道 吃点甜的缓缓 正午的阳光落在少女的手心 一颗糖果 果不其然地躺在里面 谢谢 季霄这时已经走到了马路一侧 拉着一个房车的车门 他对站在马路另一侧的魏清宇 招了下手 道 跟我来 魏清宇闻言 警惕地看着季霄 你要带我去哪里 话音未落 一辆重型卡车 就路过了这窄窄的马路 轰隆隆的噪音 将魏清宇的话音吞下 也将他与季霄分隔了开来 季霄目的不明 不如趁现在 离开 看着阳光的季霄招手的召唤 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选择了相信 向着他跑了过去 扶着房车的门 魏清宇再次发问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 季霄主动替他拉开了车门 还能去哪里 当然是去拍卖会了 秋日的午后寂静 这个时候路上的车流并不算多 宽敞的柏油马路上 飞驰着一辆小型房车 魏清宇看着不断后退的街景闹市 明亮的玻璃上 倒映着坐在另一边的季霄的侧脸 各种疑问萦绕在魏清宇脑海中 他轻敏了下唇 杨作平淡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带我去拍卖会 季霄听到魏清宇的问话 正在和琪琪串词的手 顿了一下 昂了昂头 拿出了一副傲慢的样子 道 你啊 笨得翻墙都不会 别再让人拐跑了 本小姐好心 顺手烧你一成 不可以吗 魏清宇文言微微蹴了下眉头 道 可以 多谢 季霄文言 又指了指拉着帘子房车后半步 如果你真的要谢谢我 就快去后面把校服换了 然后再随便挑一件衣服换上 穿着这个去拍卖会 还不够丢我的人呢 魏清宇看了看自己身上的校服 的确这种衣服并不适合进入拍卖会 少女沉默着服从季霄的命令 朝后面走去 季霄靠在座椅靠背上 偷去着手机屏幕反射的魏清宇的背影 她看着前面的司机 叮嘱道 车子开得再稳一些 是 小姐 司机恭敬地回答道 不消片刻 魏清宇便踩着双合脚的矮根小皮鞋 走到了季霄的面前 我换好了 百无聊赖的季霄放下手机 抬头朝魏清宇看去 目光却不由地迟滞了几分 眼前的魏清宇微微昂着头 乌黑的长发 顺着她饱满的头颅倾泻而下 那双青绿色的毛子 在身后波光灵灵的水光映衬下 散发着如宝石般的光芒 光不偏不已地穿过窗户 打在她身上这条简单的青色长裙上 勾勒出少女优越的身形 这大概就是秀色可参吧 呼的 视线中的少女微微低下了头 怎么了 没什么 你一打扮还挺像样吗 我也去换件衣服 说吧 季霄便赶忙起身 朝车厢后方走去了 魏清宇看着季霄耳后 那从耳垂一直延续到 脖梗靠上一点的红 唇角微微上扬 口是心非这个词语 面前这个Alpha实力全是十分完美 不多时 房车来到了拍卖会 爸爸 一身吸服短裙的季霄 带着魏清宇走进会场 一声清脆又甜腻的呼唤 从季清云的耳边传来 他抬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季霄那张笑得阴瑟瑟的脸 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季清云有些吃惊地看着季霄 道 肖肖 你怎么来了 爸爸能让魏清宇来 我就不能来吗 季霄说着 就样做任性地挨着季清云坐了下去 当然能来 季清云说着 脸上就露出了宠溺的笑容 交错间 他注意到季霄身后还跟着魏清宇 又道 就是清宇这个位置看不大清楚吧 要不要坐到叔叔这边来 季霄文言忙道 他有地方坐就行了 挑什么 魏清云也适时地回复道 没事的叔叔 我坐这里就行了 季清云的眼睛里闪过几分不悦 沉了几分钟 季清云微微偏了偏身子 小声地对季霄道 肖肖你不要这样对清宇 虽然清宇是你姐姐 但你身为Alpha也该让着她 男人裹着热气的声音 落到季霄的耳廓 带来的全是潮湿难闻 季清云句句说的是无私 却拒绝将魏清云推入原主变态的折磨 季霄在心里正骂着季清云 前方竞拍台上就走上了一位主持人 在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本次竞拍会的规则后 屏幕上就出现了魏家那幢红砖别墅的图片 这幢红砖别墅 位于沿路巷05号 是上世纪德国建筑师 季霄听着主持人详细的介绍 不由地感叹魏清云家这幢房子深厚的历史底蕴 他瞥了一眼身旁摆出一副聚精会神样的季清云 眼睛里写着满是 垃圾你不配 底价八千万 加价幅度为二十万 现在开始竞拍 主人话音刚落 第一排的一个女人就举起了牌子 紧接着第四排的一个男人 也举起了牌子 房子的价格从八千万一下一下 在人们手里举起落下的牌子中 变成了九千万 而这时候 季清云果不其然地举起了牌子 给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 一亿 这位先生直接将价格提到了一亿 一亿可不是个小数目 看来季先生对这幢老有的别墅 是在必得 主持人不吝此早地捧到 坐在观众席的季清云 也给了他一个认可的点头 拍卖会场区在话音落下后 陷入了安静 方才那些不断抬手的人 纷纷思量了起来 魏清云这时心里也有些许没底 陈叔叔真的会来吗 主持人 这时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还有人加价的煤 一亿元 一次 一亿元两次 主持人已经拿起了拍卖锤 就在最后落锤的最后一刻 一个神秘人举起了手中的号码牌 一亿两百万 上集说到 季清云出价到了一个亿 就在这时靠近门的后排角落 一个穿着风衣 戴着眼镜的男人 举起了他手里的牌子 一亿四百万 陈灵记对这房子也是势灾必得 稳稳地又举起了牌子 一亿六百万 眼看着价格就要破两亿 季消害怕继续下去 陈灵记会撑不住 妈按住了季清云的手 爸爸 这么多钱 你买一幢破房子干什么 季清云一边将手从季消手中抽出 一边道 萧萧 你不懂 这是给清云买的 我是不懂 爸爸 你对魏清云也未免太偏心了吧 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季消见季清云一已决 便故作生气地反问道 当然是你了 那你为什么总是对魏清云这么好 季消质问着 早就做好准备的他 甚至还带上了哭腔 我开始讨厌爸爸了 我讨厌你明明嘴上说着公平 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公平的爱 话音刚落 季消方才还干涩的眼睛 就被他强行挤出了几滴泪水 那晶莹的液体运在眼眶中 染红了眼尾 看上去分外委屈 季清云看着季消的表情 瞬间就震住了 是女如命的他第一看到季消 因为他将自己的爱 分为给人红了眼眶 那五毒不清的心瞬间就碎了 他忙丢下手里的牌子 抽出手替季消开泪 对不起消消 是爸爸错了 爸爸知道错了 不要讨厌爸爸好不好 季消忍着被季清云接触的恶心 故作生气的别过身子 不去理会他好拖延时间 季清云则不负季消所望的 在一旁柔声细语的哄着他 拍卖的事情 已经被他望到了九霄云外 一亿七千八百万一次 一亿七千八百万两次 一亿七千八百万三次 成交 主持人颇具感染力的声音 在季清云的道歉声中响起 季消瞬间就停下了 他脚柔造作的表演 恭喜这位先生 您以一亿七千八百万三次元人民币 拍下了这幢别墅 请于拍卖会结束后 到公正处签名 我们将尽快为您办理交接手续 季消听着主持人对陈灵记的提示 突然想到要给魏清云和陈灵记 制造见面的机会了 他扬作心有余气的样子 一巴掌拍开了季清云 放在自己手背上的手 对一旁的魏清云道 你 去给我买瓶喝的来 魏清云文言没有拒绝 沉默地拿着手机 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 脑海里全是季消方才染红的眼尾 是不是在这半年里 他对自己愈发变本加厉的折磨 也是因为 自己抢走了季清云仅有的父爱 魏小姐 这时 一个低沉的声音 打断了少女的思绪 陈灵记在保镖的跟随下 迈着沉稳的步伐 朝魏清云走来 陈叔叔 魏清云微微汗手 魏小姐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陈灵记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浑厚 魏清云听着多了几分心安 陈灵记解释道 真的很抱歉魏小姐 半年后才联系上了您 当时我人远在国外分公司 魏家出事的时候 那边的公司也遇到了些难搞的事情 不得已拖到了现在 魏清云自始至终 也没有怪陈灵记 他明白在季家的阴影下 那些跟魏家过去关系密切的人 必然会被他遏制 陈灵记这个跟魏家的交情 仅次于季清云的人 必然也会被季清云从暗处下手 格外针对 不过他既然现在联系上了自己 并且豪置近两亿元 拍下魏家的别墅 就说明他现在已经度了危难 这已经很好了 魏先生虽然已经不在了 但是魏家对我的恩情 我一直都记得 您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把魏家的东西 都替你拿回来 只是这期清云手段太卑劣 我调查过 他强占魏家财产的头衔 是遗产继承人魏成年 他作为继承人的监护人 代为达理 所以在成年之前 恐怕 这个我知道 我会忍耐地 魏清云表情平静地点点头 陈灵记继续说道 清云 早上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他的确是冒失了 魏清云摇了摇头 道 没关系 我们都没有受伤 清云 有一件事 我还是得叮嘱 季家危机四伏 你需要万分小心 季清云不是什么好人 季消也并非善类 你以后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善良 把自己推入深渊 况且季消这个人顽固放纵 轻浮混蛋 清云 如果你真的被他欺负了 你一定要告诉叔叔 叔叔一定会让你 冰子叔叔替你出气的 嗯 我记住了 魏清云继续道 但是季消还是未成年 还是不要牵连到他 毕竟我们不是季清云之流 陈灵记听到后 思量着点了下头 嗯 这次是叔叔欠考虑了 你说的不错 的确不应该 魏清云文言松了一口气 他微微点了下头 道 叔叔 我出来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让季家妇女察觉出不对劲就不好了 快回去吧 陈灵记点点头好 叔叔再见 魏清云从贩卖机里 随意买了一瓶苏打水 便朝来时的路走去 季消百无聊赖的看着台上工作人员 为最后一件展品做整理工作 余光里就看到魏清云回来了 他偷去着魏清云脸上比来 是要轻松很多的表情 方才悬着的一颗星 终于落了下去 等到魏清云整理着裙摆做好 季消拖着塞 杨作不满的吐槽道 回来了 让你买瓶水 你是去工厂产了一瓶吗 那边的贩卖机我不熟练 遇到了些状况 魏清云从容不迫地解释着 将手里的苏打水递给了他 季消嘴不饶人 拿过魏清云递来的瓶子 却动作温柔 这时 台上的最后一件拍瓶 也迎来了高潮 主持人站在话筒前 对大家宣布道 280万还有继续 加的吗 雪清宝石胸针 哇 这东西比房子还抢手 季消看着这热闹的局势 不由地感叹道 这枚胸针无论是宝石切割 还是珠宝镶嵌 都是一等一等的优秀 哪怕是放在现在也是顶级的 去年肥冷脆宝石馆破产 魏清云坐在季消身旁轻声为他讲解道 季消听着魏清云这些话 不由地想起了前不久 他去祭扫的时候 胸口也别过的那枚胸针 虽然精致不如这枚 但是有幸有美人坐衬 反而显得比这枚气韵上 要更胜一筹 要是魏清云戴上这枚胸针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季消看着已经被第一排的那个女人 拍到了320万高价的胸针 回事神差地举起了 放在季清云腿边的牌子 主持人看到后立刻道 这边季小姐340万 没有出现的名字突然响起 所有人朝季消投去了诧异的目光 季清云见自己女儿抬了手 立刻问道 潇潇 你喜欢这个吗 昂 季消敷衍地回答着 没有看到季清云一眼 季清云只当季消对自己的气还没有过去 立刻哄道 那你随便举 只要能拍到 多少钱爸爸都给你出 季消文言挑了下眉 也终于愿意分给这个可怜的女儿奴两分目光 他看着季清云讨好又宠溺的笑颜 眼睛一弯 道 那我就提前谢谢爸爸了 还没有意识到 是太严重的季清云文言 笑意更浓了 潇潇开心就好 这时坐在第一排边侧的女人 在所有人又犹豫的时候 举起了牌子 主持人立刻道 孙小姐出价360万 季消文言不甘示弱 也举起了牌子 两人一来一回 那枚雪青色宝石胸针的拍卖价格 直接被抬到了逼近400万 已经太高了 不值得了 魏清云在季消身旁提醒道 难道你不觉得这东西落到那个人手里 可惜了吗 季消指着坐在那个 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女人 没有什么值不值得 把宝石交对的人手里 才是值得 季消轻声讲道 季消举起了牌子 直接道 我出500万 拍卖会结束时 天色已经渐完 漆黑的车身行驶在路上 隐没于黑夜 车厢内分外安静 魏清云瞧着车窗外的灯火霓虹 又一次在车窗玻璃上 看到了季消的脸 不知道是不是方才去确认 一系列拍卖手续累了 季消靠着座椅仰头就睡了过去 魏清云警惧地瞧着季消 接受了陈灵记刚刚发来的好友申请 睡过去的季消 倒在了魏清云肩上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会在陈灵记提出那样的建议后 袒护季消 明明前不久 自己还恨不得亲手杀了季消 那把抵在他脖梗上的剪刀 到现在还放在自己的床头 魏清云重新将身体坐直 只是肩上多了一个睡着的季消 缓缓的夜风 从敞开的车窗玻璃中吹进 季消嗅得到绽放在舌尖上的薄荷味道 梦里的世界是一望无际的碧绿色海洋 明媚的阳光穿过堆满了白色云彩的天空 点亮了一望无际波光 季消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像是进入海水之中 翻涌的波涛拖着他的身子 带着他在这满是薄荷味的海洋中畅游 自由又舒适 季消 季消 两声轻轻地呼唤从天际传来 季消迷蒙地睁着望向天空 太阳明亮的光刺的他睁不开眼睛 季消睡眼惺忪地看着这个有点陌生又有些熟悉的环境 那一直萦绕在梦境里的薄荷味道 依旧萦绕在他鼻尖 季消将视线微微向上探去 就看到了少女透着英粉色的唇绊 察觉到什么的季消 灯使眼瞳皱缩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靠枕 而是魏清雨的肩膀 醒了 魏清雨微微垂下视线 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在他肩头撒野的少女 季消将将地从魏清雨的肩膀上起身 强装平静地昂了一声 他清明了下唇 接着问道 我 睡了多久 从下高架开始 魏清雨平静地回答道 季消看着坐在自己身旁的魏清雨 心里万丈风浪高高卷起 自己居然靠着魏清雨的肩膀 睡了近乎一路 真是妖兽了 真的要命了 现在的季消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是什么射死现场 他一言不发地从车上下来 脚步飞快地拉开别墅大门 而后只见房间里刮起了一阵风 站在客厅的庸人 就这样看着自己小姐 像是受了什么刺激一样 飞奔回了自己的房间 没有了重鸣 也安静地让人无法心静 季消像放弃治疗一样 成大字形地躺在床上 自己怎么能睡到了魏清雨的肩膀上呢 就这么想着 季消压在身子底下的手机 震动了两下 齐齐发来了消息小姐 你和魏清雨凑一块去了 什么凑一块去了 今天他家的房子拍卖 我就帮个小忙 魏清雨挺惨的 房子是最后的念想了 季消看着他们俩三句不离的魏清雨 方才的尴尬又蒙上了脑子 忙掉转话题道 哎对了 你那边怎么样了 乔尼他还别扭吗 齐齐有些丧气地敲了三个字 就还好 他那个扎爹知道乔尼分化成Omega后就消失了 季消着实吃了一惊 啊 齐齐沉了一下 又发道 我都没敢让乔尼知道 齐齐发着就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当时魏清雨是怎么过来的 再次看到魏清雨这三个字 季消遭乱的心情一下就沉了下来 是啊 他当时的状况比乔尼还要糟糕 齐齐摊在床上对季消发去了一段语音 小姐 你把我说我饿了 听到齐齐的话 季消的肚子再也发出了空空如也的预警 从拍卖会上回来 他一点东西也没吃 现在也饿了 齐齐想了一下 道 去房一鸣家吃小龙虾吧 他家烧烤店的小龙虾一绝 季消只是看到小龙虾三个字就要流口水了 忙道 好啊 给房一鸣发个消息 咱这就去 已经快到九点了 家里的庸人也按时到里面的庸人间休息了 一楼没有开灯有些昏暗 季消开着手机的手电筒下了楼 却再看到了一片昏黄的灯光 从餐厅倾泻了出来 他有些疑惑地走到餐厅 却看到魏清雨正站在打开的冰箱前 寻找着什么 季消喉咙不由地滚了一下 他这才想起来 魏清雨跟自己一样 中午吃完午饭就从学校出来了 说不定他可能甚至中午都没有吃饭 他微微靠在一侧的把台上 略带随性地用食指敲了敲桌面 喂 吃不吃小龙虾 今晚月色不错 夏弦月弯成半个弓挂在天上 明亮的星星出没于云层之中 也不显得寂寥 在走过一个十字路口后 灯火通明的夜市就带着喧嚣 闯入了魏清雨的视线 真香 闻得我都饿了 季消小声嘀咕着 就看向了身旁的魏清雨 他的视线也停在了铁板鱿鱼上 季消见状主动问道 要不要来一串 小姐 就在这时 就只见房一鸣跟琪琪 站在那个挂着红底白字的招牌的 烧烤广场上的一张桌子前 跟自己招着手 季消笑笑 朝两人走去 折了下跟在身后的魏清雨道 我多带了个人 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了 房一鸣大咧咧的招呼魏清雨过来做 道 那我现在就让后厨去做了 都是品相贼好小龙虾 保证你们今天晚上吃的贼撑 那都要麻辣的 房一鸣问道 当 琪琪口中的燃字还没有说出口 就被季消拦住了 一份麻辣 一份蒜香 小姐 你换口味了 房一鸣不解的看着季消 琪琪相比之下 就比房一鸣聪明很多 这都不懂 你也不看 今天带的谁来 房一鸣瞬间露出一副明白了的表情 道 正好我们家蒜香的刚研制出了一种新方子 你来尝尝先 说吧 房一鸣就朝屋里跑了去 小空间里也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坐在两人对面的琪琪 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一边起身一边道 我去那边拿喝的 不能喝酒 都喝冰镇果汁啊 这下小空间更安静了 季消不知道跟魏清雨聊什么 干脆百无聊赖的看起了周围热闹的人群 其实你不用迁就我 这时一声轻轻的声音 从喧哗的人声中响起 季消偏头看向身旁的魏清雨 一下就知道他说的是刚才自己点了蒜蓉小龙虾的事情 为了不让自己暴露 季消便指高气昂反问道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迁就你了 季消心里不由的忐忑 又打补丁道 我晚上没吃东西 吃辣的胃疼怎么办 无疑他们知道了又会叨叨叨 烦都烦死了 你 你就少在这里 别自作多情了 救命 琪琪和房一鸣怎么还不来 季消坐在小板凳上 抖起了几次腿 越抖心里越乱 他看着已经挑好饮料 在跟房一鸣不知道聊什么的琪琪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在这里坐着 别乱跑 我去买点东西 少女脚步飞快地没入了来时的人群 起先魏清宇还有些好奇地追随着计消的背影 而后他的手机就毫无预兆地震动了两下 魏清宇看了眼还在聊天的琪琪跟房一鸣 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手机 陈叔叔 清宇 别墅的手续明天就可以办下来 周日如果有空 我们在别墅见一面 你柳虎叔叔跟柳岳阿姨也会来 魏清宇看到柳虎 柳岳两个名字 眼瞳微微颤了一下 想不到柳家姐弟也会来啊 魏清宇怀着一颗期待的心情 迅速敲了个好过去 就在屏幕显示出新发去的消息的同时 两个人影也落了下来 房一鸣端着一盆小龙虾 站魏清宇手边 在跟谁聊天呀 没谁 魏清宇闻言心中一惊 强装淡定地将手机吸屏反扣在桌上 琪琪跟房一鸣看着魏清宇这副样子 又都注意到继销不在 便相视一笑 调侃道 嗯 没谁是谁呀 是什么事 你能不能不要窥探别人的隐私 房一鸣的话还没有说完 就被一只铁板大鱿鱼截断了 继销拿着从刚才的铁板鱿鱼摊买回来的鱿鱼 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魏清宇看着坐回到自己身旁的继销 方才被两人调侃的紧张心情 不知道怎么就放松了下来 琪琪瞧着继销手里的东西 好奇地问道 哟 小姐刚刚这是去买什么了 烤鱿鱼 超大份 说吧 继销就将手里的豪华铁板鱿鱼 分给了大家 琪琪跟房一鸣看着手里喷香美味的鱿鱼 瞬间放下了对魏清宇的调侃 纷纷道 哇 谢谢小姐 魏清宇看着继销的给自己的专门 跟其他几串沾了变态辣的鱿鱼 分开了自己那份 目光灰色不明 魏清宇咬着不辣的鱿鱼须 偷偷地看向了坐在自己身边 暴风吸入小龙虾的继销 他感觉继销好像真的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了 可行为举止看起来却依旧还是那个他 半晌 专心吸瞎黄的季霄 觉得自己的衣角 老是被人轻扯一下 轻扯一下 分外影响他跟琪琪 还有房一鸣抢瞎黄的速度 少女带着些被人打扰的愤愤 低头朝自己的衣角看去 却看到一根手指勾在自己的衣摆上 魏清宇正假作若无其事地吃着烤鱼鱼须 另一只手偷偷地勾着自己的衣服 他见季霄朝自己这边看来了 微微抿唇 主动朝他靠近了几分 少女细密的睫毛微微垂下 在季霄身边道 谢谢 那声音轻轻的 简单的两个字 像是两颗玻璃球撞击般的清脆 季霄微微有些震住 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 魏清宇第一次对自己话语里 没有包含着厌恶 他心里万分欢喜 手足无措地将自己刚刚包出来的虾黄 推向了魏清宇 跟 跟我客气什么 请 请你吃虾黄 魏清宇低头看着推到自己面前小龙虾 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周日 天朗气轻 是个事宜出门的好天气 魏清宇此行是去魏家跟刘虎 柳越会面的 清宇来了 快进来吧 就在这时 陈灵记从屋里推开了门 站到了门口 陈叔叔 魏清宇礼貌地跟陈灵记打着招呼 走了过去 我昨天办下了手续 下午就让人来收拾了一下 陈灵记介绍讲道 麻烦陈叔叔了 魏清宇对陈灵记微微汗手 很是感激 刘虎和柳越待会就来 陈灵记看了眼手机 对魏清宇提议道 清宇要不你先逛一逛家里吧 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魏清宇点点头 她也正有此意 安静的楼梯间里 发出清脆的鞋跟敲击声 魏清宇时隔不到半月 又一次踩上了这红木楼梯 家里一切如常 只是爸爸妈妈都不在了 玻璃圆桌上还放着 他妈妈徐曼玲最喜欢的白瓷茶杯 跟他爸爸为灵东夹着书签的书 魏清宇看着房间 另一侧床头柜上的合影 眼眶微微泛红 少女轻轻拿起 已经蒙了一层细尘的玻璃香框 手腕微微一抖 却不小心把放在一旁的一个瓶子碰倒在地 啪 咕噜 咕噜 结实的瓶子掉在了没有被地毯覆盖的棕色木地板上 朝着床底滚了过去 瓶子掉了 魏清宇忙放下手里的香框 掖着裙子跪在地毯上了 魏清宇望向床底的眼睛 却一下震住了 就在在床底停稳的那只小玻璃瓶旁 安静地躺着一只穿着精致编绳的小陶兰 魏清宇坐在那张依旧柔软的床上 手里拿着那个刚从床底下拿出来的手绳 跟自己手腕上的绳子一模一样 造型圆润的小陶兰 也看起来相差无异 只是魏清宇的手指 轻轻摸缩过 从床底下拿出来的那个小陶兰 就会感受到一排细密的痕迹 她反复感受着 这个并不易察觉的印记 将手里的小陶兰放到了阳光下 不规则的细密小洞 横跟在棕红色的蓝筐肚子上 像是什么动物留下的齿痕 魏清宇的眉头微微促起 耳边响起了孩童 游远寂静的稚嫩呼喊声 啊啊 快跑啊 她要赶上来了 一个穿着粉色护奶裙的小姑娘 跑过了村子宽敞的水泥路 那微微堆着一丝肉感的小手 紧紧攥着身后小姑娘纤细的手掌 此时 八岁的小继枭 正拿着八岁的小魏清宇 飞奔在村东头新修的大马路上 身后还跟着一只翅膀缺了一大块毛的大白鹅 小魏清宇停下了脚 上气不接下气的讲道 不行了 纪霄 我跑不动了 你快走吧 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丢下你 小纪霄义正言辞的看着小魏清宇 小纪霄护着小魏清宇喊道 不就是拔了你几根毛吗 你至于吗 大白鹅却不管谁保护了谁 依旧疯狂的进攻着 小姑娘系着一根红绳的手臂 直直的跟大白鹅又要进攻的嘴对上了 可就在下嘴后的一秒 大白鹅一下就收回了他成进攻姿势的脖子 你太坏了 呜呜呜呜 我讨厌你 所有的害怕不受控制的涌出 哭着小魏清宇的小纪霄 哭得有些失控 他泪眼模糊地看着那个想要收兵离开的大白鹅 伸过手去紧紧地攥住他的脖子 对他展开了无意识的疯狂暴富 湛蓝的天空下 只见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 一只手就掐住了大白鹅的脖子 另一只手淋漓地掐住了他的翅膀 那一天所有人都忘不了在寂静的村东头 交织响彻着的小姑娘委屈的大哭声 与俄撕心裂肺的惨叫 夜色慢慢笼罩了整个民宿村子 民宿小院子里飘来阵阵饭乡 此时的小纪霄 已经安静地坐在小魏清宇跟徐曼林的中间 脸上没有太多表情 木制大餐桌上围了很多菜 中间却空了一大块 厨房里传来的炒菜声 戛然而止 过了不一会 纪清云端着一个大铁盆小跑着走了过来 来削削 土豆烧鹅 纪清云将炖得喷香的鹅肉 放到了桌子的正中央 这只鹅咱今晚一块把它消灭了 好不好 小纪霄抬头看了一眼面前香喷喷的肉 方才还没有反应的眼睛里 多了几分火焰 他拿起面前的米饭碗 夹起了一块鹅胸肉 肉嘟嘟的小脸上写满了认真 嗯 纪霄太厉害了 叔叔跟你爸爸 都没能一下子降服那只大鹅 你这真是太棒了 小纪霄则甚少搭话的 连干了两大碗土豆烧鹅 突然小纪霄 脸色一变 他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些难过 小魏清云 置声询问道 你怎么了 我没事啊 清云 我有点不开心 怎么了 小魏清云轻声询问道 脑 小纪霄将自己手上戴着的那个小桃兰解了下来 放在手心里 道 那只大白鹅 咬到了它 小魏清云拿过小纪霄手里的小桃兰 细细端响了起来 在大门口的灯光照射下 小桃兰的篮筐上 的确有一排细细秘密排列不均匀的小点 瞬间 那大白鹅追在自己身后扑咬的样子 就出现在了小魏清云的脑海里 小魏清云看着小纪霄 信心满满地对她道 你这有什么 我知道一个神奇的法子 它可以让你的小桃兰变回原状 真的吗 小姑娘原本还有些颓意的后背 瞬间就变直了 素白的脸上 满是即将失而复得的惊喜 小魏清云小心翼翼地对小纪霄讲道 待会 你得闭上眼 嗯嗯嗯 小纪霄盲点点头 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可是这世间上 哪里有什么能让被毁掉的东西复原的法子 更何况小魏清云才只有九岁 她只不过是将自己手腕上的那根红绳 解了下来 飞快地换上小纪霄的那根罢了 小魏清云攥了攥手中的原本属于自己对那个小桃兰 清晰了一口 道 睁眼吧 小纪霄纹身怀着一颗坦恶的心 睁开了眼睛 拿过小魏清云的给自己的小桃兰看了又看 那细细蜜蜜的大白鹅齿痕 果然不见了 月光下只剩下一抹圆润的光亮 哇 好神奇啊 魏清云 你好厉害啊 真的变好了 小纪霄看着手里拿个恢复如初的小桃兰 金橘色的毛子里都是兴奋 现在 两条 手绳都出现了 那么我手上的这条是谁的呢 答案就只有一个 这是她的小桃兰 看着手里的桃兰 她一直以为 季霄把这个小桃兰丢了 可是为什么又会在那天出现在自己的手中 难道中秋节那天 魏清云从床上站起来 拿着小桃兰 走向了自己的房间 冰凉的门把被扭开 紧闭门窗的房间里 还残留着那日混乱的味道 细微之中 魏清云仿佛嗅到了一丝桃子白兰蒂的味道 但不可闻 林烈中夹着一丝桃香 一个坐在自己床边的人影 呼得闪现在了她的记忆中 魏清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昏迷的时候 的确是有一个人在照顾自己 那个人带着她独特的安全感 将几近失控的自己从地上拦住 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着自己 给自己注射了抑制剂 就像是那日她听到的季霄 对乔尼的柔声安抚 就像是那日从墙头跳下 季霄接住自己时的温暖可靠 她的心里一边觉得记忆中 那个模糊的人就是季霄 一边又不断地否定着 折磨我的是他 帮助我的也是他 人真的会变吗 清云 我们回来了 楼下忽然传来的声音 打断了魏清云的回忆 魏清云知道这声音是柳月的 不得不把混乱的记忆匆匆收起 一楼的客厅里 站着身形依旧魁梧见状的柳虎 跟依旧风姿绰约的柳月 魏清云看着这两位熟悉的人 只觉得恍然如昨日 热泪迎出了少女的眼眶 她还未走下楼梯就到 柳虎叔叔 柳月阿姨 你们回来了 小姐 柳月先一步走了过来 像往常那样拥抱住了她 柳月仔细的看着魏清云不由的心疼的皱起了眉毛 瘦了 瘦了得拾惊吧 魏清云听着柳月的话 摇了摇头 没有这么夸张 怎么没有那么夸张 柳月不满 又道 是不是兴计的那个小混蛋欺负你了 她勉强的笑了一下 道 没有 我们现在关系还行 不用怕 你跟阿姨说实话 阿姨过几天就去收拾她 柳月不相信 柳虎 粗神经的醒了醒鼻涕 道 那孩子真的还行 你忘记我和你说过的事了 什么事 就是中秋节的时候 她给了她老子一棍子后 把她老子丢小树林里了 柳虎简略地讲道 魏清云瞬间就正住了 真的是她救了自己 我跟你讲成哥 那小姑娘真的挺猛的 我在楼下看得都捏一把汗 那么长那么粗的一根棒球棍 呵 那小姑娘抡圆了 就给了她跌一下 我靠 我看得可爽了 柳虎连笔划带语气加持的 会深灰色地给还不知道这件事的陈灵记讲着 脸上的表情都是佩服 我说现在也不早了 咱们要不去饭店吧 柳虎有些饿了 提议道 就在柳虎想要反驳的时候 魏清云忙道 不用了 这声音来得有些急 在座的三人都有些诧异 魏清云瞬间也意识到自己这有些反常 忙又委婉地补充道 叔叔 我是打着去图书馆的名义走的 跟季潇说中午会回去吃午饭 如果我没回去 怕她会起疑 道也行 反正咱们都见了 以后再见也不难 柳虎立刻道 就是就是 以后有的是机会 是吧老陈 柳虎也立刻表示道 当然 陈灵记点点头 魏清云带着满腹疑问地回到了家中 不远处的餐桌前 季潇坐在小砂锅前 看到季潇又拿着勺子偷喝起了汤 无疑又蓄倒了起来 小姐 这汤刚盛出来 还烫 您还是先咬到自己碗里 晾凉了再喝吧 季潇看着手里的鹅肉清汤 瞬间觉得不香了 抬手将自己的勺子放回了碗里 不耐道 我知道了无疑 季潇看着看到魏清雨 进门就问候道 你回来的真及时 这可是我特意让无疑给你准备的 1500米营养餐 魏清雨没有想到 这一桌子的菜 会是专门季潇为自己准备的 季潇看到魏清雨这个样子 还以为他是对1500米产生了些畏惧 便又透露道 我这几天都给你打听清楚了 这十几个爆1500的Omega 都是你的手下 拜将 季潇悄悄透露道 我跟你讲 到时候我会在内圈陪着你的 我已经打通了那几个管理秩序的哥们 拿到特权了 北小姐是不是特别厉害 季潇声音语气中满是得意洋洋 金橘色的眼睛微微弯着 像是闲着一弯月亮 想到这里 魏清雨摸了摸口袋里的那枚小陶兰 沉声道 季潇你不要打断我 也不要回避我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季潇喝汤的动作顿了一下 心中不由地在这声音落下后 掀起一阵不祥 他佯装淡定地将小碗放下 轻轻地呕了一声 你中秋节那天到底去哪里了 季潇听到这个问题 震住了 魏清雨看到季潇这个表情 心中一下了然 说不上是欣喜意或是震惊 他依旧语气平静地问道 中秋节你是去了我家对吗 季潇知道这次自己是搪塞不过去了 点了下头 然后把季叔叔打晕 让司机谎称他有事先离开了 嗯 竟然真的是他 成了半晌 魏清雨抬起头又问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 季潇看着魏清雨脸上的陈玉 不由地攥紧了膝上的睡库 自己不告诉魏清雨 只觉得这种行为不符合原主的人设 可现在自己要这么解释 会被魏清雨当成神经病吧 季潇脑海中灵光一现 忙解释道 那是我爸 让你知道了 你跟他说了怎么办 他看着季潇的眼睛 平静地对他道 你应该知道 我不会告诉他的 季潇当然信任魏清雨的人品 便简单地嗷了一声 空气有些安静 魏清雨静静地注视面前的季潇 心里还剩下最后一个疑问 也是这些日他心中最大的疑问 魏清雨 我很想知道 你为什么要救我 就是路见不平顺手而已 换成谁都会去的 那青绿色的毛子里 又让了迂回的波纹 季潇知道这件事从出发点 就不符合自己的人设 他又想了一下 努力地把这件事情圆过去 你也看到了 瞧你我也救过 刘美那那事 我不是也帮你了 我 我就想改邪归正 你都不给个机会吗 话音落下 原本就气氛沉静的空间 欲发安静 他不会觉得我在骗他吧 然后加速了想挖我腺体的过程 清凉的薄荷味道 顺着微风落在季潇的身后 冰凉地擦过在他的颈后 季潇不由地在心里打了个颤 愈发觉得自己颈厚的腺体 岌岌可危 手 一声清冷的嗓音 打破了房间的瓶颈 季潇心中的胶着被打断 不明所以地抬起了头 哦 季潇不明所以 但还是乖乖地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魏清雨在季潇的注视下 那微凉的手指 带着电流擦过季潇的手腕 红声重新重新还在了 他真正主人的手腕上 这次再别丢了 阳光不偏不倚地落在少女身上 细细修成一道美丽的倩影 周四 艳阳高照 晴空万里 学校上空回荡着运动员进行曲 第一场女子Alpha 1500米的运动员 没有时间参加开幕式 已经拿着号码牌 来到了简路处准备简路 魏清雨拿着手里的号码牌 独自一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哎 这就是魏清雨学姐吗 是啊 就是她 我觉得她好漂亮啊 对啊 这双腿怎么能这么长 都要到我胸口了 呜呜 低年级的学妹 在魏清雨的身后 毫无保留地表示着对她的羡慕 和谐的气氛中 却突然响起了一声冷哼 且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刘美奈站在田赛简路处前的队伍里 不屑地讲道 小学妹 你一个Omega 还是不要盲目地被外表所迷惑了 她真正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知道吗 你是没有见过她某个时候 说话间刘美娜就要伸过手 对一旁那名稍微有点姿色的Omega 动手动脚 魏清雨见状盲抬手 拉过了身旁丝毫 没有警惕之心的小姑娘 你想干什么 怎么 难道你嫉妒了 这时正好季霄走来 冷冷地问道 你刚才说的是哪个时候 说来给我听听 那金橘色的眼瞳 让一旁看热闹的Alpha心中意涵 季霄 提醒道 既然是梅尔的事情 那还是不要乱说的好 要是刘大小姐 因为造谣的事情 再被记一次过 刘美娜见到季霄 胆气一弱 落荒而逃 季霄看着刘美娜落荒而逃的背影 不懈地笑道 也就这点本事 魏清雨看着身旁 方才如天神降临的季霄 轻声道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们送区别针 季霄说着 就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串区别针 放到了魏清雨的手里 季霄握了握手里备用的几根区别针 特别自然地走到了魏清雨的面前 来吧 我也给你戴上 魏清雨看着季霄 微微震了一下 魏清雨轻眨了下眼睛 平静地对季霄道 谢谢 小事儿 季霄摆了摆手 笑道 少女眼瞳弯弯 金局的同人笑起来 在阳光下惊灿灿的 简陆结束后 一行人就被带着来到了塑胶场地 魏清雨被分在了第一组 一排五个Omega分别在相应的跑道上站好 周围就已经围满了观众 魏清雨 加油 还不等魏清雨寻找 那声熟悉的声音 就从那圈的人群中传出了 季霄跟骑骑房一名三人 站在挤在骑跑线附近人群的最边上 挥着手臂给他加油 说来这也真的是第一次 魏清雨感受到了 来自于同龄人 传递给他的欣慰与感动 随着1500米赛程 马上就要剩下最后一圈 操场上各种运动员的名字此起彼伏 其中呼喊着魏清雨名字的声音 分外响亮 魏清雨 加油 就在魏清雨 要距离终点还有100米的地方 一声熟悉呼唤 穿透了他的耳膜 终点后方跑道已经有不少学生 激动地站到了塑胶跑道上 魏清雨清楚地看到季霄 也激动地迈过了那条白线 人群瞬间更加激动了 季霄被身后的人群挤着朝终点后的跑道上 猎切地跑了几步 看上去就像是要特意去迎接魏清雨一样 魏清雨粗传着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撞进了他的怀里 季霄 你干什么呢 服人啊 一声提醒从人群中响起 琪琪看着被魏清雨靠着的季霄 像跟木头一样处在原地 满脸的恨其不争 季霄看着将头靠在自己肩膀上的魏清雨 微微蹴了下眉头 那我们先走一走 再坐下休息吧 魏清雨已经缓和了些 稍微从季霄的肩膀上抬起头 道 好 季霄没有在说话 沉默着扶着魏清雨 离开别闷的人群中心 朝他们般的观众席走去 秋风阵阵掀起一阵凉意 也是这个时候 一件厚实的橘红色外套 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魏清雨有些诧异 抬头却看到季霄素白的肌肤露了出来 看什么看 赶紧批好 注意到魏清雨诧异视线的季霄 傲娇地反问道 他无言地轻垂下眸子 当着季霄的面抬手 微微紧了紧身上的外套 那熟悉的桃子白蓝地的味道 再次包裹住了他 虽然还不到深秋 但气温也已经有些凉了 季霄就拿着魏清雨的杯子 一边走一边道 你先一会儿 我去给你接点热水 少女说得快 行动也迅速 魏清雨闻声 刚要回头看去 就只看到了季霄的一个背影 就在季霄拿着魏清雨的杯子 煎完热水要下楼的时候 寂静的四楼走廊里 响起了一个小姑娘惊恶的声音 你听说了吗 魏清雨打破校记录了 体育生都没他跑得快 季霄本无意听别人的谈话内容 但是谈及魏清雨 他还是停下了脚步 Alpha族也没有 什么 他跑了四分十二 都赶得上国家二级运动员了 我的娘啊 这还是个Omega吗 怎么这么厉害 少女拎着装着温水的魏清雨的杯子 哼着小曲的从教学楼出来 朝班里的观众席走去 可就在此时 季霄却发现自己离开时 还空荡的观众席上 有一处围着不少人 他们围着魏清雨扇风 聊天 地猴片 一副毫不殷勤的样子 这时 林班的一个长相帅气的Alpha 拿着一瓶矿泉水 走到了魏清雨身边 他身形修长 窄尖长腿 笑容灿烂 看起来就像是青春片里的男主角 季霄固有的紧钻了钻手里的杯子 下意识的就在圈外站住了脚步 自己还是不要过去打扰他好了 这才是他本该有的人生吧 像女主角一样被追捧 簇拥 季霄这么想着 双手握着杯子 就要转身离开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呼唤 季霄 那声音清冷中带着些急切 季霄听着熟悉极了 他的茫然又诧异的回头 魏清雨依旧穿着自己的外套 面容平静的看着自己 魏清雨直接掠过了面前这个Alpha给他递来的水 道 不把水给我吗 季霄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把水杯给了魏清雨 又恢复往常人设的扯了把凳子 物质坐在了离魏清雨最近的地方 虽然作者无意 看着却有心 季霄这个笑霸宣示主权呢 惹不起啊 渐渐地围在魏清雨身边的人 也就都散去了 夕阳染红了半边天 运动会的第一天 在如火焰般的红日下结束了 房一鸣跟季霄 也穿行在这嘻嘻嚷嚷的人群中 话题却不只是今天的运动会 齐齐这个做姐姐的也是费心 有这么个不省心的妹妹 季霄叹了口气 听说乔尼不死心 刚出院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就去参加了自己未分化时报的项目 结果下午的最后一场 Omega组的800米跑完 直接被送到校医院了 毕竟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 感情当然不一样了 房一鸣感叹道 季霄看房一鸣似乎很有感触的样子 便问道 怎么 看样子你也有青梅 房一鸣听到这话后 向来大大咧咧的他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他看了眼季霄 然后低下头点了点头 嗯 他在老家 上个月来消息 说已经分化Omega了 哇哦 打圈道 没想啊 没想到 原来你是这样的房一鸣 哎呀 你好烦 房一鸣被季霄说得有些害羞 撑笑着推了季霄一把 然后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伸着手对季霄指了指 前面行人寥寥的人行道 Now 你的青梅 暮色见矮 树影婆娑 夕阳拉长了少女的影子 给他背后的书包 染上几分橘红 魏清宇 魏清宇听到身后嘈杂的校门后 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他停下脚步不解地回头看去 却见到夕阳下 季霄跟房一鸣站在不远处 冲自己挥手 魏清宇看着小跑着过来的季霄 有些诧异 有事吗 没事不能跟你一块回家 季霄抄着口袋反问道 魏清宇 你怎么不坐公交车回家啊 今天运动量这么大 你不累吗 一旁的房一鸣好奇地看着魏清宇 这么想着 魏清宇摇了摇头 道 不累 真的吗 那你真的好厉害啊 房一鸣表情一如既往的有些夸张 你知不知道 今天好多欧米家 都是被抬下去的 对对对 给你看几个我抓拍的 身无可恋的 拿出手机发了几张照片 真的快笑死我了 季霄文生也拿出了手机 看着房一鸣发送的图片 笑出了声音 真的可以做表情包了 魏清宇站在季霄身旁 看着这两个笑成一团的少女 突然觉得有些不自在 他们应该有自己的小群吧 你也看他 太好笑了 呼的一阵轻拍 传到了魏清宇的手臂 季霄笑眼弯弯地看着魏清宇 示意他看手机 群里突然收到了几张照片 魏清宇一张张网上滑着 却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他们这个群的第一张是季霄的转发 而后的几张都是从房一鸣那里 直接发送过来的 季霄这么做 是在顾及自己的感受吗 他竟然也学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魏清宇 我这里还有小姐下午扔千球的表情包 你要不要 这时 房一鸣兴奋地举着手机掠过季霄 跳到了魏清宇的身边 屏幕中赫然出现季霄 跟自己知道脚下的千球 大眼瞪小眼的照片 也不知道那一瞬间季霄在想什么 向来骄傲自负的脸上还带着委屈 看起来可怜巴巴的 季霄越过魏清宇 在看到图片的瞬间 神经就紧绷了起来 他一个S级的Alpha不要面子的吗 房一鸣道 你什么时候偷拍的 不准发 我警告你房一鸣不准发 可是说时时那时快 房一鸣已经按了发送件 灯灯三个手机同时震动了起来 魏清宇看着远处那名为了自己的名誉做斗争的少女 倾笑着在两分钟撤回时线内 将那张黑照保存了下来 当然要 午后的阳光带着些许微凉 播撒在大地上 红色的塑胶跑到两侧 都是兴奋围观的同学 为期两天的运动会 来到了最后一个项目4X100米 Alpha组接力决赛 季霄作为班里Alpha女生Top级的存在 还是被拉来参加了接力 你们班 好惨哦 一旁的房一鸣忍不住讲道 是啊 季霄点点头 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看起来的确如此 是啊 都是些只会读书的书呆子 让你们来参加运动会真是难为你们了 那熟悉的尖锐嘲讽 从一侧传来 季霄转头一眼 不出意外的又看到了刘美娜那张欠奏的脸 你说什么呢 季霄十分不友善地看向了刘美娜 怎么 难道不是实时吗 又不是你跑了第一 你神气什么 琪琪说着就摆了刘美娜一眼 就是 女子还没笔呢 你少在这里得意 房一鸣附和道 刘美娜文言冷哼了一声 那我们待会就看看 我们班还是不是第一 季霄看着刘美娜 这副指高气昂的样子 从心里厌恶的不得了 她转过身去队一旁的队友道 待会大家一定要尽全力跑 最后一棒有我呢 七个班分别站到了从外道内的七个跑道上 季霄站到了最后一棒的位置 刘美娜也站到了她旁边 砰 发令枪响起 七位运动员同时起跑 第一棒结束 第二棒结束 刘美娜看着队友 向自己伸来的接力棒 脸上满是得意洋洋 前方已经拉起了红色的绸子 围在跑道两旁的同学 欢呼高昂 季霄 季霄冲啊啊啊 季霄加油 季霄 加油 那熟悉的名字 不断地传进刘美娜的耳朵里 忽然她觉得身后有人冲了过来 所有人都紧张得了起来 实验班前的观众席 更是响起了震耳欲龙加油声 除了魏清雨 她就站在蜂鸣身边 只一双眼睛紧盯着就要逼近刘美娜的计消 脸上的紧张突然而出 你这样不行 得喊出来 蜂鸣看着魏清雨的样子 对她讲道 你不喊出来 她怎么知道 你在给她加油 怎么把你的力量传递给她 蜂鸣说着 就拉起了魏清雨的手腕 带动起了班上混乱的加油声 来同学们 一二三 季萧 加油 季萧 加油 这是魏清雨从未见的季萧 她带着所有人的期待 拼尽全力地向前冲着 魏清雨 也松开了一直紧咬的唇瓣 季萧 加油 如果这样能让她更有力量 她愿意放下自己的内敛 那熟悉的声音穿过一切嘈杂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季萧的耳中 她金橘色的眸子轻颤了一下 视线里那个站在风鸣身旁的少女 正挥舞着手臂给自己加油 她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 在听到魏清雨这一声加油后 原本爆发到了极点的Alpha身体 骤然间又爆发了一股力量 季萧以绝对的爆发力 完完全全地超过了刘美娜 季萧第一个通过了终点 接力赛 实验班第一 随着广播的响起 运动会结束了 季萧 你就是我的神 季萧被这些Omega围在路 大家都纷纷表达着对她的喜好 魏清雨看着这一切 默不作声 少女手中的书包带紧了又紧 却没能遏制住 她看着人群中央的季萧 冷声道 走不走 清冷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 季萧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她看着等着她的魏清雨 顿时感觉如萌大射 走吧 少女的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金橘色的毛子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格外好看 两人并肩走在校园的小路上 魏清雨问道 不等房一鸣跟琪琪吗 季萧没有停下步子 一边走 一边道 乔妮昨天运动会出了点事情 琪琪去校医院陪她了 至于房一鸣 季萧说着语气就变得有些瞠怒 这家伙刚才路过班门口 看到好多Oh my God围着我 给我留了条消息就溜了 居然溜了 魏清雨看季萧这个样子 忍不住问道 他跟你说什么 他让我多保重 你说气不气人 魏清雨心底忽然泛起一阵 他也说不上来的情绪 眼眸半寒笑意的看向了季萧 那我这是坏了你的好事了 秋风拂过枯枝 引来一阵暗箱浮动 季萧望着少女静在咫尺的侧眼 季萧轻敏了下唇半 不懈地回答道 那种事情算什么好事 就算是方才周围 所有围在他身旁的Omega夹起来 也比不上这一刻的魏清雨半分 真不愧是女主 不知道怎么 魏清雨在听到季萧这个答案后 竟然会觉得满意 他不动声色地将手里的手机还给了季萧 淡淡地讲道 那我们回家吧 夜晚的季萧家 外面一片热闹 屋子里却安静 少女身子笔挺地坐在书桌前 安静的房间里 只有沙沙的落笔声 就在他写下最后一个选择题答案的时候 手机嗡嗡地震动了起来 魏清雨眉头一皱 拿了手机 琪琪和他的小胖友们 有六条未读消息 宝你醒了吗宝 宝你知道你现在成了学校 万千Omega的梦中情A了吗 季萧一脸懵逼 这时房一鸣发来一个照片 一张像是用手机随手拍下来的照片 突然出现在魏清雨的眼前 相片中的少女 正从队友手中接过接力棒 长腿大麦 奋起直追 魏清雨一走进帖子里成片的啊啊啊 就划过了她的眼睛 你的小甜甜 啊啊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 好好看啊 依哈 我当初就在终点 真的看着美女冲过终点 太激动了 啊啊啊 姐姐 我可以 生物不考六十分不改名 我想 我跟美女的共同点 可能就只剩下了不及格的生物 飞飞飞不动了 不 楼上 你错了 上次的生物同考 计销考了八十分哦 的确是让Omega看到会忍不住尖叫的图片 魏清雨心中轻叹着 酒落在屏幕上的手指 不小心触发了保存键 小姐你那张照片好好看的说 小姐 一战成名 Eats 继销看到回复道 他们也就图个诈实惊艳 呜呜呜呜一群人 用不了多久对我的兴趣就会锐减的 魏清雨看着继销新发的这几条消息 眉头微微一条 难得见继销能这么清醒 要是放在过去 怕是现在就会听到隔壁传来拆访一样疯狂的欢呼 这可不一定 毕竟你浪子回头的人设 还蛮带感的 但是你信不信待会我的黑历史就会出现 然后知道了我以前是个什么的浪子的他们 绝对会被劝退一大批 继销看着自己被追捧 大脑格外清醒 毕竟这具身体 过去是由那个封批原主控制的 说不定哪里就会蹦出一个黑历史 魏清雨看着继销新发来的这条消息 不由地猝起了眉头 现在她的清醒 清醒得有些过头了 就像一个旁观者 在审视她自己一样 魏清雨点进了奇奇发来的那个校园论坛的帖子 魏清雨看着一个又一个冒出来的 跟继销有关的帖子 一度以为继销的想法太过悲观 可是谁想到 当她在一次刷新论坛的时候 事情真的就朝继销所说的话发展而去了 惊到我了 不是吧 不知道你们喜欢一个校霸什么 你们不知道她初中的时候 把一个男生推下操场主席台 结果那个男生终身残疾 生活都不能自理 最后还是她爸爸出钱评的事情吗 喝露水的小仙女 楼主说的是真吗 惊到我了 当时事情闹得很大 公安局都来了 都是她爸爸给评的 听说她爸爸当时还给那男生家里一大笔钱 签了保密协议 不到一周就送他们出了国 这才不了了之了 吴雨 知道她在之前学校里拽了吧唧的 初中原来更牛逼 不要这样吧 孙逗逗的小时候 我的美女姐姐原来是个疯癖吗 一连几条拱火的爆料 让魏清宇看得眉头皱起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上方 划过了一连几条消息 季逍 不会吧 孝爸也有人喜欢 我说什么来着 虽迟弹道 房一鸣 那小姐 这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齐齐 放她娘的屁 老娘跟小姐一个初中 怎么就没有听说过 齐齐 分明是两年前那个男生上体育课的时候 自己站台子上卖空掉下去 正好摔在季逍面前了 当时还吓了我们俩一跳呢 季逍 正常 毕竟我之前在学校里 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知道怎么的 魏清宇看到季逍这有些无奈的话 心里没有一丝的快意 甚至有些赌得慌 人都要为自己过去所做过事情付出代价 但是并不表示所有阿渣事都能往她身上编排 魏清宇看着帖子里不断冒出的失望字样 注册了自己的校园论坛号 季逍躺在床上 心情有点低落 川叔拿到必死牌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还要被网爆 太可怜了 加油季逍 你是最胖的 而在另一个房间的少女 手指在屏幕上翻飞 心脆的敲击声 在安静的安静的房间里响起 不消片刻 那个惊到我了 疯狂挑适的混乱帖子里 立刻出现了一长段质疑 用户190245 楼主 对于你的话 我有几处疑点 第一 你说季逍曾经将一个学生推下去 那么你有证据吗 第二 两年前季逍家并没有现在A师这么有地位 请问他们是怎么让国家司法机关 将这件事情不了了之的呢 据我所知 就算是当时盛极一时的魏家 也不敢做这种事情 第三 既然那名男生是被季逍的爸爸打发出国了 按照你所说的重度残疾 生活不能自领 短时间是无法坐到坐飞机去国外的 请问他们一家 是怎么按照你说的出事 不到一个星期就被安排出国了 这一连串的问题发出 很快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 魏清语的质问有条有理 那些本就摇摆不定的同学们 纷纷开始吃怀疑态度 喊楼主出来回答 结果方才还在楼里胡乱蹦达的楼主 过了大半上 才支支吾吾冒出了个头 季家现在能一手遮天 两年期怎么不可以 你是不是没有见过真正的顶级上流圈啊 是其不是缘 我这里有当时事情发生的照片 还有学校的组织的捐款截图 你们自己看 别听这个楼主胡扯 真无语 你以为这里就你一个人 跟季霄一个初衷的吗 我告诉你 造谣院子是会多一棵琵琶树的 一鸣惊人 你是觉得季霄家里已经牛逼到了 可以一手遮天了 你在开什么玩笑 魏清语趁势诱到 楼主 这里是虽然是学校的匿名论坛 但是如果我们想是可以查到你的A的 请你谨慎发言 不要拿一些捕风捉影的痕迹来夸大事实 躲在电脑后面的那个造谣者瞬间慌了 无能恐吓道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人肉我吗 网爆我吗 这是违法的知不知道 我可以报警 用户190245 学校论坛的A是公开的 很容易获取 甚至不上报学校就查不到你的真实信息 根本算不上网爆 像你这样肆意造谣 引导不知情的同学才是网爆 如果要报警 也是继续应该报警 魏清语此话一出 琪琪跟房一鸣的后续力量 就狠给力的冲了上来 是 琪不是原 妹妹怎么不说话了 是慌了吗 下一步是不是要开始说自己抑郁症 卖惨了 怎么是我的基因 影响到你的基因了吗 衰仔 而还不知道论坛里发生了什么的 纪萧躺在床上 正在颓废的思考人生 他真的好难 纪萧在心里给自己鼓着劲 便盘着腿从床上坐了起来 他拿起手机 纪萧刚一进论坛就看到了 琪琪和房一鸣的反攻 纪萧这才发现在群里突然消失了的二人 正在这里跟用户190245 为自己证明 他看着屏幕那边 琵琶口吐莲花的琪琪跟房一鸣 心里暖暖的 就在这时 用户190245又发出了一段话 因为有着过去的种种不堪 就可以否定一个人的现在了吗 他靠自己的实力进入了实验班 给班里赢得了荣誉 这是不争的事实 而躲在阴沟里的你 只会在看到别人变好后 拿着过去800年的事情 跳出来吱吱乱叫 这洋洋洒洒的几句话 真的是说到了计消的心坎里 谢谢你兔子小姐 他利落地退出了这个糟心的帖子 看着心疼XX的那个帖子 眼眸闪过了一丝不懈的笑意 知道心疼 怎么不知道选择信任呢 那这口中的喜欢跟爱 也太过廉价了 就在魏清宇顺带手 也要退出账号的时候 却蹦出一条信息 在看到消息的一瞬间 震住了 XWX想要添加您为好友 犹豫了一下 魏清宇还是赶在屏幕 要熄灭的前一秒的 点击了头像旁的通过键 叮咚一声提示音响起 靠在枕头上的继消 一下就坐直了身子 他看着空荡列表里 多出来的那个兔子头像 立刻主动上前打招呼道 姐妹 刚才谢谢你了 魏清宇看着继消在自己同意后 近乎秒发的消息 一如既往的简略回道 没事 继消看着这简单的两个字 挪了挪嘴巴 道 要不后天上学 我请你吃饭吧 看到继消发来的这个提议 不想将自己身份暴露的魏清宇 神经紧绷 他忙拒绝道 不用了 如果看到了就帮了 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手机屏幕上倒映着少女的脸 继消皱着眉头 而后他看着屏幕那边的兔子小姐 又道 那 我能加你个企鹅吗 算正是交你这个朋友了 魏清宇冷漠回复 我不怎么玩企鹅 继消慢慢回道 既然这样那就不加企鹅了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 魏清宇看着继消发过来的这一行字 青绿色的眼睛中 扬起一丝心然 他拿着手机 轻轻地敲了一句不用谢 却又收到了继消发来了一句 谢谢你在知道我过去那么混账后 还愿意相信我 为我说话 魏清宇的手一下就顿住了 听惯了平日里继消本小姐 本小姐的话 一下子看到这样诚恳真挚的话 让他产生了一种 对面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继消的错觉 那日跟继消对峙时 他所说的话又重新在耳边响起 我 我就想改邪归正 你都不给个机会吗 魏清宇突然发现 很久都没有再被他丢进 那个暗无天日的小黑屋了 半晌 魏清宇将对话框里的不用谢删掉了 犹豫着用陌生人的口吻打上了一段话 继消 既然说到这里了 我有句话想叮嘱你 继消文言 不由的正经微作 态度端正道 你说 魏清宇看着继消的回复 往事不见来者可追 别再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了 继消看着兔子小姐发来的这两句话 心中颇为动容 继消点点头 嗯 不会了 明明是简单的一句话 魏清宇却感觉像是得到了一份保证 他看着继消那个很久都没有改过的头像 轻轻地叹了口气 希望他可以说到做到 那我下了 还有作业没做 继消忙点头 回道 大佬拜拜 那我以后还可以找你聊天吗 魏清宇有点为难 回复道 可以但是我不保证能够及时回复 好的大佬你快去忙吧 而后魏清宇的手机中 还冒出了一个好姐妹表情包 魏清宇心底默念 好姐妹吗 休日正午的暖风溜进窗缝 落在继消三人的身上 在少女肌肤上聊过一阵火辣 哟 小姐 精神不错 琪琪挽过继消的手臂 调侃道 当然了 糟心事都过去了 哎 话说回来 那个190245 你家上好友了吗 我申请了好几次都被拒了 继消逮色地笑道 加上好友了 不过人家不想抱吗 琪琪文言脸上满是遗憾 道 小姐 你怎么不问问呢 万一是哪个薪水 你的Omega在默默地守护你怎么办 天啊 美这英雄 好美好啊 好浪漫 不可能 人家就是在学习雷锋 做好事不留名 难留情 继消看着琪琪又要开口反驳 道 也不留情 继继突然想到了什么 管着继消的手臂道 那小姐 你留留情 把数学习题册 待会借给我们看看呗 继消笑着看着琪琪跟后知后觉的房一鸣 一脚停在了后门门口 那你们保证不再胡乱编排190245的事情 我就给你们 不提了 不提了 就是个路过的好心人而已 我对他完全没有兴趣 继消看着也对他俩会心一笑 道 这还差不多 那跟我进来拿吧 三人从后门进了教室 继消就带着琪琪跟房一鸣 来到了他的书桌前 窗外的晨光不等三人站稳 就打在了他们脸上 小姐 一看 就在继消整齐排着一摞书的桌面上 放着一块奶黄色的小蛋糕 哎呦 这么快就有Omega给你按送秋波了 我小姐不愧是上周末的顶流 房一鸣打量着桌子上的小蛋糕 毫不掩饰地讲道 继消看着班里 被这声调侃吸引过来的目光 对着房一鸣的肩膀就捶了一下 你小点声 小姐你人气不是一般的可以啊 继消 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既然你们都说这蛋糕又贵又好吃 那送你们 吃不吃 孙敏文言忙摆了摆手 小姐这是人家送给你的 我们怎么好意思吃 对啊 小姐 这可是人家送给你的 你怎么能说送人就送人呢 房一鸣一边阻拦着 一边诱惑道 人家Omega都这么主动了 你这个Alpha怂什么 你难道不想发展一份 甜甜的校园恋情 听到校园恋情四个字 魏清语脸上的表情 不由地冷了几分 校园恋情多美好啊 没有那么多他们大人的怀恼 青春懵懂的 在后面小树林里拉拉小手 那边房一鸣滔滔不绝地畅想还在继续 魏清语利落地收拾好待会上课要用的书 不打算在这个地方停留 却不想 就在他刚要离开的时候 耳侧传来了季霄的呼唤 哎 魏清语 少女闻言一下就停住了脚步 干什么 无疑说 你今天早上没吃多少就出门了 我这里有小蛋糕 你吃吗 季霄问着 就把方才放在书上的蛋糕拿到了手里 格外真诚地看着魏清语 魏清语侧目瞥了眼 还在朝自己笑的季霄 冷冷地丢了两个字过去 不吃 说吧 他就抱着怀里的书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季霄的书桌 季霄看到魏清语那青绿色的毛子 酿着几分肉眼可见的寒冷 像是从西伯利亚草原吹来的薄荷风 掠过他的后颈 让那脆弱的线体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这是怎么了 我又哪里惹到他了吗 既然这样 不如给我吧 还没等季霄想明白 方才一直没有说话的 琪琪便开口了 没人注意到 琪琪的异样 但高尚的信息素对他来说是那么的熟悉 午后的阳光带着几分暖意 落在教学楼的天井 今天高二级不开会 季霄 我能坐你旁边吗 这么想着 一个声音甜美的声音 打断了季霄的思路 季霄微微抬起头 只见一个身材娇小的 Omega站在他旁边的空位上 季霄看得出来 这个小姑娘对自己的意思 微笑着委婉拒绝道 不好意思啊 我这里有人了 哦 那好好吧 小姑娘眼中难掩失落 看着季霄旁边的空位 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靠着这副说辞 季霄一连送走了好几个小姑娘 又两道人影刚一过来 他近乎条件反射地拿出方才的说辞 谁啊 却不想 齐齐的声音从他的头顶落了下来 季霄一抬头 正是齐齐跟房一鸣这两个姗姗来吃的家伙 哎呀 你俩可来了 快坐下吧 我说你真的不打算 从你的众多倾慕者中 找到那个跟你信息速高度匹配的Omega 齐齐问道 不打算 季霄摇摇头 一本正经地讲道 未成年人 不能谈恋爱 只是因为这个吗 季霄略想了一下 道 恋什么爱 过几年再说吧 要是那时候自己能活下来的话 哇哦 我向来潇洒不及爱自由的小姐 内心居然这么遵纪手法 要等到成年才能去谈一场成人的恋爱 房一鸣小声地感叹着 去你的吧 这时候前面的主席台上亮起了灯光 风鸣上场 各位同学注意 会议马上开始 今天会议由新任的教导主任给大家召开 说着便抬手伸向了主席台左侧 一位穿着衬衫窄的女人 疯姿窑窕地走入了大家的视线 嫩如海藻般的卷发 随着她的步伐 从容优雅地微微浮动 如火般浓烈的嘴唇 微抿着一丝笑意 台下的学生瞬间就沸腾了 美女啊 女人站到了架着话筒的台子前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柳月 是一名Omega 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 我会作为大家的新教导处主任 一直陪伴着大家 直到高考 哇靠 这样的美女居然是Omega 房一鸣看着眼睛都直了 是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 气场这么强大的Omega 她真的好美啊 琪琪连连点头附和 小姐 你说是不是 季潇看着台上的女人 甘笑了两声 是的确是美 这个柳月有多疼惜魏清语 就有多恨自己 季潇万万没想到 搞走了刘主任会把柳月给招来 还成为了自己的教导主任 柳月人比较心态 没有刘主任的固执刻板 会议演简一概很快就结束 实验班的同学 请先不要离开 按照班里的位置坐到中间来 柳月讲着 含笑的眼睛掠过了人群 这时风鸣也从观众席 朝主席台走了过来 难得穿着西装革履的 他刚一上台 就被班上的同学起了哄 罕见的风鸣竟然红了脸 柳月继续说道 刚才开会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下个月月底会考 其他科目我无法插手 但是生物 我带的班 不允许一个没有拿到A 柳月说着就露出了 他方才就露出过的笑容 只是这一次 大家都有些不寒而栗 就会来的 我只会把这些风鸣竟然关上了